第零八四妖章 大罗道场 无极动天 瞬间停下脚步 怎么不走了 迎报迟一道 徐军鸣凝视前方 修士的灵爵极为敏锐 尤其他精善推演之道 要比普通修士强出数百倍 所以 灵台市井 绝非偶然 不能再往前走了 为什么 天狼山就在前面 其中有没有什么高手 再说 就算黄虎他们赶回来 以你的能力 也足以斩杀他们 徐军鸣眉头 不仅没有任何放松 反而皱得更紧了 四个太乙玄仙 肯定不会让他感觉到威胁 除非 心中一颤 快走 说吧 脚步一迈 空间通道出现 就在他迈进去的时候 突然一股从天而降的庞然气势 重重压了下来 刚刚出现的空间通道 瞬间破灭 徐军鸣感觉 自己身上仿佛压了一座万丈巨山 浑身骨节都在鸽之作响 仿佛下一刻就会崩溃 旁边银豹也一样不轻松 精致的翘脸 已然憋得通红 而等到是警惕 难怪可以从我手里盗走重宝 随着说话声 一个身影逐渐清晰起来 高大的身材 鼓捉的相貌 霸道的气息 徐军鸣 银豹骤然瞪大双眼 浮屠山腰皇 伸手一招 银豹腰间的法带飞了过去 毫不费力地打开后 一颗苹果大小的蓝色珠子 飞了出来 精通练气的徐军鸣 瞬间认出 这是一件大罗夏品领宝 原来有一件破镜珠 怪不得可以进入我的药园 很快 一枚玉盒飞了出来 徐军鸣瞬间认出 其中装的 就是当初银豹 给他看过的大罗雷浮 就在浮屠山腰皇 翻开玉盒的刹那 银豹骄斥一声 多 轰隆 一团耀眼的雷霆 仿佛开天辟地 瞬间炸开 浩荡的雷静 带着摧毁一切的威势 横扫数千里 压在徐军鸣 和银豹身上的道法 被强悍的雷静一扫而空 两人也瞬间被冲了出去 不敢怠慢 连忙催动胡天灵符 打开空间通道 快走 不用招呼 银豹便跟着飞了进去 两人身影瞬间消失 刹那间 一道滚滚火柱 如同喷发的火山 从磅礴雷静中冲天起 快速蔓延 渐渐地把雷霆扫灭 一切平静下来后 浮屠山腰皇的身影 再次出现 但比起先前的威严气度 现在的他 则多了几分凄惨 曾经拿着 玉盒的右手直接消失 右臂血肉模糊 身上的衣袍 全部被雷霆扯碎 脑后长发根根竖起 说不出的滑稽 一张脸黑沉沉 眼神中的愤怒 几乎燃烧起来 好 该死的混蛋 本尊定要把你们 挫骨扬灰 愤怒的声音 传遍万里 浮屠山腰皇服下 几枚疗伤单 搬运法力 身上的伤势慢慢好转 被雷霆练去的右手 重新掌了出来 左手摊开 一件古朴的思南飞了出来 法力催动下 中心形刺汤勺的指针 快速旋转 扫柄位置 很快指向东南方向 浮屠山腰皇心中一阵 顿光飞去 风驰电掣般追了上去 徐军铭催动 胡天神行术 一步就是三十万里 速度堪称惊人 但无论他怎么变换方向 营绕在心头的危险 始终徘徊不去 难道去天庭 才能甩开他 我知道一个地方 肯定可以甩开那老妖 银暴连忙道 傻子都看得出来 那浮屠山腰皇 一直在追他 把他甩了 徐军铭肯定能躲过追杀 但他可就惨了 八皮抽筋都是轻的 裂魂之痛才更熬人 所以 由不得他不进心 什么地方 距离这里还远 先向北去 银暴只觉得自己倒霉至极 虽然是奔着药园去的 但连根毛都没捞着 反而被浮屠山腰皇 闲尾追杀 一人一腰一路向北 跨过千山万水 周围的一切 逐渐变得荒凉起来 荒凉过后 空气逐渐寒冷 远处的大地天空 已然变成一片银白 还要往北 对 犹豫了一下后 我当年游历的时候 曾经在北方冰雪之下 发现了一处大罗修士留下的道场 大罗修士的道场 银暴点了点头 可惜 阵道修为不高 只在外围得了一些宝贝 其中包括 你看到的破镜珠 几张雷符 以及一些丹药和灵草 若是可以进去里面 宝贝会更多 不过 那道场中 阵法禁止极为强大 不知道开启的守绝 阵道修为达不到的话 根本进不去 徐军民汉守后 就算是大罗修士的道场 被浮屠山妖黄追进去 我们一样要死 不会 那地方隔绝内外 完全是另外一重空间 除非浮屠山 妖黄有推演之能 休想找到我们 在银暴的带领下 两人来到了一处 不起眼的兵列面前 就是这了 当初若飞为了 躲避大暴雪 躲进去 我也发现不了 那大罗道场 青铜静一扫 并不是陷阱后 徐军民催动顿光 飞了进去 银暴连忙跟上 外面看 只是五六十丈长 七八丈宽的裂缝 越向下越大 深入十万丈后 裂缝已经有千里之距 又深入三千丈 终于来到底部 一座孤零零的石门 出现在眼前 这石门高三丈 宽两丈 通体都是打磨平整的 轻石累气而成 石门表面 转刻着繁复的花纹 透出几分神秘 徐军民惊言 胡天道法 一眼便看出 这石门上的花纹 都是空间道道则显化 具备传送之能 就是它了 那大罗秘境 就在石门之中 我们快进去 否则 让浮屠山腰找过来 发现了这里追进去 我们可就惨了 说着 银豹直接朝石门飞去 在双方撞上的刹那 居然直接融了进去 看在眼里 徐军民虽然没从这石门上 感到危险 但未雨绸缪 仍然把青铜断剑 以及身上有价值的东西 先用混元神门投影送走 这样一来 就算这分身换灭 也没什么损失 处理完毕后 微微吸了口气 飞身上 没察觉到丝毫阻碍 很容易便飞了进去 眼前光芒一闪 景色大变 不再是地下冰雪事件 而是一块 足有三个足球场 大小的岩石上 岩石周围 是深不见底的黑暗 中间则是一座三楼排方 排方中间的匾额上 无极洞天四字神闻 极为醒目 抬头上看 仿佛无尽的星空笼罩 淡淡的星光洒落 让周围看上去不那么黑暗 催动青铜镜 先前还看不透的地方 瞬间明亮 周围的无尽的黑暗 变成了繁复的静置 这静置之强大 几乎是它生平景见 静置下方 则是一片 足有百万丈的巨大深渊 深渊极为广阔 直径足有一万里 而头顶的星空 也是静置幻化 强大的静置之外 则是翻腾的混沌之气 很显然 现在的它们 已经不在地先界 而是界外混沌之中 我们走 剩下的路 要穿过排方 才能看到 徐军明点了点头 跟着银豹穿过排方后 一条穿过黑暗的石桥 出现在眼前 石桥普普通通 虽有静置 但只是加固而已 石桥之外的黑暗 跟排方外面的黑暗 并无二指 都是静置幻化 但在这深渊地底 却匍匐着大大小小 如山一般的白骨 大者数万丈 小者也有数百丈 有龙骨 鱼骨 蚌壳 蟹甲等等 基本都是水里的兽类 徐军明心中明目起来 这纵横亿万里 深达百万丈的深渊 原本应该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石桥穿湖而过 下方水波荡漾 上面阳光普照 应该是一幅极美的画面 但不知遭遇了怎样的大劫 让这里变成了一片死地 曾经的湖水 已经完全干涸 心中震撼的徐军明 沿着这条石桥 飞一顿向前 也不知道多远 前方终于出现了一座巨山 距离拉近后 石山的轮廓 终于清晰起来 这是一座高大十万丈的巨山 不 若是算上石桥之下的部分 足有百万丈 石桥的尽头 是一座灰红的石垫 通体轻石累气而成的 百丈石垫 古朴而又坚固 也没有过于华丽的装饰 石垫高达三十丈 宽十八丈的门户上方 巨大的石鞭上 通明垫三字神文 清晰可变 当初 我就是在里面 得到了破镜珠和那些雷浮 徐军明点了点头 石截上 穿过百丈台阶 跨过巨大的门栏 一个足有数百个足球场大小的 宏伟大殿 出现在面前 大殿中央 九根浮雕易寿的石柱支撑 光滑的地面 没有丝毫的缝隙 仿佛整块雕凿而成 大殿左侧有一张宽大的石桌 石桌上散乱地放着一些灰扑扑的布卷 那是金书失去灵气后的残骸 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在石桌后面宽大的石椅上 坐着一个身高三丈 三头六臂的巨人 他摊坐在椅子上 皮肉早已被岁月磨灭 只剩下还算坚硬的骨骼 抵挡着时光的清袭 催动青铜镜投影 时光回溯 一片光影出现在石海 很快 银豹的身影出现 看得出那时候 修为不高 只不过是原阳悬仙罢了 第0842章 乾坤殿 问道经 他取走了骨骼腰间滑落的法带 接下来 骨骼之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皮肉也渐渐长了出来 但他想继续向后看的时候 光影崩碎了 借助青铜镜投影 对于没有生命气息的存在 它最多可以回溯百万年的岁月 但这尸体存在的时间 实在太久远 超出了它时光回溯的范围 除非我能把时间一到 领悟到大罗境界 摇了摇头 这不是短时间内 能够做到的事情 转过身 从大殿右侧的后门 绕了出去 一道宽十八丈的石板路 绕着山体向上延伸 两侧是坚固的岩石 以及一些死去的树木 这些树木凶径超过百丈 高达千丈 虽然都已碳化 但它们活着的时候 必然也是生长千万年的零根 沿着每一根石阶 都高达三丈的石道向前走去 前行约莫三千丈后 一座青石殿出现在眼前 造型跟前面通明殿相似 只是旁边多了两座配殿 一座巨大的铜炉 放在三座石殿中间的青石广场上 徐军明没有贸然踏上广场 上次来我走到这里 就上不去了 银豹遗憾道 没想到经过亿万年的岁月 这里的静止仍然这么强大 无法想象它巅峰时该有多强 念头落下 转过身 我们就暂时在这里躲躲吧 顺便参悟一下这里的静止 希望那浮屠 山腰黄 不会找过来 放心吧 他肯定找不到这里 银豹自信道 事实上 确实如他预料的那样 浮屠山腰黄的思南 在他们进入这片混沌中的洞天后 就彻底失去了两人的气息 银豹没有留下来 仓物第二重石殿的静止 那是大罗镜才能窥视的存在 比他现在的水平高得太多了 千万年仓物都不一定能得一丝玄妙 同样的时间 还不如拿来修炼 因为连通帝仙界的关系 这里并不缺乏灵气 把那下一层石殿 清理了一下 银豹便住了进去 徐军铭没有管他 盘坐下来 试图开辟空间通道 好强大的静止 心中暗惊 哪怕他用青铜镜 催动空间秘术 都难以打开 通往这里的空间通道 至于那地下石门 他没想过 现在 浮屠山腰黄 肯定就在那里 过去只会自投罗网 暂时只能慢慢参悟了 催动青铜镜投影 清澈的静光笼罩下 悟性大增 道道感悟 涌上行头 徐军铭本身 对于正道的领悟就极高 再加上混元神门的辅助 前后不过一年 便悟透了第二重石殿的禁止 神石扫过 看着下方石殿中 已经悟到玄冥的迎报 没去打扰他 双手翻飞 千百道法硬融入 渐渐地 原本空无一物的半空中 绽放点点金光 不一会 便出现了一个圆形的洞口 够了 徐军铭飞尸入 洞口瞬间消失 来到中间的广场上 看着前方广场上 足有九丈高的青铜炉 眼底闪过一丝惊叹 这青铜炉并非法器 而是一个摆放在这里的装饰品 即便如此 它的材质却非同繁俗 完全都是由太乙玄铜打造而成 太乙玄铜是太乙上品的灵才 是纪念铜炉的上等灵才 在地仙界中极为珍惜 常人得到拳头大小的一块 便秘而不宣 这里居然奢侈地 铸成如此大的铜炉 作为装饰品 徐军铭走过去 左掌一拍 铜炉瞬间消失 这么大的一块 用好了足以打造出 近百尊太乙上品的丹炉 分发给崇山书院的丹师 炼制太乙镜丹药的成功率 足以提升两成 原阳镜提升五成 崇山一门底蕴大增 想到这些 对接下来的三座大殿 越发地期待起来 最先朝中间的主殿看去 巨大的殿门石扁上 乾坤殿三神纹 异异生辉 两侧配殿 左侧门上悬挂 问道殿 右侧悬挂 直视殿 但出人意料的是 除了乾坤殿 问道殿和直视殿 都另有禁止 直视殿的禁止不算强 但问道殿的禁止 却不下于 徐军铭参悟的禁止 由一道难 先入乾坤殿 比先前通明殿 还要大一倍的乾坤殿中 没有撑住 完整一块的空间上方 按照九宫方位 悬挂九粒棒珠 从体型以及残留的精气来看 它们起码有十万年以上 放到地先界 是人人争抢的太义中品灵才 在这里 却只能拿来照明 不比刚才那铜顶 这些棒珠 因为灵性散尸 已经完全失去了 纪念的价值 在暗淡的光线下 正前方的墙壁上 浮雕四个巨大的神闻 乾坤无解 虽然过去了九远的岁月 上面依然残留着淡淡的乾坤道运 在这巨大的神闻之下 放着九个蒲团 中间正前方一个 两侧各四个 除此之外 整个乾坤殿中再无他物 神石一扫 神色瞬间惊喜 先天纯阳玉 九个蒲团全都是用 先天纯阳玉石炼成 内中一满浓郁 太义先天纯阳气 不同于头顶照明的棒珠 这九块蒲团中 因为炼制了聚集灵气的禁止 所以在岁月长河中 完整地保留下来 这里的主人 也不知道是何等大能 极品太义灵才 居然只拿来待客的时候 垫屁股 伸手一招 九个蒲团飞入手中 查看一番 在无其余收获后 转身来到了直视店 上面的静置并不复杂 很快就解开了 迈不进去 内中的空间 只有通明店一半左右 偌大的空间里 空空荡荡 连根毛都没有 大失所望的徐军铭 走到问道店 这里强大的静置 给了他希望 故技重施 借助混元神门 带来的时间优势 已经青铜镜 对悟性的加持 花了一年时间 悟透了大殿上的静置 进去之后 跟直视店大小相似的殿堂中 屹立四座巨大的赤碑 这是 守山赤铜 感受到石碑中 浓郁之极的太极 先天心精灵气 徐军铭 瞬间激动起来 守山赤铜 是大罗级别的先天灵才 传闻当中人 黄薛园氏的薛园剑 便是以此为根基 纪念而成 虽然他对这问道店 报已极大的期待 但也没想到 刚进来 就遇上了这么大的惊喜 四座铜碑高九丈 宽三丈 后一丈 内部拥有六重强大的 大罗静置 显然是中品 大罗领宝 不过 比起守山赤铜 纪念的大罗领宝 铜碑上记录的东西 才是真正的无价之宝 第一块铜碑 开篇五个神闻 乾坤问道经 有青铜镜的帮助 徐军铭参悟的神闻极多 虽然无法认权 但也能看出 这篇乾坤问道经 是一篇直指阴阳大道 可以修炼到 大罗金仙的顶级功法 后面附加的 七门大神通 无意不是顶尖 哈哈 这一下子任无极道士 不必再羡慕龙帝 太以真君他们了 好不容易按下激动的心情 看向下一块铜碑 阴阳丹经 一篇高庙的炼丹守法 以及数百种丹方 数万种灵药药性分析 徐军铭大笑三声 心中激动难当 有了这一篇丹经 将来进阶大罗后 他也不必再苦苦参悟 各种大罗集数的炼器 疗伤 补神丹药 这上面全都有 只需结合自己造化 领导中灵药 对丹方中 个别没有的灵药 稍加增减即可 省了无穷心力 两久之后 徐军铭才好不容易平静下来 看向后面的石碑 两仪真减 这块铜碑上 讲述的是两仪阵道 以及衍生出来的各种静止 后半部分 则是一些炼器的手法 看得出来 留下这石碑的人 对炼器一道并不精通 丹 阵 弃三道中 弃到最少 当然 这是相对而然 实际上 铜碑上记录的炼器知识 对现在的他而言 仍然称得上精深 若是能仓物透彻 自己炼器一道 进阶大罗不成问题 当看到最后一面铜碑的时候 徐军铭皱起眉头 第0843章 大纪元 丰厚收获 上面没有文字 而是两幅图案 第一幅 则是一幅太极图 第二幅则是一尊四足带盖的大顶 下意识地用神石触碰 轰隆 仿佛天地出辟 徐军铭只觉得石海震荡 一幅齐大无边 气息浩瀚无涯 强大之极的太极图 显化于石海 突然间光芒大放 太极图化为七道紫色的巨大神镜 这镜子它并不陌生 青铜断剑中旧有 这种超越大罗一个层次的镜子 不是它现在能够触碰的存在 与之相比 自己如蝼蚁一般 差得太多了 退出新神 石海中的镜子消失 睁开眼 只觉新神恍惚 差点摔倒 短短不过片刻 这分身中的神石几乎消耗干净 真不知道 这太极图到底是何等强大的宝物 感叹片刻 盘西打坐恢复神石后 犹豫了半赏 忍不住心中好奇 用神石触碰那青铜大顶 跟先前太极图一样 神魂震荡 石海翻腾 武道强大的紫色静致 出现在石海 不敢参悟 连忙退出来 打坐半赏 恢复神石后 长长地淤了口气 看着镌刻于铜碑上的太极图和青铜顶 震惊他们强大的威能 也明白这并非现在的自己能够触碰的领域 但他们被镌刻于此 显然是留给门人弟子参悟 真不知道 这山的主人何等修为 居然拥有如此强横的宝物 想到这里 徐军名下意识朝山顶看去 心底涌起贪婪之念 不知道有没有留下来一件半剑 抱着万一的希望 收起这四座铜碑后 出了问道殿 绕过乾坤殿 沿着石阶继续向上 前行三千丈后 前方出现了一个山谷 山谷不大 加起来不过十几亩的样子 曾经绿意缭绕的山谷 现在裸露岩石 荒草早已化成灰烬 走到谷底 旁边崖壁上 开辟了一座石碑 尚书乾坤洞洞天 洞天的禁制格外强大 参悟片刻后 徐军名突然想起 自己在问道店中所得的两仪真解 上面记录的阵法和禁制 与这里有七八成相似 有了这个框架 再参悟就容易多了 不过 当他真正参悟铜碑上的两仪真解 和乾坤洞洞天中禁制时 才知道事情并不容易 前前后后花了十年 如果算上汇圆神门的加持 足足五千年 他才终于破开了乾坤洞中的禁制 带着期待的心情跨进去后 眼前景色大变 浓郁的太极先天灵气扑面而来 这是仅次于太初先天灵气的存在 汇圆世界中才有的强大灵气 其浓度比黄中 离演化出来的太初先天灵气 浓郁了无数倍 一片巨大的云海 映入眼帘 在云海中匍匐着一头庞然巨兽 它有着蛇一样的身躯 却有龙一样的尾巴 通体赤红 弥漫着强大的火焰灵气 奇异的是 它居然长着人一样的面孔 百万丈的身躯 盘绕在一起 仿佛太古神山一般 回想着 自己看过的所有关于太古 上古神兽的记录 徐军明心中一阵 竹龙 这是竹龙 只有竹龙才附和人面蛇身 通体赤红的特征 竹龙是太古神兽 天生的大罗神兽 不过 眼前这头竹龙满身死气 再没有了半点神威 难道这竹龙 便是这乾坤动天之主 催动顿法 朝前方飞去 距离越近 便越能感受到 这庞然神兽 散发出来的巨大威亚 死去亿万年 残留的气息 仍然如此强大 真不知道 他活着的时候 该有多强 徐军明心中惊叹 越过堪比 巨山大跃般的竹龙失身后 一株千丈高 甘精求知的苍松 歪曲地长在一片老石中 心中一震 徐军明飞身而去 来到境前后 感受到了那苍松中 浓郁的太极 先天轻木灵气 很显然 这是一株上品 先天灵根 那石头也不普通 是一整块太极先天灵石 徐军明不是没见过先天灵石 但没见过 如此巨大的先天灵石 圆驼驼足有万丈 来到境前 往那松树下的巨石上一看 一片开辟整齐的药田中 长满了各种珍稀灵药 绝大多数都是大罗集数 单是类似 浮屠山腰黄处 得来的子餐的灵药 就有十几种 看到他们 徐军明都笑傻了 巨大的兴奋充斥着神经 不知过去多久才平静下来 他看到的这些还不是全部 缓缓飞上松树树棺 百丈粗的树干 在普通人看来 完全跟平地没什么区别 在这里 横着一张丈许长 一尺高 两尺宽的长岸 一尊大罗陵宝级别的香炉 四卷玉碟 玉碟是太古时期修士记录 功法实用的宝物 此刻 三卷玉碟卷起 一卷玉碟展开 那展开的玉碟上神闻潦草 但却清楚地写着 红军老贼 背信弃义 夺我至宝 致我生死盗销 恨恨恨 乾坤道人 绝别 原来前辈道号乾坤道人 看着盘坐在长桌后面蒲团上 一身阴阳道袍 寿眉掌过眼角 浓眉大眼 形貌威严的老者 心中暗道 略做考虑后 徐军明跪了下来 今日 我机缘得到前辈道统真传 前辈当寿我三拜 三叩首后 老者身躯突然崩溃 渐渐融化成一团黑白两色 形如太极图的灵气 太出先天 阴阳根本气 徐军明一剑便认了出来 但凡根本气都蕴含造化 若是加一点化 这一团太出先天阴阳根本气 便能造化一尊 太出先天神灵 很显然 乾坤道人 便是这太出先天 阴阳根本气 生出灵石后 化形而成 现在他生死盗销 便再次恢复了最初的样子 看着这团珍贵无比的灵气 任无极这次 真是打通了通天道徒 这一刻 徐军明也不禁嫉妒起来 太出先天神灵 可是红军 三清这种级别的大神 许久才平复心情的徐军明 真而重之地 把这团价值无量的 根本灵气收起来 露出了原本悬浮于阴阳气中 缠绕先天灵气的布卷 这布卷背负两仪 奥妙无穷 是一件上品 先天灵宝 徐军明还是第一次见到上品 先天灵宝 早已在一系列宝物震撼下 麻木了神经的徐军明 捧着布卷 在先天阴阳玉炼成的 蒲团上盘坐下来 一股阴阳玄冥气 冲上头顶 头脑瞬间清醒了数倍 杂念顿消 虽不如我的青铜镜 却也是悟到的宝物 当然 乾坤道人宝物众多 可以用一件大罗顶尖的灵财 炼成蒲团 徐军明还没那么奢侈 这先天阴阳玉 正好拿来帮助任 无极祭炼本命灵宝 神石进入布卷 十二道先天大罗神 进入石海 乾坤图 稍加祭炼后发现 这乾坤图中 蕴含一个堪比地仙界的 虚无事件 展开这乾坤图 把敌人收入其中 颠倒乾坤 便能彻底绞杀 但这件难得的宝物 居然只被乾坤道人 拿来当法待用 里面装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东西 只是在无尽的岁月消磨下 大半都已无用 简单看了看后 挥手间 眼前出现了三样东西 一枚成人巴掌大小的黑色令牌 一枚玉盒 一朵三品黑莲 令牌是操控整个乾坤洞洞天 以及外面乾坤道场的药室 玉盒中 则是十八粒大罗品级的丹药 名幻乾坤补气丹 主要是辅助练气 其中蕴含阴阳灵气 适合任无级 林郑英他们服用 不适合徐军明自己 最后这朵三品黑莲 平滑的切口 表明它并非天造地设 而是从其他莲花上切了下来 内中蕴含的 也不是低级灵气 而是太初先天魔罗灵气 也就是魔气 如此高品质的魔气 让徐军明想起了 大名鼎鼎的魔祖罗侯 不管是不是 这东西都极为烫手 一时半会 他也想不好处理方法 暂时只能留在手里 桌上的东西 香炉虽然是大罗灵宝 但乾坤道人只拿它烧香 没什么出奇 四卷御碟 除了写满了恨的那个 剩下三卷分别是乾坤问道经 阴阳丹经 和两仪真姐的修行感悟 清点完了收获 他找遍整株松树 也没再看到任何宝物 尤其他想一睹为快的 太极图和青铜鼎 更是不见踪影 想到乾坤道人留下的那句话 看来是被红军的去了 此念一出 徐军明不由愣了 这太极图 不会就是老子手里的太极图 而青铜鼎 是女娲炼师补天的 乾坤鼎 摇了摇头 时间太久远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猜测 对还是错 不过 就算没有太极图和青铜鼎 这次他得到的收获 仍然是入道以来警戒 第0844章 分保乾坤洞 封起盘桃园 等徐军明祭练了控制整个道场黑色令牌后 便实现了对无极洞天的彻底掌控 同时也让他看到了整个洞天的全貌 这是一片飘荡在混沌当中 纵横800亿里 厚度500亿里的巨大岩石 岩石四周平坦 中间隆起仿佛一座巨大的岛屿 岛屿核心便是他先前看到的 直径30亿里 深达百万丈 已经干涸的湖泊 湖泊的中心便是他所在的无极山前昆洞 彻底地掌控了静置后 便彻底地来去自由了 催动混原神门 须与间 徐军明本尊 任无极 太乙真君 龙帝 熬天 从中走了出来 任无极闪电上前 把太初先天阴阳根本气 乾坤图 先天阴阳玉 乾坤问道金玉碟 乾坤补气丹 搂进了怀里 这些都是我的 谁都不准抢 这竹龙尸铁 外间八百亿土地是我的 熬天毫不落后 香炉我要了 太乙真君伸手一招 桌上上的香炉 飞进了他手里 无极山乾坤洞 日后就是我的道场 龙帝平静道 徐军明摇了摇头 感情我一番辛苦 好处都被你们瓜分了 哼 本尊 你不是 还有这要缘吗 三品黑莲也不错 正经的极品 先天灵宝 太乙真君笑道 滚 三品黑莲 只是残品 而且 里面的太初摩罗灵器 是个大麻烦 徐军明想了想 一直以来 我们都亏欠老二良多 难得这次 得到的宝物 都契合他的道徒 所以 太初先天阴阳根本气 乾坤图 先天阴阳玉 乾坤问道金玉蝶 乾坤补气丹 连带这座无极山乾坤洞 都给他了 任无极惊喜地转过身 真的 当然 转头看向龙帝 眼神期待 老三 龙帝点了点头 虽然乾坤洞中浓郁的太极 先天灵气 让他心动万分 但目前而言 有帝仙界充足的灵气 以及黄忠里释放出来的 太初先天灵气 已经够用了 太好了 你们真是我亲兄弟 任无极一蹦三尺高 满脸笑容 这家伙 真是懒汉得了毛驴子 高兴傻了 兴奋的任无极 难得没跟太乙真君吵嘴 香炉留下 天宫神炉已经不够用了 我要重新炼制一尊 啊 那这次我岂不是跟老三一样剃了光头 太乙真君嘟囔道 问道殿中得来的四块铜碑 除了记录太极图和乾坤鼎的一面 剩下的都给你祭练太乙金船 用珍贵的守山赤铜来记录功法 对徐军铭而言实在太奢侈了 太乙真君瞬间转忧为喜 忙不爹把香炉塞进了徐军铭怀里 这香炉在乾坤道人手里 只是焚香点辣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强 实际上 这香炉整体用顶级的 先天灵童祭练而成 内中的禁止 仿照乾坤鼎 是顶尖的大罗灵宝 在乾坤洞天内 充沛的太极先天灵气下 品阶也没有跌落 简直是完美的丹炉 正好适合准备尝试 祭练大罗灵宝 和大罗级别灵丹的徐军铭 收起香炉 其他的 就按照你们自己说的分配吧 不过 竹龙金血流下一滴 已被万一 敖天点了点头 他知道飞毒破法身 就要出事了 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太古神兽竹龙金血 就是最好的起点 鉴于龙帝这次没什么收获 将来炼制的大罗灵丹 先给他一半 对此众人也没什么意见 老二 这上品灵根级别的苍松 和这块灵石 是乾坤冻的中枢基药所在 我就不动了 但这松子 我要拿去入药 任无极痛快地点了点头 反正他得到的已经足够多 碰 任无极肉身炸开 化作一团精血 飞入太初先天阴阳根本气 很快这团珍贵的根本气 便化成了一团阴阳双色的大蛋 阵阵心跳声 从蛋中传来 同时周围的太极先天灵气 也蜂拥而来 阴阳大魔 乾坤图 骤光镜 先天阴阳玉等环绕飞舞 渐渐与大蛋中的契机 融合在了一起 看在眼里 太乙真君道 这家伙还真是个急性子 等他再出事的时候 肯定是大罗镜了 龙帝道 看来我们要抓紧了 我可不想将来 被他指着鼻子极小 太乙真君道 外面那家伙怎么办 凹天一挥手 灵气幻化成了银豹的身影 你带他去崇山世界吧 那浮屠山妖皇呢 他已经对大罗太勉强了 让他继续找吧 等我们成就大罗镜 再擒拿此妖也不止 话落 徐君明把掌控 无极山的黑色令牌 交给凹天 只留下这座高山 和乾坤洞就行了 剩下的融入崇山洞天 凹天点了点头 徐君明左掌摊开 手中出现了一件 闪烁黄色灵光的小锄头 正是天心锄 锄头一挥 下方药员被整体挖起 心满意足的手下后 把两仪真姐和阴阳丹金的御蝶 以及三品黑莲收起后 才反身离开 凹天祭练了控制无极山的令牌 驱使这片广阔的大地 彻底脱离跟地仙界的接触 穿越茫茫混沌 朝崇山世界飞去 龙帝和太乙真君都回了地仙界 徐君明本尊回崇山居安置药园 处理这次的收获 而分身则再次回到了天庭 因为任无极在闭关修炼 两仪荡魔真君仙府中 只剩下了他自己 如今 孙悟空已经在盘桃园 当了三年的看管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了 催动胡天神行术 悄无声息地来到了盘桃园 其实 整个盘桃园中的桃子 都是佛门给孙悟空的福利 否则 随便一个人都知道 猴子爱吃桃的情况下 怎么可能还让他 做盘桃园的看管 这种把老鼠发进米缸的行为 除非是玉帝脑子瘸了 就是早有安排 徐君明更愿意相信后者 无数盘桃下肚 孙悟空的修为水涨船高 短短几年 已经是太义真仙 好在徐君明修为更高 倒是不愈被他发现 三年时间 那些关注这里的仙神 也开始懈怠了 在盘桃园外 徐君明并未看到 多手窥视的眼神 早就悟透了盘桃园 禁止的徐君明 很容易便进来了 找到孙悟空 这猴子吃饱喝足 正躺在一颗枝叉上呼呼大睡 下方是吃剩的果盒 以及很多咬了半辣的桃子 真是抱殿天物 徐君明也不嫌弃 把所有的果盒和咬了半截的桃子 都收了起来 果盒培养成林根 他不需要 但可以给崇山门下的弟子 怎么也都是 太乙级别的仙根 极为珍惜 半辣桃子 可以炼成太乙灵丹 给门下弟子服用 也能增加他们的修为 当然 他来这里 也不单纯为了 捡这些破烂货 观察了一下盘桃园中 各棵桃树上 桃子剩下的数量 徐君明开始摘了起来 这棵摘两个 那棵摘三个 保准你看不出来 反正这一园子桃 那一定就是孙悟空的 别人也不会管 这猴子吃起来 不管不顾 哪会数多少个 结果满园的桃子 倒是有三分之一 进了徐君明的兜里 桃核更是收了无数 时间也过去了十三年 这一天 徐君明突然临台预警 心中明了 身影瞬间消失 摇台天宫中 往母娘娘面前 悬浮一面巨大的水镜 镜中显示 正是盘桃园中的情形 看着树上西树的盘桃 眼底闪过一丝煞气 转瞬间又变得无奈起来 虽然贵为王母 在外人看来 高贵显赫 掌管地仙界万千女仙 但世界上 真正掌控整个世界 至高权力的 是高居黎恨宫的 太上老君 以及在西天 大雷音寺中的 如来佛祖 整个西游 其实就是当年 老子西出寒谷官 让多宝道人化 胡为佛 分去佛门 契运后的补偿之一 明明是道门的补偿 结果 他天庭也跟着倒了大霉 满园的盘桃 都被扶到两门算计了去 深吸了口气 大秀一挥 涅滅水尽后 来人 一个金甲天 将阔步走了进来 娘娘有何吩咐 摇池圣会将近 让七仙女三日后 去盘桃园采摘盘桃 遵令 天将转身离去 也罢 便让我看看这佛门 清静心力培养的 护法战神 到底有几分橙色 三日后 七仙女如月而来 藏身在暗中的徐军明 亲眼看到了 经典的一幕 不过这猴子 还真是不会怜香惜玉 这么漂亮的七个女仙 摆在面前 居然无动于衷 七仙女虽然并非 王母嫡女 而是摇池金莲化生 但各个国色天香 而且资质不凡 徐军明想了想 大袖一挥 把七仙女收了进去 在天庭 他们注定只是 仙佛们的棋子 不是下凡嫁董勇 就是被牛郎偷了衣服 境遇凄惨 到了崇山世界 凭借他们的资质 努力修行的话 未必不能有一番成就 做完这些 徐军明悄悄跟了上去 孙悟空在天庭中 很快问明了 盘桃大会举办之地 不过这次 他倒没碰上赤脚大仙 猴子吃饱喝足 徐军明没去 动那些鲜酒鲜果 此时他清晰地感应到 越来越多的存在 把目光集中到了这里 贸然动手只会暴露自己 第0845章 花果山大战 七大圣返天 和醉酒的孙悟空 左摇右晃 平日里三步一岗 五步一哨的天兵们 今天消失得一干二净 从举办盘桃盛会的 光明殿 走到披香殿 晨光阁等 居然一个天兵都没看到 若是中间没猫腻 怎么可能 孙悟空喝着酒 醉眼朦胧 突然 一股微弱却坚韧的 牵引之力 从远方飞来 徐军明心中一动 太上法力 孙悟空肆无察觉 随着那牵引之力 摇摇晃晃出了宝阁 直朝33天最高的离痕天飞去 徐军明没有跟上去 老君虽然只是一个大罗真 先境界的分身 但背后站着的确实太清圣人 他还没准备好 现在就进入圣人的法眼 而且 集中在孙悟空身上的目光太多 就算进了都率功 也会被人发现 要是能从八卦炉中 得一朵紫青都率火就好了 有了从乾坤道人那里得来的香炉 稍加祭炼 就能作为炼丹炉和炼气炉 但唯一比不上天宫神炉的是 其中没有合适的炉火 眼看没什么讨便宜的机会 徐军明悄悄地进了摇池 此刻太阳宫中 玉帝坐在上手 左边太白金星 文曲新君 火德新君 水德新君陪坐 右边是武曲新君和十二元臣 这些都是玉帝多年来 培植的亲信 大殿上方 巨大的水径上 赫然正是孙悟空 等他进了兜率宫后 水径上变得空白一片 玉帝眉头微皱 显然这水径树 还看不透老君的道场 屈指一弹 水径消失 离恨天的那位 还真是舍得 居然让那 胡孙进了兜率宫 武曲新君嘲讽道 文曲新君 许世林看了他一眼 没有多说 当初他之所以被杀 就因为为王前驱 清扫佛门在天庭的势力 结果他高看了玉帝的魄力 在托塔天王里 竟纠结四大天王 以构陷同僚 兴起冤狱的罪名 把他打入天牢后 玉帝并没有站出来保护他 结果害得他被抽去仙谷 打落凡尘 若非遇到机缘 败入崇山门下 如今只怕还在尘世中挣扎 而且 要不是祖师要求 他都不会再投入玉帝门下 看着武曲新君 他仿佛看到了当初的自己 又一个傻子 文曲新君心中嘲讽 而又自嘲 看到无人应声 武曲新君觉得没趣 便不再说了 玉帝深深地看了 盐水尽忠的都帅恭候 太白金星 陛下 待会你曹你圣旨 让托塔天王戴哪吒 聚灵神等下界降妖去吧 臣遵旨 反正 佛门已经把一切都准备好了 他也没有反抗的实力 只能被动地接受 心中觉得屈辱的玉帝 挥了挥袖子 都散了吧 待会准备上朝 恭送陛下 待玉帝离去后 众人出了大厅 文曲新君 刘布 许士林转过身 看着走过来蜀头人身 身穿白袍的仙人 抱拳毅力 原来是子蜀兴君 士林 你我同朝为官多年 不必如此 礼不可费 你呀 你呀 笑着虚点了许士林几下后 你回转天庭后 我等还会好好聚过 择日不如撞日 去我的甘露殿 喝上一杯如何 我那里有上好的火灵仙酿 多谢子蜀兴君相邀 只是许士林答应那人散朝后 要早些回家 只能说声抱歉了 抱拳深深一礼后 转身离去 士林 士林 呼唤了几句 不见许士林回头后 子蜀才放弃了 大哥 文曲新君自从转节归来 真是性情大变 处处锦小慎威 独来独往 跟他之前真是判若两人 看着远去的背影 丑牛新君上前道 唤我是他 为人卖命 不仅没得到好处 最后 反而被恩主抽去仙谷 打下酒忧 不得不转世重修 肯定也会跟他一样 害诸新君顿了一下后 大哥好像对他很关注 这文曲新君独来独往 身上气息 掩饰得滴水不漏 我倒是很好奇 他修为几何 子蜀新君道 他刚刚转节归来 现在宠其量 就是鸳鸯真仙而已 丑牛新君道 看了他一眼 子蜀新君转身离去 虽然他不确定 许士林的修为 但绝非鸳鸯真仙 否则自己靠近他时 就不会感觉到 莫名的威胁 走吧 天界即将大变 我们回去后 立即闭门苦休 那孙猴子 没被处理之前 不要出来 众元臣点了点头 跟着子蜀新君离去了 孙悟空 吃饱喝足 醒了酒后 意识到大事不好 卷了不少丹药和鲜酒刮骨 逃下天宫 回了花果山 太上老君高坐到台上 手中浮沉一挥 被孙悟空弄乱的兜帅公 迅速恢复了原样 一个扎着总脚的童子 走了进来 骑兵老爷 张师兄来了 让他进来吧 童子出去不久 一个身穿道袍 先锋道鼓的中年人 走了进来 张道陵拜见恩师 起来吧 张道陵起身在旁边的蒲团上坐了下来 你怎么来了 那猴子捣乱都率公 弟子虽奉命不准干涉 但到底心中不安 故而才在那 胡孙离开后 来都率公问安 老君点了点头 难得你有这番孝心 虽然弟子不该智慧恩师的决定 但我们如此帮助佛门 岂不是再损害我到门实力 此乃为师当年在寒谷关外化胡为佛时 欠下的因果 总归要偿还 挥了挥手 示意张道陵不必多言后 回去吧 不用过问孙悟空的事 师父语气坚决 张道陵也不敢不从 弟子告退 去吧 看他离开 老君叹了口气 你怎知 这是天 要重佛一道 非为师之意啊 回到花果山的孙悟空 对底下孙小妖们讲述着自己在天庭围观的种种所为 顺便把得来的丹药 灵酒和鲜果 分给底下群猴 孙时的法身于荣王变化身形 引在猴群中 偷偷把各种丹药都取了三粒 各种瓜果也取了三枚后 悄悄离开 若非师父交代 他也不会做这样的事 刚离开水帘洞 但见远方飘来大片乌云 不过片刻就把整座花果山围的密不透风 大胆孙悟空居然敢捣乱盘桃大会 今日奉玉帝之命 特来请你 还不快快束手就请 四大天王 三十六天刚 天鹏元帅 又胜元帅 聚灵神 哪吒三太子 扑塔李天王等天庭兵将清朝而出 看着天空中的赫赫镇时 就算是孙时也不由感觉到振振压力 孙悟空虽然心中也有几分惧怕 但此刻众目睽睽之下 却不敢高挂免战牌 在群猴崇拜的眼神中 擒着金箍棒 身穿金甲 硬着头皮 来到花果山上方 很快就跟四大天王站到了一块 引在猴群中的孙时 很快就发现了异样 实力达到太乙真仙的四大天王 虽然看起来跟孙悟空打得火热 但并未用多少杀招 反而像是四个陪练 不断磨练孙悟空的战绩 同时 也让陈姬在他体内 大半未曾消化的丹药 果肉 快速炼化 转化为法力提升修为 为何会如此 孙时百思不得其解 关于孙悟空的事情 除了徐军明 龙帝 人无疾 敖天 太乙真君外 整个崇山书院在无人知晓 四大天王和孙悟空 这一战打了七天七夜 最后才在四大天王 炸败中结束 这一战后 原本不过太乙真仙中期的孙悟空 已经到了太乙真仙圆满 还未等天庭的人上来 他直接杜劫了 被佛道两门堆积资源 培养出来的孙悟空 根基深厚 底蕴强大 三九二十七道风火雷劫 一道新摩羯 都平安地度过了 成就太乙玄仙的猴子 一起风发 面对天庭大军 再也没有了先前的惧怕 父亲 这一战让我去吧 会暗行者木渣 从植入园门 败倒在李靖率仗下 我儿子会来此 李靖满脸惊喜 亲自走下去 把二儿子扶起来 比起惹是生非的三子哪吒 他更喜欢金渣和木渣 儿子随恩师来天庭公干 文廷副帅在此情拿妖猴 战士绵延 便请命前来相助 我儿来得正好 妖猴难治 下面便有你出战嘛 孩儿遵命 看他们父子对话 旁边诸将眼观鼻鼻关心 虽然畏惧佛门威势 不得不过来演戏 但大家心里都有些不情愿 能避免出战那是最好 哪吒三太子 虽然跟李靖这个父亲 关系不咋地 但跟金渣和木渣 这两个兄长 关系还好 碍于场合 只是点了点头 并未多言 木渣微笑着朝弟弟 点头示意后 到提魂铁棍 出了原门来战孙悟空 实际上 他手里还有更厉害的兵器 无钩双剑 但这宝贝随他的本尊 在洪荒世界 不在这里 太以悬仙修为的木渣 也曾在风神演义中 随武洲讨伐殷商 征战沙场 战功赫赫 是少数肉身成圣的 产教三代弟子 故而一身棒法战绩 不比孙悟空弱 甚至修为 比刚刚突破的孙悟空 还强一些 但碍于佛门的大计划 只能压制了部分实力 第0846章 佛 妖境出 大战风雷起 这一战又是三日过去 情况跟先前四大天王 战孙悟空时一般无二 随着吃下去的灵丹仙桃 不断被炼化 孙悟空的实力水涨船高 太极先天神灵之体的潜力 被不断地挖掘出来 开始需要压制部分实力的木渣 现在出全力 都要被孙悟空压着打 一看目的达到 木渣虚晃一招 跳出圈外 李天王一看目的达到 便贺令众仙 群战孙悟空 周围的天兵 更是直接朝花果山杀了过来 孙师发现 这些天兵天将对孙悟空处处留守 但对花果山这些猴妖鬼怪 却痛下杀手 战阵之下 成片的妖魔被斩杀 虽然恩师曾经交代 不要参与花果山的杀戮 但此刻看着如此多平日相处 多时的猴妖被杀 一股愤怒在孙师心中越积越高 就算拼着恩师责罚 也要给这些天兵一个教训 心念既定 拿出一根青色大棍 太以悬仙级别的法力滚滚而下 青色大棍迎风见掌 不过须于 已然有万丈之据 一个简单的横扫乾坤 庞大的青色大棍 仿佛大跃横飞 但凡挡在前面的天兵天将 仿佛破步娃娃 轻易被打灭 一瞬间 乌云密布的天空中 出现了巨大的真空 数万天兵陨落 突然变化 瞬间惊动了所有围观者 此妖是谁 在不同的地方 无数人发问 五哥 正因为无数花果沙狼被杀 急得眼睛发红 却被哪吒 巨灵神 四大天王等死死缠住 难以帮忙的孙悟空 激动地大喊起来 屈神大胜于荣王在此 而等休得猖狂 暴烈的声音响彻天际 不过六尺的鱼戎王 扛着大棍 在无数眼神汇聚下 说不出的伟案 看到这一幕 徐军明不由摇了摇头 这猴子 你不管 旁边太乙真君问道 算了 由他去吧 左右 不过是一个法身 突然的意外 让托塔天王 理尽神色格外难看 三十六天罡 去灭了那妖猴 虽然不愿意 但三十六天罡 却不敢为命 各写法器 群战于荣王 三十六天罡 虽然单独一个 比不上于荣王 但组成三十六天罡 大阵 却未能惊人 把于荣王压制了 大战越发激烈起来 就在花果山附近 观战的彭魔王等 神色变得复杂起来 他们也是七大圣之一 虽然当初 结拜各有目的 但却不能否认 结义的事实 突然 一刀巨大的锋刃 惊天而过 成千数万的天兵 被瞬间斩杀 通风大圣弥猴王在此 谁敢挡我 一个体格粗壮的猿猴 拿着大关刀 一刀斩出 便是万千锋刃相随 六个 孙悟空越发激动起来 托塔天王 理尽神色阴沉 哪吒 你去挡住他 虽然不愿意 但事关重大 他也不得不遵令 哪吒跳出战圈 去挡住猕猴王 但李靖的心却 并未放下 因为他也清楚 孙悟空的兄弟 有七个 一道黑影 比闪电还快 瞬间穿透了万千军阵 紧接着倒到枪影 从天而降 瞬间破开了 四大天王的封锁 孙悟空心中一阵 金箍棒化作万丈巨柱 带着狂暴的距离 横扫四方 不好 李靖脸色大变 迅速记起掌中 三十三天玲珑宝塔 巨大的金塔 挡住了金箍棒 动 晴天俱阵 玲珑宝塔被打飞数百丈 但孙悟空的灵力 一击也被化解 四大天王慌忙收紧封锁 再把孙悟空困住 木扎不带吩咐 提起混铁棍 挡住那长枪 来着是一个背后 长着金色双翅的大妖 混天大圣彭魔王在此 而等休得猖狂 呼 狂暴的吞袭之力 化作重重风暴 卷起十万天兵 一头巨大的青色巨尸 出现在半空 宜山大圣师陀王在此 伴随着冲天大水 一条万丈蛟龙翻腾而来 澎湃的水势 扯碎万千天兵 富海大圣焦魔王在此 梦 通天彻底的牛叫声 撼动苍穹 一根黑色的十万丈铁柱 仿佛一座黑铁大月 横扫而过 巨大的刚风 呼啸百万里 一尊牛头人身 身高数万丈的庞然大魔 迈着惊天动地的脚步 冲了过来 诸位兄弟修慌 平天大圣牛魔王来演 七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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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声或低或高的惊呼 从地仙界各地响起 这一刻 这七位最低太乙玄仙 最高太乙金仙的妖族强者 彻底成了地仙界 亿万修士的焦点 这一刻 林山诸佛神色阴沉 这一刻 玉帝 王母在角落里大笑 这一刻 太上老君神色难明 这一刻 万千被天庭欺负过的人族 巫族 妖族 只觉得热血沸腾 往日的冤屈 仿佛找到了倾斜的渠道 甚至无数妖族受到了感召 骑骑朝花果山飞去 看着徐军明截起的手印 太以真军道 当年 你让孙时在牛魔王他们身上 种下四项禁神符 不会就为了此刻吧 淡淡一笑 既然佛门想演戏 我就陪他们演得真实一点 要是他们折损在此呢 七大圣除了孙悟空和孙时法 身于戎王 那个不是识人无数的妖魔 他们战死在此 就当是恕罪了 缓缓点头后 看着水镜中的画面 这场大战波及的范围 越来越大了 看着飞速像花果山云集的 妖魔鬼怪 徐军明也有些意外 就让战火烧得更猛烈些吧 没了这些痴妹亡俩 各地人族也能安稳一些 灵山大雷阴寺 佛光普照 一片祥和 广阔的佛堂上 一面千丈水镜 把花果山中的一切 呈现在众佛面前 如来佛祖高左中央 面尘如水 这场大战 原本是为了提升孙悟空的实力 并借着打败天兵天将的机会 扬明天下 结果 随着七大圣的参与 以及无数妖族的加入 便成了一场天庭 佛门与妖族的大战 漩涡越来越大了 只凭借佛门在天庭中的力量 已经难以平息 权衡再三后 大势智 日光 月光 虚空藏 金刚手 药王 金刚手 金刚拳 药上 宝谈华 诸菩萨越重而出 而等各代弟子 赶赴花果山 迎战诸妖 尊法旨 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世尊 令你带领八部天龙 天重 龙重 阿修罗 锦纳罗四部 赶赴花果山迎战 尊法旨 唯陀菩萨 世尊 令你携四大金刚 五方接地 十九迦兰 赶赴花果山迎战 尊法旨 文书 普贤 世尊 令你二人带领二十四诸天佛兵 赶赴花果山迎战 尊法旨 随着如来调兵遣将 灵山诸佛 几乎倾巢而出 浩荡的佛光 回荡三百万里 整个地仙界 都震动起来 这一刻所有势力 都把目光 集中到了花果山 这一刻 一感青色大帆 出现在北巨 芦州上方 这巨帆遮天蔽日 无数灵光闪烁 万千妖族 都受到了感召 招妖帆 瞬间有人认了出来 事情闹大了 徘徊在冰原中 寻找徐军明迎报踪迹的 浮屠山妖皇 看到天空中的巨帆 脸上露出挣扎 但由于片刻后 一跺脚 冲天起 招妖山天妖宫至尊殿 这是一座轻易 不会开启的大殿 甚至很多妖族中其一生 都没见过 这座招妖山 最华丽的宫殿开启 但今天 它打开了 一道道强大的气息 从四面八方 飞驰而来 强大的妖气 遮天蔽日 红阔的至尊殿中 有七座宽大的座椅 浮屠山妖皇 坐在东北方位的 一张椅子上 渐渐的 其他六张椅子上 坐满了 强大的妖气 在大殿中回荡 压得周围数百位 太乙金仙喘不过气来 他们虽然在外界 受人尊重 但在这些 大罗敬妖族面前 连坐的资格都没有 坐在正东方大椅上 是一个身材瘦高 相貌俊美的男子 想必各位 都注意到了 花果山的大战 佛门清朝而出 我们妖族五大势力 要不要参与 几个小妖子 做主张掀起大战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 浮屠山妖皇冷声道 现在已经不是那七大圣 自己的事情 无数东海 东圣神州 南瞻布州 和北巨卢州的散妖 被他们感召 加入花果山 反抗天庭和佛门 整个地仙界都在关注 若是我们不参与 天下修士 怎么看我们 以后我们还怎么领袖妖族 白虎族老祖白鹰怒道 他本在万寿山武装官厅 镇原子讲经 看到花果山大战爆发 招妖帆横贯天穷 这才急匆匆赶来 白道友说得不错 我们不能任由佛门杀戮我妖族 否则 我们妄为地仙界妖族首领 将来去往洪荒世界 也难以面对诸多同族 一个身穿凤袍 气息滑贵的女子开口道 我北明宫负义 最先开口的俊美男子道 招妖山负义 身穿者黄袍 头戴铁金冠 身材雄壮的大汉道 我孤家寡人一个 但也愿意为妖族赴死 一个身穿轻袍的老者慷慨道 五妖目光 集中到了浮屠山妖皇身上 看我干什么 难道我徒征 是怕死之辈不成 害怕 既然大家种之成成 那我们就敬起大军 与佛门一战 俊美男子 北明宫之主 北明妖尊寒娇大孝宗 净显豪迈慷慨之气 当无穷妖气 从北距卢州和南瞻布州 飞向花果山的时候 整个地仙界被烫伤了 原本不在意的佛门弥勒佛 乌朝禅师 地藏王菩萨 甚至如来佛祖 神色无不正重起来 妖族虽然不负上古时期的辉煌 但也是天地大族 如果与之一战 佛门就算胜了 也会损失惨重 这绝不是他们要的结局 本尊 你好像完大了 太乙真君看着漫天妖气 心中激动 徐军明也没想到 他只是想让七大圣 耗损佛门实力 没想到 最后居然撼动了 整个佛门和妖族 离恨天都率宫中 张道林站在一边 老师 这是耗损佛门实力的好机会 老君眉头紧皱 摇了摇头 腰 佛大战 亿万生灵陨落 天地大捷 如果任由他们发声 我们道门也难以独善其身 想到这里 老君把手腕上的金刚镯摘下来 继起之后 一道金圈从天而降 孙悟空正在上方跟四大天王争战 冷不防被金刚镯打在头顶 脑中一疼 瞬间晕了过去 金刚镯困了孙悟空 闪电般带着他飞上天庭 在众妖还没反应过来之前 便已消失 紧接着 天庭众神 仿佛听到了什么吩咐 快速收兵 消失得一干二净 没了对手 花果山群妖面面相去 虽然有妖教 削着杀上天庭 就出孙悟空 但七大圣没再出手 别人也没这本事 天庭回缩的同时 佛门也缩了回去 眼看对手没了 妖族也不得不罢首 一场席卷地仙界 佛妖两道的大战 就这么虎头蛇尾地停止了 第零个四七章 大闹天宫 玉帝暗怒 就这么结束了 看着退缩回去的佛 妖大军太以真君遗憾道 本就是个意外 佛门和妖道都不想真打 天庭一缩回去 自然就退了 徐军明叹了口气 只是没想到 太上老君 会亲自出手擒拿孙悟空 佛门若是跟妖道大战 耗损双方实力 得力的是他的道门 太上老君怎么会干涉 太以真君想不通 或许是怕波及道门吧 毕竟佛妖大战到了激烈处 道门也无法独善其身 到时候就会演变成一场 蔓延整个地仙界的大厮杀 死伤无数 太以真君点了点头 那七大圣怎么办 徐军明手中硬绝翻飞 远在亿万里之外 牛魔王 彭魔王等人体内的四项风神符 无声无息消散了 再也不会有人发现 他们曾被人暗中操控 七大圣各有背景 此番回去免不了被问询 而太上老君 八卦奴练孙悟空的时候 必然会查看一番 他的四项风神符 虽然神妙无方 但也没办法挡住 诸多大罗修士的探查 现在事情结束 还是早做打算的好 是不是该让孙时的 弥猴王法伸回来 继续在花果山留下去 佛门的人不会放过他 这个最先出头的七大圣之一 差点掀起佛 妖大战 别说是佛门 就是天庭也会除之而后快 让他去崇山世界避避风头吧 徐军明道 妖族大军各自退回北巨卢州和南瞻布州 过了半年才各自散去 北冥妖尊寒娇是先天蛟龙成道 一身寒冰道法 霸道无比 成道大罗后 创立北冥宫 跟北海龙族平分北海 麾下亿万妖兵 实力广大 把大军交给各自将领 回去安置后 寒娇来到自己的北冥宫 守卫宫殿的卫兵连忙行礼 少主回来了吗 回来了 正在寒光殿陪伴王妃 寒娇点了点头 大步走去 左右路过的卫兵侍女连忙失礼 大家都看得出来 大王的心情不太好 来到寒光殿 进去便看到身穿铠甲的富海大圣焦魔王 火气越发庞大的寒娇 上前就是一个耳光 逆子 你好大的胆子 若非我催动招妖帆 发动妖族大军 你现在已经死在了佛门秃驴手中 寒娇暴怒道 好了 你别打他了 萧儿已经知道错了 旁边衣着华丽 气质华贵的中年女子 连忙起身阻拦 慈母多半 都是你护着她 才让她变得目中无人 差点闯下大祸 女子拦住寒娇 连忙转过身 萧儿 还不快来给你父亲赔罪 焦魔王寒娇知道 这次自己闯的祸有点大 不敢降嘴 扑通跪了下来 父王 孩儿知错了 你错难了 孩儿不该不听父言 妄自参与花果山大战 寒娇吸了口气 冷声道 当初我是怎么交代你的 孙悟空可教 但不可深交 更不让你参加天庭对花果山的争较 我的话 你都荡耳旁风了吗 孩儿不敢 只是当时一股热血涌上心头 一冲动就跑出去了 现在想来也后悔得很 寒娇脸色微扁 你过来 寒娇脸上露出愁躇 畏惧之色 放心 这次我不打你 寒娇这才挪不过来 一把抓住儿子的臂膀 神识法力伸入体内 并没有发现异样后 才松了口气 你大错住城 不能轻饶 罚你去寒冰阁 闭关三百年 滚吧 寒娇如蒙大赦 连忙跑了出去 这个臭小子 寒娇摇了摇头 这么多年 他身边的女人 女妖都不少 可惜至今为止 就寒娇一个子嗣 若非这儿子资质不凡 三万年就已经修炼到 太乙玄仙境界 将来他飞升上界后 北明宫偌大的基业 都无人继承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昭摇山 浮屠山 南瞻不周凤凰陵 不过彭魔王 尸陀王他们 可不像寒霄 家世显赫 有处罚 也只是象征性 不过身为各大妖族的 中流砥柱 修为强大 也是嫡系 杀 虽然不会杀 但打一顿 肯定是免不了的 天庭这边抓了孙悟空 仍然按照当初 定下的计划走程序 刀砍剑销 雷劈火烧 接耐合不了孙悟空后 进了太上老子军的炼丹炉 高坐到台上的太上老君 用炉中火 断烧孙悟空 当然不是把他烧死 而是把他体内淤积的药力 十几年 吃下十几万盘桃积攒的灵器 五亿肉身 增强他的修为 几日之后 眉头一皱 这猴子体内的灵器 怎么少这么多 难道盘桃并未被他全部吃下 掐指一算 并无所得 摇了摇头 没再多管 他只答应如来 助孙悟空炼化体内药力 增强实力而已 七七日十九日过去 孙悟空的实力 已然达到了太乙玄仙巅峰 只差一步圆满 火候差不多了 铜儿 开炉 金角 银角两童子 遵照吩咐 打开炉盖 一个双眼 绽放金光的火人 从丹炉中跳了出来 凌凌威风 吓得两童子抱头鼠窜 被太上老君炼成火眼晶晶的孙悟空 心中淤积着四十九日被困得怒火 猛然抽出金箍棒 狠狠打在脚下丹炉上 东 一声巨响 阵阵碎裂声中 八卦炉裂成树般 滔天烈火 席卷都率弓 太上老君看在眼里 瞬间震怒 他这八卦炉 并不是金铜锁炼 而是玄黄土炼成 虽是大罗品级 却算不上太坚固 炼丹数百万年 一直在兜率弓中 从未出过差错 不期今日被这猴子打坏了 若非答应了如来 太上老君 现在只想拍死这猴子下酒 深吸了口气 大袖一挥 挡住烈火 护住两个铜儿 耽搁了这一会 整个兜率弓都要着了 大罗级的灵火极为霸道 伸手一指 金刚卓飞上半空 把所有火焰全都收了进去 渐渐的火势开始控制下来 就这么一会 霸道的紫青都率火 已经烧穿了都率弓 破碎的丹炉 从中坠落凡尘 整个犀牛鹤州 都看到了从天而降的火光 早已等待再次的龙地 背后大五行神光冲天起 在八卦炉坠地的刹那 收走了大半紫青都率火 残留的这些火焰 点燃了四面八方的植被 不过片刻 方圆八万里内 化作滚滚火海 人畜之类死伤无数 太上老君从天空下看 摇了摇头 他这紫青都率火 是从八锦宫灯中 得来的先天烈火 如今沾染了后天之气 不能再用了 屈指一谈 金刚卓从天而降 取走了八卦炉残骸 留下了一座巨大的火焰山 再说孙悟空 打翻八卦炉 逃出都率弓后 居然不去灵霄宝殿 而是直朝南天门飞去 显然是打算一路逃下结局 看在眼里 如来老佛脸都黑了 让你大闹天宫 你居然想溜 这还了得 当即命令四大天王 截住孙悟空 让李天王 鹅渣 三十六天刚围住 连番大战 顺便把他往灵霄宝电影 王灵官镇守灵霄宝殿 一看孙悟空过来 当然要阻拦 但现在的孙悟空 在炼丹炉中 被太上老君炼了一通后 实力几十倍的提升 早已飞仙前在花果山市可比 王灵官虽然实力强大 却也难以拿下他 眼看天兵天将越为越多 孙悟空心中越发的焦急 若是再不走 恐怕就要被抓回去 被人烤着吃 一个要走 一个要拦 斗法越来越激烈 玉帝看着乱成一团的灵霄店 脸色铁青 他不是傻子 看得出来 佛门一众兵将 根本就是出功不出力 有心让孙悟空大闹天功 这简直就是打他这个玉帝的脸 经此一战 天庭威严扫地 他更没脸领袖群伦 佛门 玉帝恨得咬牙切齿 当初如来佛祖 可从来没跟他说过会大闹天功 突然 一道犀利至极的光芒 直朝玉帝额投射来 惊慌之下 连忙后退 突然身后传来一股大令 不察之下 瞬间跌倒在地 狼狈的样子 被众神看在眼中 自然少不了一番鄙夷 就在玉帝心中暴怒的时候 一阵强大至极的威压 从天而降 下一刻 浩瀚的佛光缠唱 无边的云气霞光 仿佛大日当空 笼罩整个天庭 阿弥陀佛 仿佛雷鸣般的佛音 醍醐灌耳 让人心中不由自主升起 跪倒在地 皈依佛门的念头 如来佛祖 众神瞬间明白过来 接下来就是猴子 在如来掌心撒了抛尿后 被无情镇压 至此 佛门打算让孙悟空 踩着天庭的脸上位的计划 终于完成了 虽然有花果山的意外 但大体还算如意 看着从天而降的如来佛祖 玉帝嘴角扯动 心中恨意绵延 但奈何形势比人强 就算他再不满 实力不如人 也必须要忍着 好在几十万年 玉帝也不是白当 深吸了口气 神色瞬间变换 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 走下单臂 多谢佛祖援手 否则朕只怕殒命在此 玉帝不必多礼 斩妖除魔 维护天地安康 乃是我佛门弟子 修行之要旨 第零八四八章 兜率神火 崇山门徒 陛下 今日多亏佛祖 我天庭得以降服妖猴 以微臣之意 当举办安天大会 既招待佛祖至尊 也能抚慰多日苦战的众天将 托塔天王月仲而出道 臣复义 三十六元 陈出炼 陈复义 四大天王出炼 很快 整个隶属于佛门 或者跟佛门关系深厚的仙神 纷纷出声帮助 玉帝神色异冷 但很快恢复了正常 托塔天王提议甚好 太白惊心 陈赞 这你督办安天大会 招待佛祖 安抚众仙神 陈遵旨 佛祖 朕身体不适 休息片刻再来拜见 陛下尽可离去 玉帝汗首后 转身离开了灵霄殿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如来佛祖目光闪了闪 并无一样 回到自己常驻的光明宫 玉帝平退左右后 碰把旁边自己喜爱的琉璃盏打碎在地 该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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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佛们 什么道价 都不把我放在眼里 好好好 你们欺负我 我就让你们全都完蛋 这次大闹天宫 彻底让他看清楚了 自己在天庭的地位 用不着的时候 他是众神口中的玉帝 用着的时候 他就是佛道两门手中的棋子 吸了口气后 暴怒的情绪稍稍平复 从法袋中拿出一朵黑色莲花 暂且忍耐一时 现在如来佛祖还在 佛门对魔器最敏感 万一这时候联系 很容易暴露 巨大的水镜中 看着那从天而降的五指山 太义真君 微微叹了口气 这场天庭的漩涡 总算是结束了 玉帝的脸 估计也被佛门给删黑了 没有实力 注定他只是个傀儡 随着说话声 龙帝的身影出现在身后 徐军鸣转过头 言语中透着期待 拿到了 一道五色光滑出现在半空 即便有大五行神光的隔绝 也能清晰地感应到其中的炙热 好霸道的紫青都帅火 催动胡天法符 一层厚厚的空间屏障展开 左掌摊开 一座朴实无华的三足丹炉 出现在掌中 把紫青都帅火放出来吧 龙帝点头后 放开大五行神光 刹那间 一道宣赫之急的紫青焰火冲天起 霸道的火焰 如同怒涛席卷八方 即便早有准备 徐军鸣和太义真君 也惊讶于这紫青都帅火的强横 多 徐军鸣眼几手快 掌中 丹炉冲天起 一股强大的吞吸之力散开 漫天紫青都帅火 被丹炉吞了进去 渐渐的 一层淡淡的悬光 从三足丹炉中冲起 同时 一层层深紫色的玄奥符纹 从炉体中绽放开来 等到所有紫青都帅火 全部被纳入后 三足丹炉光芒大放 浓郁的紫黑色灵光 嚼嚼如烈日一般 巴掌大的体型 也变成了三丈之举 徐军鸣挥手间 浓郁的泰出先天灵气滚滚来 里面的紫青都帅火沾了这灵气 仿佛在火焰中倒入汽油 瞬间高涨起来 澎湃激荡 犹如牛吼 强大的火焰 在丹炉中左冲右突 却始终无法冲破丹炉的封锁 同时 三足丹炉上的灵光也更强了 前后过了三日 强大的紫青都帅火 终于把丹炉上左右的静止 全部激活 上下六重紫色静置 仿佛美丽的花环 烙印在铜炉之上 徐军鸣迷醉地看着铜炉 虽然他并不完全契合自己的要求 但这确实是一尊比天宫神炉 更强大的炼丹炉 以这先天灵瞳的资质 足以炼出顶尖的大罗灵宝 乾坤道人手里宝贝太多 只把他当作香炉 徐军鸣可没那么奢侈 只不过 他现在力有未歹 只能暂时如此 随着他不断祭炼 三足铜炉上的灵光逐渐消散 炉内暴涨的火光 也逐渐平复下来 炉体上献出紫之二字神文 紫之鼎是这尊新丹炉的名字 缓缓睁开双目 太乙真君和龙帝都已经离开了 伸手一招 紫之鼎缓缓入手 一股温热的感觉入手 神石进入 丹炉内的空间极为巨大 而底部则是一团巨大的紫青色灵芝 那是紫青都帅火所化 一旦引动 便重新化作冲天烈火 试试他的威力 心中一动 三块得自乾坤冻天的铜碑 飞入其中 上面的记录的乾坤问道经 阴阳丹经和两仪真解 都已经重新记录在侧 剩下这些可以放心大胆的炼化 紫青灵芝 瞬间化作滚滚烈火 同时丝丝缕缕地 太出先天灵气涌入 补充火焰的消耗 大罗级别的灵火果然非同寻常 不过三月时间 三块九丈铜碑 已经完全化成了一团精炼的铜叶 这可是守山赤铜 顶级的大罗心精灵彩 差不多了 双手翻飞 无数硬爵飞入其中 铜叶涌动 一个船的形状缓缓缓出现 徐军明第一次记录大罗领宝 哪怕只是最低级的大罗夏品领宝 对现在的他而言 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摒弃宁神 数千万个硬爵 不能出现哪怕一个差错 这一练就是十三年 十三年对修士而言 虽然算不上多长 但也足以淡忘一些事情 比如当年的花果山大战 除了落入南瞻部州西部的 那座五行山外 并未有任何改变 不过 重山书院门下 尤其是嫡传弟子们 十三年的时间 却改变了很多 在混元神门的时间 伟丽和青铜镜辅助下 太乙境界的弟子 如雨后春笋一般 快速出现 如今 重山门下全部二代弟子 以及少部分入道较早的三代弟子 都已经进阶太乙玄仙 几乎全部三代弟子 和少部分四代弟子 已经成就太乙真仙 成就太乙天仙的弟子 已经超过三百人 重山门下 太乙境修士接近四百 一派之力 顶得上大半个妖族 唯一欠缺的是 能够镇压宗门的大罗境修士 还不够 天外神山世界 勾连地仙界的传送镇上 光芒一闪 一个身穿白色长裙的美丽女子 带着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小姑娘 出现在上面 圆溜溜的大眼睛 好奇地打亮着周围的一切 师父 这就是本门秘境天外神山 虾儿觉得 这里怎么样 小姑娘歪着脑袋 考虑半赏厚道 除了灵气浓厚一些 跟我们同舟上院洞天 好像没什么区别 顾男笑了笑 走吧 祖师堂在崇山之上 等你拜过祖师 领了正门至宝传承 就是 我崇山敌传弟子了 小姑娘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崇山书院弟子 数以千亿计 但最令人向往的 就是敌传弟子 一旦成为敌传 不仅意味着修为非生 还代表着崇高的地位 可惜 崇山书院侠 第三千多万里 人丁数以万万亿 能够成为敌传的 几乎数千万人中 才有一个 非资质 悟性 屹立顶尖之辈 难以成功 故而崇山书院 来到地先界六百年 真正成为敌传的弟子 加起来也只有万人 崇山世界的 灵气不及地先界浓厚 修行之才 也相对手 这么多年 也只贡献了 不过三千敌传 师徒二人架起顿光 朝崇山飞去 一天之后 接天连地 足有百万丈之举的 晴天巨山 已然在望 师父 那就是崇山吗 顾南点了点头 传闻本门祖师 就在上面修炼 是真的吗 当初 你师祖就是这么告诉我的 想来 应该不会错 祖师是不是很厉害 当然 本门崇山祖师 毕露蓝旅 在南瞻布州 开辟崇山 三千八百亿里沃土 明法纪 定刚长 让人妖乌三族 和平共处 远离战乱 无上伟业 赫赫功绩 永远是我等 后辈弟子的楷模 顾南满脸 崇敬道 师父 将来 我也要像崇山祖师一样 为本门做贡献 小姑娘攥着拳头 憧憬着未来 摸了摸她的小脑袋 顾南笑着点了点头 师父跟你一起加油 嗯 你们两个丫头 稚气倒是不小 身后传来的声音 让师徒二人 连忙转过身 但见三丈外 一个仰躺在白云上 表情滑稽 醉眼朦胧 身穿藏青色道袍的胖道士 出现在眼前 顾南慌忙攻身失礼 六代弟子顾南 参见金蚕祖师 微微点了点头 你是谁门下 金蚕子徐飞喝了口酒后问道 弟子是冰黄洞天门下 原来是武师姐的徒孙 你们要去崇山 顾南点头后 弟子要带门下小弟子 去祖师堂登陆敌传名册 领受镇门至宝 徐飞看了眼 正偷眼打量自己的小丫头 恶行恶壮地看了她一眼 后者也不害怕 五六六的大眼睛中满是好奇 这小丫头有意思 我喜欢 这东西给你了 一道流光飞来 小丫头下意识地接住 发现是一颗苹果大小的白色珠子 内中可以感受到强烈的寒气 原阳仙气 顾南一看便明白过来 心中激动下 刚要让小徒弟道谢 但抬头时 人已经消失了 虾儿以后再碰到金蚕祖师 一定要好好道谢 虾儿知道了 点了点头后 小声道 师父 金蚕祖师好胖 不准妄议祖师 呵斥了一句后 顾南想起见过的金蚕洞天门下弟子 好像都是大胖子 第0849章 时间回溯 无上神通 金蚕子徐飞风驰电车班 来到崇山半山腰 在绿树环绕下 一座灰红的石垫出现在眼中 飞升而去 缓缓落在石垫面前 轻石铺就的广场上 广场中央 一面石碑 祖师堂三字 熠熠生辉 在石碑之下 盘坐一个身穿青色道袍的老道士 三丰师兄 我来了 张军宝缓缓缓睁开双目 看着来人笑道 太乙师叔的金蚕 怎么被师弟拿来了 金蚕子拍了拍屁股下的白云 大师博给他 练了一个更好的 这个用不上就给我了 张军宝点了点头 站起身 祖师堂就留给师弟看守了 放心 看守祖师堂对崇山二代弟子而言 其实是一种福利 在这里可以享受到 黄中李化生的太初先天灵气 对于修行炼宝大有必义 为了尽可能汇集所有人 每隔三十年就要轮换一次 张军宝三十年看守之期一到 轮到金蚕子徐飞了 两人刚要交接 突然一道庞大的灵气搅动风云 强悍的气机 蔓延崇山周围百万里 不过很快这种气机又消失了 张军宝和徐飞对视一眼 瞬间明白 自家祖师又练出了重宝 事实上 他们确实没猜错 混元神门堪比 大千世界的虚无空间内 节气滚滚来 不过虚余 便已绵延十万里方圆 滚滚云气中 一座巨大的金船 仿佛太古巨山 威然不动 金船长达九万丈 高七万丈 中间九层宝塔状的船楼 高高耸立 轰隆 一道千丈 雷霆打落 这雷霆形如天青 威力几乎是赤色 太乙雷的数百倍 浩瀚的雷霆 瞬间把整座金船 笼罩其中 强大的大罗级雷霆 大动雷 几乎要把整个金船 撕成碎片 本尊 不会有事吧 太乙真君紧张兮兮 生怕大动雷 把他的太乙金船 披没了 看了他一眼 放心 守山赤铜 是大罗顶尖的宝材 我又祭练了六道金子 不会有事 太乙真君听在耳中 却没有半分放松 徐军明懒地看他 看着一道道大动雷打下 虽然自信自己 苦心祭练十三年的 大罗灵宝 能度过天节 但心仍然不免悬了起来 直到十八道雷霆 全部过去 造化灵气落下 才真正松了口气 看着吸纳了造化灵气后 气息不断膨胀的太乙金船 徐军明探了口气 以他的能力 最多能继练三道静置的 大罗下品灵宝 现在能练成六道灵静的 大罗中品灵宝 全凭守山赤铜材质极佳 能够承受静置而不崩溃 这就像写字 在一张十六开的纸上 写下一百个字 跟在一张烟河大小的纸上 写下一百字的难度 不是一个等级 等将来我进阶大罗 练气水平更进一步 再重练吧 他不满意 但太乙真君 已经早早扑了上去 看他陶醉的样子 就差啃上两口了 懒得搭理他 徐军明盘坐下来 多年的修炼 他的修为 已经到了突破的关口 郑辰静在 咒得重宝喜悦中的 太乙真君 突然感受到了 一股玄妙的气息 转头看着打坐的徐军明 真是的 准备杜杰 也不提前说一声 不敢怠慢 连忙朝远处飞去 修饰杜杰 最忌讳有外力干涉 他可不想被天雷劈死 时间一点点过去 练气消耗的精气神 慢慢地补足 等徐军明的气血法力 达到顶点后 漫天节云滚滚来 太乙惊仙节 三九二十七 道风火雷三灾 外加一道星魔节 徐军明五道双修 天节远比普通修士更强 仅仅第一道天节 便达到了千丈之巨 浩荡的太乙雷 仿佛一把灰红的巨刀 瞬间披露在徐军明身上 强大的雷光 淹没了伟岸的身影 远远地看着沐浴在雷光中 万劫不磨的身影 本尊的肉身 越来越变态了 雷结之后便是风节 道道阴峰 从脚底涌泉学 掌心劳工学 头顶百会学滚滚而入 可怕的阴峰销魂事故 疯狂地撕扯着徐军明的五脏六腑 在混元神门时间加持下 数万年的苦修 早就让他把肉身锻炼得 坚热又强大 任凭阴峰再猛烈 也难以动摇分毫 风节之后就是火节 爆裂的火焰 仿佛龙卷风暴 呼啸着从天而降 把徐军明笼罩其中 巨大的火柱盘旋飞舞 炽热的高温 让混元神门开辟的虚空 都颤动起来 徐军明赤裸身体 任由火焰灼烧 别人畏惧天结 而他则把天结 当作淬炼肉身 磨炼意志的绝佳方式 任凭一道道风 火 雷结 滚滚落下 全凭自己的肉身抵挡 一直到第八道结雷 他才催动混元神门 削弱雷结的威力 等到第九道风 火雷三结时 结云已经弥漫 方圆三十万里 浩瀚的天结雷霆 化作一把万丈雷霆神枪 仿佛跨越了虚空 瞬间来到徐军明面前 轰隆 灰红的雷鸣 震动亿万里虚空 徐军明所在数千里内化作 一片雷海 等到雷霆消散 只剩一具高大的骷髅 盘坐在虚空 很快骷髅生出血肉 几乎眨眼间 并恢复了人形 等第九道风节来临 徐军明 肉身五脏六腑慢慢消失 等风节过去 只剩下了骨骼和部分皮肉 等他用早已准备多时的丹药 恢复法力和肉身后 第九道火节来临 经过前面两道天结的锻炼 现在他肉身又变得更强了 火焰融化了血肉 却消耗了无尽的神威 等闪烁十二道彩光的骨骼 以及白 青 黄 黑 赤五色光芒闪烁的五脏六腑出现的时候 火焰缓缓消失了 最后的星魔节 有青铜镜守护 反而最容易度过 漫天的黑云节气快速聚集 而后在天道伟丽夏画作 乳白色造化灵气 足有三千丈之巨的先天造化灵气 灌入徐军明体内 丹田快速扩充 猿神在不断蜕变 肉身也在快速提升 青铜镜表面的乌迹更少了 大眼神光的威能又强大了一件 这次破镜带来的悟性提升 让徐军明用在了时间道上 煞时间 无数名乌勇上心头 同时丹田内 形如长河的时间道法符 迅速膨胀起来 河流变得更宽更长 内中的河水也变得澎湃起来 渐渐的 河流增长的速度缓慢下来 很显然瓶颈到了 徐军明也渐渐明悟 一个更加强大的境界 出现在自己面前 仿佛触手可及 但又总是差了点意思 白找挠心 渴望可不可得 在不断的煎熬中 越来越多 关于时间道的智力涌上心头 先前那有几分虚幻的门户 变得真实起来 就在此刻 念头闪电而起 奋力一跃 哄 大音息声 大象无形 一个从未见过 更为广阔的世界 出现在自己面前 丹田内的时间长河 掀起滔天巨浪 仿佛压抑了千万年的真龙 猛然膨胀了近百倍 浩荡的河水 无始无终 纵横亿万里 滚滚时间神力 强横浩瀚 突然 河水仿佛喷泉一般 冲天起 渐渐地 两个莲花凝聚成形 一个莲花 散发着时间停滞的盗域 另一个则散发着回溯本源 一切如初的盗域 很显然 这是徐军明 把时间道领悟到大罗境后 出现的神通 一个称之为时间停滞 另一个便是回溯本源 算上之前领悟的时间加速 和时间减速 他时间道已经有四个大神通 一直把时间道领悟到肉身 能够承受的极限后 才转头去领悟空间道 可惜还没来得及 把空间道推入大罗境 这次的机缘就结束了 缓缓睁开双目 一股庞大的气血 惊人的法力 缓缓散开 仿佛一头数万丈的太古巨兽 从沉眠中清醒 远隔数十万里的太乙真君 感受到这股气息后 都有一种心惊肉跳之感 本尊就是本尊 这股气息太强了 感受了一下体内的变化 徐军明缓缓调匀气息 慢慢收敛气血和法力 那股令人心悸的庞大气息 缓缓收敛 太乙真君飞过去 本尊 我感受到了时间的气息 你时间到突破了 嗯 太乙真君眼神中透出期待 又诞生了什么新神通 他已经把吞噬之道 推进到了大罗镜 便诞生了新的大神通 徐军明把时间倒领悟到大罗镜 结果自然也一样 随我来 脚步一脉 两人出了混元神门 来到崇山居密室当中 这里有四版宝物 长达三万丈的柳枝 柱绒残血和巨芒残血 以及徐军明刚刚放到这里的三品黑莲 心中一动 青铜镜从头顶百慧穴浮现出来 双手掐绝 一道水金色的神光 从铜镜中飞出 笼罩柱绒残血 但见 这一滴直径十丈的血团 快速缩减 血色消退 金色越发璀璨 等整个血团变成一丈大小时 已经璀璨如烈阳的金色光滑 猛然凹陷 吼 穿透了时间 震撼灵魂的吼声在耳边响起 一滴丈许大小的金黄色血液 再沉再浮 无尽的沧桑之气散发出来 看到他 徐军明仿佛看到了一尊百万丈高 满身红色灵甲 瘦头人身 耳穿火蛇 脚踩火龙 缠绕火焰真意的南方火之祖屋 祝容 这是真正纯净的祝容金血 徐军明喘了口气 顾忌虫师 把旁边的巨芒残血 变成了真正的十二祖屋之一 木之祖屋巨芒的金血 看着两滴散发着强悍气息的金血 太以真君神色震撼 这是什么神通 回溯本源 我对时间到的领悟 已经达到了大罗境 所以 任何大罗境界的东西 我都能让他们返回最初的状态 生灵也可以 当然 只是消耗的法力太多 我现在还无法自如运用 事实上 要不是有青铜镜辅助 他也没办法连续恢复两滴祖屋金血 这神通可真是太变态了 赞叹了一句后 如果你进阶大罗的话 是不是可以凭借这两滴金血 把祝容和巨芒复活 徐君明翻了个白眼 你真当我无所不能 嘿嘿 问我而已 太以真君也知道这几乎不可能 就算肉身能修复 但意识却没办法回来 只有肉体 祝容也不是祝容了 本尊 十二祖屋乃是盘古金血所化 你能不能 滚 不能就不能吗 发什么火 徐君明懒地理他 盘古绝对是超越了大罗层次的存在 就算有青铜镜辅助 把他榨干了也没办法 让祖屋金血变成盘古金血 除非他对时间到的领悟 能够突破到更高的层次 但那是很远之后的事了 看了看旁边在陈在福的三品黑莲 上面的气息比祖屋金血更强 显然也不是他现在能够触碰的存在 暂时就放在这吧 剩下的柳枝 只剩最后一重封印未曾解开 接下来倒是要尝试一番 第0850章 非读破法身 天道律令 本尊 除了回溯本源 还有新的神通吗 太义真君问道 徐君明伸手一指 一道水晶色的神光炸开 太义真君瞬间 感觉自己周围的一切陷入了凝固 他的意识还很清醒 但法力和肉身都 仿佛消失了 一切仿佛陷入了恒定的状态 徐君明屈指一弹 砰 仿佛玻璃碎裂的声音响起 太义真君才恢复了正常 只是脸上满是震惊 这是什么神通 太强了 时间停滞 一种独属于时间道的封印术 徐君明道 太恐怖了 以我太义金仙巅峰的修为 都丝毫动弹不得 太义真君心有余祭道 徐君明淡淡一笑 时间为地 空间为王 你当是说笑的 点了点头后 有了这封印术 封印倒可以放弃了 徐君明思索一番 确实如此 时间停滞的封印术 比真正的封印之道 还强出很多 而且 随着它修为提升 时间停滞的效果 还会更强 再留着封印之道 就重合了 转销因果道吧 正好我喜欢 随着说话声 一个激进凝实的身影 突兀地出现在 徐君明身后 此君身穿黄色长袍 中等身材 相貌俊俏 气质温润 放到外面 绝对是能 弥倒万千少女的存在 唯一的缺点 就是脑袋上没有毛 在藏宝石屋顶 夜明珠柔和的光芒下 反射着洁白的光芒 甚至还有几分刺眼 这个秃头是谁 太义真君恶然道 阿弥陀佛 本尊太史玄渊真君 陈玄藏 非毒破法身 老六 然也 陈玄藏点了点头 你怎么是个和尚 非也 非也 谁说光头一定是和尚 你现在造化领导修炼吧 等时机成熟 再去转生 陈玄藏点了点头 脚步一脉 身影瞬间消失 本尊 你不会是想 徐军铭微笑着点了点头 西游之路上机缘颇多 当然要掺上一脚 这次可真是捅了佛门的定念 如果被他们发现了 如来佛祖 非气死不可 太以真君兴奋而又期待 五百年后 我们便有足够的实力 应对各种变化 便是如来佛祖和太上老君 在这地仙界中 也难以奈何的了我们 至于地仙界之外 就看我们造化了 如果不招惹佛门的话 我们会好走很多 太以真君道 徐军铭摇了摇头 我也想 但我们绕不过去 崇山书院的教学宗旨 本就跟佛门唱反调 当他们实力弱小的时候 大雷音寺还不至于针对他们 当他们实力扩展到万亿里 百万亿里 甚至整个南瞻不周的时候 佛门肯定会除之而后快 既如此 还不如先动手 破坏掉他们计划了 数万年的东传计划 太以真君点了点头 看如来佛祖打玉地脸的行径 就知道 这是个眼里不露沙子的狠茬子 一旦跟崇山书院对上 绝对不会手下留情 看来真的要好好修炼了 南延的压力从太以真君心底升起 那就快去 一脚踢到太以真君的屁股上 后者甩了甩袖子 脚步一迈 回了混元神门 宁时这座灰红的石门摇了摇头 可惜还差了点 混元神门完全是他宁恋太初先天灵气炼成 如今已经是极品仙宝 但若是想进阶为大罗灵宝 还差了一些火候 天庭摇迟 徐军铭分身一脸遗憾地离开了这座辉煌的府邸 原本打算借着孙悟空大闹天宫 拿走王母娘娘的江山设计图防品 没想到 灵霄宝殿都被砸成破烂了 王母娘娘仍然无动于衷 后面的安天大会 大能太多 尤其是如来佛祖和太上老君 让只是分身肢体的他 没敢轻动 结果到现在十几年过去 机会越来越渺茫 他也跟着暂时放弃了 让他意外的是 七仙女失踪后 王母居然连找都没找 天庭中关系的梁国 也让他难以置信 熟门熟路地来到文曲新军府 看他近来 许世玲连忙带着李碧莲 以及两个孩子前来拜见 许世玲拜见师祖 李碧莲也随之拜见 许静安 许静文拜进太师祖 徐军民弯腰 把两个小家伙抱进怀里 你们几岁了 我七岁 弟弟四岁 是吗 真乖 静安 静文 快下来 许世玲呵斥了一句 两个小家伙很听话 连忙从徐军民怀里挣扎下来 等等 从法袋中拿出两块玉符 待在两个孩子 搏梗伤后 才让李碧莲带着他们离开 师祖 去里面说吧 徐军民点了点头 两人来到书房坐下 许世玲奉上茶水 师祖怎么来了天庭 我来此 便是为了带你一家离开天庭 离开 天地之间将有一场大劫 天庭便是霍乱之源 你有家有口 还是先离开这是非之地的好 许世玲心中一惊 大劫 师祖 孙悟空已经被如来佛祖镇压 天庭怎会还有大劫 不可说 现在还不是时候 许世玲点了点头 身为崇山敌传 他深信祖师不会害自己 若是现在离去 只怕天庭不会善罢甘休 乌房 我已经让你爹娘 岳父岳母先去了崇山世界 你去那里跟他们会合吧 崇山世界许世玲也曾经去过 虽然不如地仙界广大 但那是一处完全被本门掌控的安全之地 仅遵师祖之命 徐君明汉守候 你准备一下 我带你们离开 许世玲点头后 师祖 二师 叔祖一直在闭关 弟子有些担心 摆了摆手 放心吧 你二师叔祖 已经不在天庭了 许世玲这才放心下来 把李翠莲和两个儿子叫回来 简单收拾了一下加斯 徐君明召唤混元神门投影 把他们先送回了天外神山 许世玲修为不够 召唤的混元神门投影 还通不过南天门的封锁 通过青铜镜投影 看着浩浩天宫 不由叹了口气 下次再来 估计就是另一番模样了 脚步一脉 消失在混元神门中 安天大会后十三年 天庭已经淡忘了 当年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 一切又恢复了当初 暗部就班的日子 众神也早就习惯了 这种战班点茅 议论些有的没的无聊日子 不过 经过大闹天宫 脸面被如来 按在地上摩擦的玉地 可没忘记当初的耻辱 下了潮回到光明殿 打开重重封印的密室 从法袋里 拿出来一朵三瓶黑莲 按照当初那人留下的 一串硬绝 启动莲花后 浓浓的黑色魔气 散发出来 渐渐地 黑莲化成了一团 三丈大小的黑雾 雾气飞快旋转 而后化成了一位 身穿黑袍 长发披肩 像帽古捉 眼神狠立的中年男子 玉地虽然碍于资质 修为不高 但也是太以静地修饰 从这黑袍人身上 感受到了不下于佛祖 和太上老君的强大威压 此人好强 只是之前 怎么一直未曾听说过 陛下开启黑莲 看来 已经考虑好跟我合作了 玉地点了点头 如来欺有太神 而且这个傀儡天地 我也当够了 陛下有此觉悟 实乃英豪 在下佩服 说吧 你想我怎么做 黑袍人微微一笑 一朵黑色莲花 从体内缓缓飞了出来 淡淡的紫色悬光 笼罩在莲花四周 那是魔气浓郁到了 极致才有的现象 陛下只需把此物 纳入九龙喜中便可 玉地脸色一变 九龙喜是天庭气韵所在 地仙界基药之媒 如果把这魔气深重的黑莲 纳入其中 未来天庭乃至地仙界中 入魔的修饰数量将大大增加 魔门实力大增 深深地吸了口气后 我能得到什么 我们魔教为地仙界之主 陛下为天庭之主 天庭虽然只是一方大千世界 虽然比不上地仙界 但也是纵横三百万亿里的广大世界 而且灵气是地仙界的数十倍 若能彻底掌控仙界 他的实力和权势将是现在的千百倍 我怎么能相信你能做到 而且信守莫言 魔本来就是阴狠狡诈之辈 除非是傻子 否则谁也不会相信 他们能信守莫言 黑袍人大袖一挥 一道璀璨的金光缓缓飞了出来 这是一卷长两尺的卷轴 陛下可认识此物 因果道神器天道律令 玉帝惊讶道 天道律令是修行因果之道的修士 用先天灵才祭连出来的一宝 它最主要的作用 就是可以约束立约的双方 一旦有一方违背约定 写在天道律令上的惩罚就会降临 所以 比起单纯的口头承诺 这才是真正两人放心的缔约方式 不同品级的天道律令约束能力不同 想要约束大罗级别的修士 也必须要大罗级别的天道律令才行 陛下果然见多识广 只要你有把今日所义之事写在上面 来日就不怕我们任何一方反悔了 感受到天道律令上的气息 确实是大罗一级 第零八五一章 天鹏系嫦娥卷帘至御斩 不过世道临头 御帝反而犹豫起来 这可不是小事 而是赌上了自己的前途 如果成功还好 如果失败 他就会像前任绍号天帝一样 被底下众神砍了脑袋 陛下可是后悔了 看了他一眼 御帝沉生道 事关重大 当然要谨慎一些 谨慎当然没问题 不过若是陛下不希望再像先前一样 被如来忽来贺取 被太上老君当成棋子的话 跟我合作是最好的选择 想起大闹天宫时 众神的表现 以及如来的哲辱 御帝心中一怒 暗自咬牙 好 我答应你 黑袍人脸上露出浓郁的笑容 陛下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但愿吧 御帝心中沉重 就算跟魔合作 他也不愿意 继续在灵霄宝殿上 当一个被别人操控的傀儡 打开天道律令 双方把之前商定的条件写上 而后约定 但有一方违背 必坠入九幽 永不超生后 天道律令化作两股强大的因果之力 飞入二人体内 只盼陛下早日动手 来日功成 在夏定与陛下 在灵霄殿共赢 朕也在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告辞 不送 黑袍人淡淡一笑后 砰的一下化作无穷黑雾 雾气浓缩 重新化作黑色莲花 御帝摊开左手 两朵黑色莲花 缓缓飞落掌心 把用来联系的黑莲收起 审视笼罩紫色悬光的黑莲 半赏后 才缓缓收起 虽然答应了黑袍人 但现在的他 还没决定什么时候动手 现在天地间一片平静 这时候动手 会引来大片关注 晨阴片刻后 脸上露出冷笑 就等佛门东传吧 到时候福道的注意力 都在这师徒几人身上 发现的危险也少了很多 记忆已定后 玉帝大步走了出去 来到外面 太白精心来报 启奏陛下 天鹏元帅 天鹏元帅久后失德 调戏嫦娥仙子 现已被托塔天王李静 并讹渣三太子擎拿 压在灵霄殿 等候陛下处置 天鹏元帅 敢调戏嫦娥 玉帝脸色顿变 声音也大了很多 自从他取代 被邢天砍了脑袋的 邵昊氏 成为天地后 就一直想把 素有天庭第一美女的 嫦娥仙子 纳为自己的妻式 无奈这位嫦娥仙子 性子冷漠 修为又高 屡屡拒绝她的追求 而且身为天地的她 只负责管辖男仙 女仙则是王母娘娘负责 所以也没办法用墙 但她对嫦娥的爱慕 却是整个天庭尽知的事情 天鹏元帅敢去嫦娥仙子 就是在动她的禁乱 这还了得 气冲冲来到灵霄殿 砰一拍桌子 大胆天鹏 你竟敢当众调戏嫦娥仙子 被捆起来的天鹏元帅连忙道 臣知罪 臣只是醉酒后一时糊涂 并非有意 还望陛下能看在 臣镇守天鹏多年 劳苦功高的份上 从轻发落 天鹏元帅心里直叫倒霉 他也不清楚 为什么师父 非要让他去调戏嫦娥仙子 害得他 现在被抓捕说 还惹怒了玉帝 不 应该是说 惹怒了天庭大半男仙 身为天界第一美女 嫦娥的仰慕者 实在是太多了 住口 你虽有微末之功 但今日却犯下大罪 朕若是轻易饶了你 如何严肃刚进 如何让万仙顺服 陛下 天鹏元帅罪孽不小 臣觉得 当抽取他的仙骨 打落畜生道 永世不得为仙 托塔天王 李静站出来红声道 天鹏元帅朱刚烈一听 心里那个气啊 疼 一下 从地上爬了起来 双目怒瞪前方 语气愤怒 李静 匹夫 往我平日与你兄弟相称 未曾想今日 你竟落井下石 难道你这有父之父 也是嫦娥的仰慕者不称 李静面皮颤抖 深吸了口气 没有说话 今日对天鹏元帅的处罚 是弥勒佛尊亲口交代 就算他于心不忍 也不敢不执行 这丝的嘴巴也太损了线 若非他此刻 境遇凄惨 日后定不与他甘休 哪吒 王林关等人 看着李静 脸上露出一丝鄙薄 而玉帝看着他的眼神中 则多了一份警惕 把众人的表现看在眼里 李静只觉得自己实在有苦难言 不过对天鹏元帅的处罚 倒是正合玉帝的心思 托塔天王之意甚为妥贴 就照此办理吧 这时候 刚刚还气愤 他调戏自己女神的仲仙 此刻看着天鹏元帅的目光 变得同情起来 抽去仙谷 千万年苦修成画饼 打入畜生道 将来再无机会成仙 甚至能不能摆脱胎中之谜 重新走上 仙徒都是个未知数 也实在太惨了些 左右刑罚仙关上来 把天鹏元帅拖了下去 李静你这匹夫 某家定不与你干修 玉帝老儿 活该你得不到嫦娥青睐 玉帝气得脸色发青 怒吼道 堵上这丝的嘴 刑罚仙关对堵嘴这种事 驾轻就熟 从腰间掏出一块 绢刻封印树的板子 粗暴地塞进天鹏元帅嘴里后 世界瞬间清静了 来到展仙台上 行刑仙关举起金瓜锤 一锤 把天鹏元帅砸了个脑浆泪裂 一道元神卷着真灵朝地府落去 早就得到地藏王吩咐的阎王 顺手把天鹏元帅打入畜生道 而后飘飘荡荡来到了犀牛鹤州 一个身材肥胖的和尚挥了挥袖子 本来要进入一头母牛体内的真灵 瞬间拐了弯 被旁边猪圈里的母猪收了去 和尚一笑 屈指一弹 一道灵光飞入猪圈 落地献出一柄灵光闪闪的银耙子 这可不行 和尚又打出一道灵光 没入耙子后 灵光消影 变得黑漆漆 脏兮兮 一如农家干活的脏耙子 到了这时 和尚才满意地点了点头 飘然离去 天庭灵霄殿 众神看着天鹏元帅 被抽去仙谷 打落凡尘 都心有戚戚 就在这时 站在玉帝左边 身穿金甲的卷帘大将 一拳打出 刚直的拳镜 瞬间打翻了灵霄宝殿上方 用于照明的琉璃盏 响当 万古灯油洒了一地 火焰瞬间着了 众仙吓了一跳 连忙施法灭了烈火 但灵霄宝殿 已经变得一片狼藉 玉帝怒道 卷帘大将 你疯了吗 身穿金甲的卷帘大将 大步走下丹西 来到大殿中央 丹西跪地 神色平静 陈不小心打翻了琉璃盏 请陛下处置 看着卷帘大将 众仙眼神中 多了几分思索 不同于天鹏元帅 那死好色之名 整个天庭 谁不知道 但卷帘大将 自成仙到现在近千年 一直兢兢业业 克己奉公 从未传出任何不轨之事 现在居然在众目睽睽之下 打翻琉璃盏 看刚刚他的举动 明显是刻意为之 这就有意思了 启奏陛下 卷帘大将 失手打翻琉璃盏 罪则不小 臣以为 当打他八百金棍 贬下戒取 开口的 还是托塔天王李静 玉帝也不是傻子 他知道 佛门弟子 在天庭中的化石人 就是李静 忧生的目光 在李静和卷帘大将身上 来回看了几眼 心中明白过来 准礼天王所奏 不过卷帘大将 蓄意打翻琉璃盏 罪孽深重 刑罚先官何在 臣在 身穿黑甲的刑罚先官 迈步走出 卷帘大将贬下戒后 你每逢七日 便以飞剑此踏一百零八下 刑罚先官脸色微变 托塔天王李静和卷帘大将 也跟着变了脸色 七日打一会 也太狠了些 若是你有一日懈怠 朕就让你去跟卷帘大将作伴 看着玉帝冷森森的眼神 刑罚先官心中一颤 他只是天庭小神 可不敢反抗玉帝的权威 陈尊指 还不把卷帘大将压下去 刑罚先官上前 一根捆线索拿了卷帘大将 压了下去 李天王若是无事 便退回班列吧 李静深深看了眼高坐在上 面无表情的玉帝后 大步走了回去 他明白 玉帝这是在挟思报复 但佛门也不会在这种小事上 打击玉帝的威严 众位爱卿无事 便回去吧 太白金星会议 喊了声退朝后 玉帝先行离开 众先官也散去了 经过了今日的变故 大家都敏锐地发现 玉帝跟佛门的矛盾更深了 散朝之后不久 太白金星匆匆而来 不知陛下有何吩咐 今日朝会闻取星君不在 你去看看他如何了 遵旨 太白金星匆匆离去 看着窗外飘荡的白云 欲得眉头皱了起来 他可以信任的嫡系 就那么几个 闻取星君 权柄不小 受天下学子敬奉 香火旺盛 神力非凡 这样的强力不下 他自然会关心 时间不长 太白金星又回来了 只是脸色不太好 陛下 闻取星君先府 空空如也 什么 怎会如此 玉帝脸色一变 我已吩咐纠察灵官去查了 相信 很快就有结果 事实上 最后调查一番 甚至调动了青天间 也没找到半点 闻取星君的线索 此刻的他们 已经被徐军明 送往崇山世界 第0852章 镇员来访 诸葛迎客 南瞻布州上方 树道流光排空玉器 快速飞来 飞在最前面的 是一位身穿杏黄色道袍 下河流着三缕常然 相貌轻瘦的中年修饰 在他左边 则是一位身穿白色长袍 须发揭白 额头神纹 意义生辉 不怒自威的高壮老者 在他右边 则是一位手持木拐 身穿蓝色长裙 一片青纱 拢住满头银发的老玉 在三人之后 还跟着数人 其中包括铁拐礼 和赤脚大仙 时间不长 前方拔地而起 一座巨山 此山山是陡峭 仿佛立剑般冲天气 大仙 各位前辈 前方便是神剑风 过去此风 便是重山书院辖地了 人群后面 走出一个白袍大汉 连忙向众人提示道 众人停下 围首的黄袍道人 头顶冲出一面 金光四射的宝剑 法力一催 一道清亮如水的静光 飞向前方 静光飞过数万丈后 陡然碰到了一层阻碍 层层叠叠的静置 仿佛珠网一般 出现在众仙眼中 静光扩散 珠网般的静置 越来越多 向上直到三万丈才消失 向下十万丈才消失 左右却仿佛没有尽头 这神剑未能非凡 催动之人 修为更加高绝 强大的神光 直到这静置的尽头 一座东西覆盖四千五百亿里 南北覆盖五千五百亿里 覆盖三万丈高空 十万丈大地的庞然巨阵 出现在众人眼前 森森阵势虽未完全发动 但众人却清晰地感应到了暗藏其中 霸天绝地的强横威能 好强大的阵法 众人惊叹 离山道友 久闻你阵道修为非凡 可从这阵势中看出一二 黄袍道人问道 一身蓝裙的老玉 在修行界大名鼎鼎的离山老母 观看片刻后 这是一座大罗下品的大阵 不过布阵之人 肯定精通炼器之道 以数万件仙器作为阵物 上连避空 下沟地脉 服以亿万修行之人 如此大阵一旦催动 别说是大罗 就是我等权上 也难以逃脱 虽然在修行界数量 亿万低阶修士 也打不过一个大罗 但如果以阵法 把这些低阶修士的力量整合起来 那就不一样了 黄袍道人点了点头 此阵倒是有中古时代 风神大战时 通天教主万仙镇的几分风采 听在耳中 左侧白袍老者神色变幻 眼神中多了几许阴霾 就在众仙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道流光闪电般 从阵法中飞来 虚余间 边跨过数万丈来到境前 一个身碑常见 风神俊朗的年轻弟子 现出身形 俊朗的样貌 沉稳的气质 以及非凡的修为 让众仙眼前一亮之鱼 不要暗自点头 一个门派怎么样 看他的弟子就知道了 这青年精气神 非同凡俗 一看就得了道家真传 各位前辈在上 晚辈奉祖师之命 请各位前辈 前往宗门一聚 不知小道有师臣何人 祖师是哪位 启禀镇元大仙 晚辈乃崇山书院三代弟子 诸葛刘云 家诗烟赤侠 道号求然见胜 晚辈祖师 乃是我崇山书院长院 上会徐军明 道号崇山真君 镇元子微笑着点了点头 家许道 令师教导有方 你小小年纪 便已是太乙玄仙圆满 难得得很 多谢大仙夸奖 看着他 站在人群后面的白长风 神色灰暗 自他败在崇山书院手中后 万寿山中 不少太乙级别的大妖 都曾来崇山书院挑衅 结果 被秦仲师徒打得打败 后来邓州轮换 燕赤侠师徒镇守 他们更是败多胜少 关键是 对方的修为在过去几百年里 提升了数百倍 简直不可思议 铁拐李和赤脚大仙对视一眼 皆能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惊 想当初 他们亲眼目睹了 崇山真君 徐军明 跟佛门月光菩萨的大战 那时候 对方的修为 最多就是太乙真仙 但现在 一个三代弟子修为 就达到太乙玄仙圆满 那身为祖师的徐军明 岂不是更高 这怎么可能 虽然不相信 但也不得不相信 镇元大仙 乃是上古成道的大能 虽然现在只是一介分身 但有天地宝剑在手 绝不会看错 有老小道友 前方带路 镇元大仙汉守后道 各位前辈 门关登记后才能入内 诸葛刘云带着众人 降落云头 来到关前 诸葛小辈 难道你也想让我等 像那些凡夫俗子一样 登记名册后才能入内 白袍老者不满道 我崇山书院的立派宗旨 便是万灵平等 即便前辈乃大罗天仙 在我崇山内部 亦与凡夫俗子一视同仁 诸葛刘云不卑不亢道 你 白道友且息雷霆之怒 镇元子拦住了白鹰 客随主辩 登记就登记吧 正好我等也一关 崇山之内的风土人情 白鹰敢对诸葛刘云叫嚣 却不敢朝镇元子发火 狠狠瞪了诸葛刘云一眼后 忍了下来 各位前辈 请 建门关前 崇山书院弟子组成的军队 身穿铁甲 尽忠职守 足有百帐宽的关门 被铁栏杆分为两部分 左边的向里走 右边的向外走 互不干涉 左边向里走的部分 排起十八条长长的队伍 诸葛刘云没带仲先去排队 而是来到左侧一个小门 敲门进去 在这里登记后 带仲先进了关城 看来 你们崇山书院 也不是人人平等 白鹰讥讽道 天下诸事 分轻重缓急 若是遇到紧急之事 仍然顽固不化 便是迂腐 小辈 你敢骂老夫 前辈见谅 晚辈只是就事论事 并无讥讽之意 白鹰双眼微眯 小辈 老夫记住你了 这是晚辈的荣幸 诸葛刘云神色平静 虽然对方是大罗修士 但在混元神门和青铜镜帮助下 他相信自己千年之内 也有晋级大罗之望 所以 尊重并不惧怕 此子倒是好胆破 镇原子 离山老母 铁拐李 赤脚大仙等 把他的表现看在眼中 心中暗赞 入了关城之后 便可见到一条平坦宽阔的大道 直通远方 数百里外 可以看到一座宏伟的城池 这城池没有城墙 但内部的建筑却高达百丈 甚至数百丈 数千栋如此高大的建筑 位积在一起 格外的令人震撼 玉器跟在诸葛刘云身后 众先望着城中密集的人流 以及飞驰的各种傀儡 惊讶于这里 迥异于外界的风情 而且 他们发现 在这里人妖两族勾肩搭背 同出同入的情形 远超外面 一开始以为是作秀 但飞过几十个大小城池 无不如此后 终于开始相信了 人妖两族族人 脸上信任的样子 绝不是装能装出来 看到这一幕 白鹰和白长风的神色变化起来 虽然他们先前也有所耳闻 但到底百闻不如一见 小道友 贵派道是把人妖两族管得很好 镇原子笑道 他修行亿万年 能让人妖两族和谐相处的地方有 但很少 只需严肃法纪 善加引导 做到此事并不难 一千多年来 崇山书院恪守人妖平等 引导妖族转化人族 已经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突然两道顿光从东北方向飞来 发现一行人后 掉头飞了过来 顿光消散 从中走出两位身穿长裙的年轻女子 看了眼镇原子等人后 躬身一礼 黄鹰 白云凤参见天龙师伯祖 诸葛刘云点了点头 这两个女子他见过 是武师叔徐皇门下四弟子 邓八姑的徒孙 你二人这是去哪 太师祖在冰皇洞天开讲寒冰大道 招门下太义敬诸弟子前往听道 我二人正要前去 去吧 带我向武师叔问好 是 两女子弓声应下后 催动顿光朝南方飞去 他们是你的晚辈 镇原子饶有兴致地问道 诸葛刘云点了点头 他二人是我崇山门下第五代敌传 第五代敌传已经是太义天仙境存在 看来贵派真是英才辈出 教导有方 大仙妙赞了 镇原子笑了笑 我若问你贵派一代有多少弟子 二代有多少弟子 你会不会告诉我 此乃本门机密 除非祖师允许 否则任何一个崇山敌传弟子 都不会透露半分 诸葛刘云神色坚定 镇原子点头后也没有强求 但不管是他 还是白鹰 离山老母 铁拐李 赤脚大仙等人 都越发地感觉到 这个在修行界鸣生不住的 崇山书院不简单 仿佛一团迷雾 让他们始终看不透 越是如此 越是让他们深感兴趣 第0853章 崇山辖地 黄梁换剑 在诸葛刘云的带领下 向前飞了近千万里后 一座更为巨大的城池 出现在众仙眼中 城池左右 都是他们见过很多次 高达百丈 甚至数百丈的高大建筑 但在核心 却是一大片广阔的 在各种灵质包围下的低矮 带着美感的古建筑 中间夹杂着 大大小小的湖泊 俯瞎而去 灵气隐隐 霞光艳艳 极具美感 这里 就是崇山书院 邓州上院 诸葛刘云没有飞进去 而是一拍腰间黄葫芦 璀璨的淡黄色灵光 直冲前方 片刻间 半空中 现出一条宽大的空间通道 各位前辈请随我来 说吧 先行一步飞了进去 镇原子等人修行高绝 自然不担心什么 跟着飞了进去 光芒一闪 眼前已经换了天地 这是一片 足有数万里之巨的广阔天地 灵气之浓郁 是外界的数倍 小友 此乃何地 镇原子问道 回答先 此乃我崇山书院 邓州上院那院洞天 倒是个不错的地方 镇原子道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这里不过千里左右 没有现在看到这么大 后来不断吸纳地仙界的灵气 才慢慢成长到现在的规模 跟在诸葛流云向上方飞去 那里有七座悬浮的山峰 内门弟子所居的青云峰 迪传弟子所居的白杨峰 藏书 藏宝所在的赤明峰 刑罚之地黑玉峰 政务之所在紫小峰 试炼之所金鼎峰 以及宗门核心大殿所在的中央峰 几乎每个崇山书院上院和总院中 都有着七座山峰 诸葛流云带着众仙直屈中央峰 在丰顶广阔的青石广场上落下 这里原本是召集各弟子议会之地 所以足有近百个足球场大 极为宏阔 在青石广场尽头 便是九十九级台阶 以及台阶上方 千丈长百丈高的威额巨殿 崇山大殿 来到广场上后 仲仙瞬间看到了台阶之下 身穿青色道袍 腰束金绳 坠着青葫芦 脚踩多尔芒鞋 身材高大 一头黑发随意垂在脑后 浓眉大眼 气质沉稳 站在前面的青年人 在其身后左侧 站着一个身穿棕色大肠 腰间坠着个红葫芦 身穿黑色长靴 身材高大 头插到计 下颌续着大胡子 气息锋利的中年人 从他们展露的气息来看 都是太以惊心无疑 诸葛流云来到近前 躬身失礼 拜见祖师 师父 弟子不负所托 把众仙兵带来了 做得很好 下去吧 是 诸葛流云来到师府 燕赤霞背后站定 目光从众仙身上扫过 当镇原子用天地宝剑 观察整个崇山封界大镇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了 这才来到距离最近的邓州上院 让诸葛流云去迎接 拱手为礼 徐军明见过镇原大仙 离山老母 白虎大圣 要王 赤脚大仙 福禄寿三位仙君 勾尘帝君 长风仙君 众仙一一还礼 众仙以修为最高 得到最早的镇原子为首 他不开口 众仙自然不敢见院 我等冒昧来访 还望徐道有误观 大仙哪里话 众位都是请都请不到的贵客 能御旨驾临我崇山书院 乃是我崇山一脉的荣幸 里面请 请 跨过台阶 进入大殿 辉红壮阔的大殿 如同巨人的居所 头顶108颗叶明珠 把整座大殿照得 仙壕险 四下空旷 只在最里面一片广阔的玉壁上 浮雕四个大字 龙飞凤舞 铁化银钩 崇山书院 来到这玉壁之下 徐军铭转过身 各位请坐 众仙随之坐下 一股纯阳气从地下升起 化为一朵莲花 承在法身 黎珊老母笑道 此法倒是奥妙 哼 雕虫小记 白银不屑道 徐军铭淡淡一笑 大秀一挥 大殿瞬间消失 众人周围一颗颗翠柳拔地而起 转眼间便长成了一片清幽的竹林 紧接着阳光普照 汇丰和顺 鸟语花香 既如真的在一片竹林中似的 铁拐里 赤脚大仙 俘禄寿三位仙军 勾成帝君几位太乙境的修士 脸上进阶露出惊异之色 以他们的修为 居然丝毫看不出异样 仿佛一瞬间 从那冰冷红阔的崇山大殿 来到了外界的自然竹林中 但屁股底下的温热告诉他们 自己仍然还在原地 离山老母 白鹰打量着周围 眼神中灵光激射 显然已经用上了道法 但身为大罗敬的他们 虽然能看出一丝异样 却仍然无法摆脱这个竹林 镇元大仙修为最高 实力最强 简单一打量后 看向徐军明 徐道友好高明的幻术 大仙过誉了 他这一手名幻黄梁幻戒 是却因破熬天出世时 觉醒的魂道神通 随着他对新魂之道的领悟 进入大罗境 这仙天神通的威力 也更强悍了 右手在身前一抹 一张老树盘根的茶盘 出现在面前 上面整齐地摆放着各种茶具 熟练地洗茶 泡好后 法力拖着送到仲仙面前 一些自己培植的茶叶 请各位品尝 随着袁大仙来此的仲仙 都是地位崇高 修道年久 见多识广之辈 只看了一眼 嗅了嗅 瞬间认了出来 太乙极品的灵茶 铁拐李惊讶到 李道友好演练 对铁拐李和赤脚大仙 徐军明很有好感 当初若非对方 说出了六尔弥猴的始末 未来肯定要吃大亏 未曾想 除了大仙大理 道友居然也有如此宝物 镇原子以土木成道 培育灵种 自然比修行其他大道的人容易 徐道友机缘不浅 令人羡慕 离山老母道 徐军明笑了笑 既是好茶 便请品尝一二吧 仲仙点头后 各自饮完 徐军明为他们续上第二杯 虽然大家都想马上喝了 但都是修行多年 有身份的存在 牛角牡丹这么丢脸的事 谁也不会做 徐道友 不知那位小道友是 镇原子一直徐军明左侧 是我的过失 为各位介绍 此为我五弟子 燕赤霞 道号求然见胜 五弟子 铁拐李 赤脚大仙 俘禄兽三位仙军 勾臣帝君等人脸色微变 白银和白长风 这两位白虎族的强者 更是变了脸色 五弟子 意味着前面还有四个弟子 看燕赤霞 如今已经有太乙惊仙的境界 前面四个弟子 没理由会更差 多半也是太乙惊仙 如此一来 崇山书院的实力就很可观了 如果铁拐李 赤脚大仙等人 只是惊讶 那白银 白长风心中一沉 白虎族跟崇山书院之间 产生了不少矛盾 如果对方的实力越强 意味着将来面对这个对手时 他们很难再占据上风 镇原子眼底惊讶 一闪而逝 徐道友教导有方 令途的修为 可是直追你这位师父 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他们的修为都超过我才好 徐军铭笑道 镇原子附和一笑后 徐道友先前在何处修道 以前从未听过 平道一直在南瞻不周 只是之前修为低微 难以达到大仙耳中 原来如此 不过 我听小李道友和赤脚说 他们上次碰到道友时 道友修为不过太以真弦 哦 他们看到的 只是我的一句法身而已 徐军铭淡淡一笑 以极品仙宝天雷骨为平衣 一句分身 从体内走了出来 因为混原神门的遮掩 只凭借神识 几乎难辨真假 相同的感觉 让铁拐里 赤脚大仙恍然大悟 崇山门下道法 果然玄妙 大仙妙赞 晚辈愧不敢当 若非修为低微 速无往来 不敢贸然登门的话 晚辈早就去万寿山 武装惯情教道法了 一半恭维 一半真诚的话 让镇元大仙脸上 笑容浓郁了几分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后 没再开口 闻贤歌之雅一的 白银语气不善道 徐军铭 你崇山书院步步紧逼 到处斩杀我妖族 难道是想跟我 万寿山白虎成为敌吗 白城主此言诧异 来的时候 想必你也看到了 在我崇山治下 人妖平等 从未滥杀 白城主 怎么说是 我们蓄意与你为敌 哼 黑尺妖国 掌脚妖国 以及最近被你们灭掉的 黄斑妖国 都是我白虎成 附属妖族 难道你敢否认 你们崇山书院 没有吞并他们 如果白城主说的是 这三个妖国的话 崇山书院 确实灭了他们 不过 我们并非滥杀 而是替天行道 好一个替天行道 难道你杀了我们妖族 就是替天行道 白鹰讥讽道 自然不 黑尺妖国 掌脚妖国 黄斑妖国 向来以吞吃人族为乐 数千年来 死在他们口中的人族 何止意外 如此凶残好杀 不知天时 不明天命之辈 我崇山书院除之 怎么就不是替天行道 徐军明斩钉截铁 毫不相让 白鹰死死瞪着他 好一张伶牙利齿的嘴 第零八五四章 太一斗大罗 强横势无双 路不平 有人踩 是不平有人管 我崇山书院 立派宗旨 便是产间除恶 维护苍生 让正义之光 普照大千 不管是人杀妖 还是妖杀人 一旦查实 定不轻饶 徐军明说的斩钉截铁 铿锵有力 言语间的执着 令在场之人无不振战 旁边燕赤霞和诸葛流云神情中露出自豪 千百年来 他们一直孜孜不倦地 在祖师的带领下 实践着崇山书院的标准和宗旨 如今领地中越发繁荣的一切 让他们明白 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并没有错 眼看谈话的主导权 被徐军明掌握 白长风连忙道 现在死无对证 谁知道 你说的是真是假 那些被灭掉的妖族 是善事恶 万寿山白虎城声名赫赫 想来地府中 肯定会卖你们面子 不幸去查验一番 也就是了 徐军明道 白鹰神色阴沉 此刻有镇原子等人在 他也不敢持杖修为 大死杀法 但如果就这么算了的话 显然也不甘心 不管怎么说 几百万妖族死于你手 我白虎族身为万寿山之主 不能不闻不问 白城主想要如何 徐军明淡然道 白鹰神色冷肃 你我斗法一场 生怕别人误会 连忙继续道 我也不欺负你 封印大部分修为 以太乙金仙境的 修为于你斗法 徐军明面露讥讽 法力虽可以封印 但境界神通却在 白城主真是公平公正 白鹰也忍不住露出尴尬 如果有的选择 他也不想这样 但白虎城其余太乙金仙 别说跟徐军明斗法了 就是旁边的燕赤侠 都打不过 后者犀利的紫青剑气 论杀法还在白虎族的 更经神光之上 没奈何 只有他这位老祖宗 亲自出场了 以他的地位和修为 肯定不能去打烟赤侠 所以身为师父的徐军明 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你欲如何 你我各凭手段 但如果我侥幸得了一个平局 万寿山白虎城 就要把赤梨妖国 割让给我重山书院 你的意思说 你想以太乙金仙之身 跟身为大罗的我斗法 不错 肯定的回答 瞬间让在场 所有人都变了脸色 那怕是郑元子也面露惊讶 太乙金仙虽然是太乙境中的顶尖 但跟大罗修饰相比 说是天与地的差距也不为过 妄想以太乙金仙挑战大罗 不是傻了 就是有所持账 身为一派之尊 徐军明当然不可能是傻瓜 但白虎老祖白鹰也不觉得 此人是自己的对手 好 我答应你 只要你能跟我打成平手 我便做主 把赤梨妖国割让给重山书院 赤梨妖国与重山书院毗邻 是一个纵横三千万里的大国 国主赤梨妖圣 是一位太乙金仙境界的大妖 若非背后有白虎城作为靠山 赤梨妖国早就被重山书院吞下了 但如果你输了 就带着你的重山书院 离开南瞻部州 徐军明摇了摇头 白城主此言差矣 你修为本就比我高出一大减 如果你想让我重山书院 离开南瞻部州 就让镇元大先锋了你的修为 以太乙金仙的法力 跟我斗法 白鹰目光闪烁 对方居然敢提出 跟大罗天仙级别的自己斗法 必然有所持账 如果自己封印了法力跟他打 只怕败多胜手 而且以自己的身份和法力 赢了不值得夸耀 输了更丢人 总不能我输了 哥让赤梨妖国 你输了平安无事吧 然也 谁让城主修为 比我高一大姐呢 白鹰双眼微眯 语气冷冽 你真不怕我杀了你 灭掉重山书院 徐军明摇了摇头 你杀不了我 也灭不了重山书院 双方彼此凝视 白鹰大罗天仙级别的庞大气势 虽然占据了上风 却始终难以 让对面那师徒孙三人 弯下腰杆 半赏之后 白鹰气势一收 好 我答应你 众人心中一阵 太已对大罗 他们真的要看到 这样一场悬殊之极的大战 请吧 请 徐军明 白鹰顿光冲天起 很快出了洞天法界 来到万丈之上的高空 郑元子等人 也跟了出来 师父 师祖他老人家能赢吗 诸葛流云担心道 放心 你师祖从来不做 没把握的事情 大仙 此战可真是千万年难遇 离山老母看着相隔千丈 彼此对峙的双方 轻声道 是啊 自从中古时代结束 就再难遇到了 郑元子微眯着双眼道 大仙觉得 谁能赢 当然要比过才知道 铁拐里凝视着万丈之外 那身穿轻袍 孤傲挺拔的背影 真是太意外了 是啊 原本以为 他只是太义玄县 没想到 原来是太义惊仙的大能 比你我更强 如今更是有胆量 跟大罗竟修饰一战 赤脚大仙叹道 此战之后 不管结果如何 徐道友之名将 传遍南瞻不周 赤脚大仙认同地点了点头 徐军民争袍烈烈 高大的身体 仿佛冤庭月至 气度非凡 心中一动 一座伟岸的神门 出现在背后 这神门高达九丈 宽七丈 通体灰黑 两扇十门 前后各有神闻 一股强大 浩瀚 神秘的气息 弥散开来 大罗灵宝 寿星宫惊呼出声 旁边众仙也纷纷露出惊讶之色 不过震原子 比他们看得更深 时间 空间 封印 心魂 好厉害的灵宝 居然能云集如此四种之道 徐军民身体轻飘飘飞起 缓缓落在神门之上 轰 神门大放光滑 花了静甲子时间 才把这混云神门 练成三道灵境的大罗夏品灵宝 今日还是第一次让他陷于人前 白鹰也惊讶于这神门的强大 这就是你的持杖 不完全是 徐军民缓缓摇头 混云神门的强横 挡住白鹰不难 但难的是 自己没有足够的法力 长时间支撑 混云神门绽放神威 双手结印 开始的时候还很慢 但原来越快 灵兵斗者皆阵列在前 崇山封界大阵 起 万千光滑从掌中绽放 混云神门翁的一声 瞬间颤动起来 就在此刻 整个崇山书院地先界中 崇山总院 178上院 3972中院 129837家下院 同时绽放光滑 一根根粗大的灵柱 冲天起 崇山封界大阵 完全运转开来 浩荡的灵气 如同咆哮的巨龙 呼啸着聚集而来 混云神门作为阵眼 瞬间膨胀起来 不过须余 已经化作十万丈 巨大的青灰色石门 仿佛一座太古巨山 横跟在天地之间 四大神门越发内眼 一股镇压过去未来 亿万横杀世界 万万千千生灵的强横气息 缓缓散开开来 好强 勾成帝君震撼地看着远处 伟岸无比的神门 太强了 烟赤霞 诸葛流云的眼神中 填满了狂热的崇敬 镇原子和离山老母 也面露惊讶 他们终于明白了 徐军明敢于以太乙精仙之身 挑战大罗天仙的底气所在 长风仙君白长风 脸上露出担忧 甚至惧怕 这石门太强了 只是散发出来的气息 就让它不寒而栗 仿佛灵魂都被吞了下去 白鹰首当其冲 但身为大罗的傲气 容不得它有丝毫的畏惧 来吧 就让我看看 你有多强 好 穿云烈石的唬啸 震动亿万里 冲天的妖气 仿佛绝地的海潮 呼啸着冲向四面八方 眨眼间已经横扫十万丈 在浓重的妖云中 一头摇头摆尾 顶声神纹 目露神光 体魄雄壮 头尾相加十八万丈的庞然白虎 出现在所有人眼中 浩瀚无极 如同天象般的妖云 直击灵魂 让人下意识拜扶 在地的巨大威压 无不展露着大罗天仙的强横 站在混元神门上 看着远方强大的神兽白虎 徐军明庆幸自己准备的足够充分 否则此战别说是平手 自己撑不了几个回合 就会被对方斩于刀下 现在吗 我稳稳立于不败之点 如今 崇山封界大阵并未催动到极致 如果加上亿万崇山弟子的话 这阵法的威力还能提升千百倍 但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动用这种终极手段 白城主 若是准备好的话 此战便开始了 尽管来吧 让老夫看看你的手段 浩荡的声音响彻天穷 徐军明点头后 只觉一变 锁魂脸 哗啦 铁链声声 漫天铁锁 从神门中飞了出来 每一根都有千丈粗细 黑沉沉的颜色 仿佛深渊地狱 吸扯着神魂 千千万万的铁锁 仿佛离弦之剑 闪电般朝白鹰射去 来得好 琥珀神道 亿万刀光 在白鹰身体周围绽放 雪亮的刀光 照耀千里 锋利的刀器 撼动苍穷 仿佛晴天铸般的胡爪一拍 空气爆开 无穷刀光铺天盖地板 朝锁链飞去 当当当 阵阵金铁交鸣声响起 刺耳的摩擦声 让人头皮发麻 刀光碎裂 锁链崩减 一个是有去无回 一个是刀出无回 虽是较量 但内中的杀气 却直透长天 第零八五五章 惊动天庭 撼动雷音 此招不能降敌 徐军铭双掌一拍 落魂中 动 黄中大吕之声 带着强悍的落魂之力 飞向前方 离山老母神色一宁 落魂音 感受到终生的威胁 白鹰巨口张开 倒到气流 化作白色的巨浪 被他吸入口中 猙獰的头颅高高扬起 下一刻 哦 巨大的虎啸 撕裂苍穹 强悍的气浪 跟落魂中掀起的庞然 秘音狠狠撞在一起 原本是有致无形的阴浪 在这里变得不同 一颗巨大的虎头 跟一口庞然剧中 狠狠撞在一起 狂 晴天巨阵 激荡的气浪 闪电般横扫 数万里 观战者 无意不是当事强者 这斗法余波虽强 但还不至于 让站在远处观战的 他们后退 尤其震源子 也不知道施展了 何种神通 气浪到了他身前 十丈 便平息了 离山老母龙头拐杖 绽放灵光 仿佛定海神针 十丈之内 一片平静 相比他们 铁拐狸等人 就差了很多 落魂中 不能降服对方 徐军明一手指天 一手平脱 二五斩魂刀 刷 一道千万丈的 黑色刀光 击事出 犀利的刀器 激荡万千 所过之处 空间都为之破碎 哈哈 完到 我们白虎一族 才是祖宗 琥珀神刀斩 雪亮的刀光 仿佛一道惊雷 惊天过 瞧 两把巨刀狠狠地撞在了一起 仿佛两头黑白巨龙 疯狂地厮杀 每一次的碰撞 都有大片的刀器化作虚无 激烈征杀的疯狂 震撼了铁拐李 赤脚大仙 烟赤霞和诸葛流云等人 大罗级的争锋 比太乙金仙强出太多了 双方简直不是一个层次 巨大的动静 惊动了天庭 一面巨大的水晶 悬浮于灵霄宝殿之上 玉帝 老君 托塔天王李靖等人 云集在此 看着水晶中激烈的斗法 无不神色关注 南瞻部州白虎族老祖 大罗天仙白鹰 大家都知道 这青袍修士是谁 玉帝问了一个 大家都关心的问题 但满仙廷的仙官 居然没有一个知道 最后 大家看向太上老君 后者算了算 此人名唤徐军名 道号崇山真君 是南瞻部州 大派崇山书院的 开辟祖师 他只算到了这些 更多就没有了 南瞻部州 果然藏龙卧虎 在这南方蛮荒之地 居然还有一位 寂寂无名的 大罗竟存在 玉帝道 老君眉头动了 动病未多说 这满庭当中 只有他看得出 那崇山真君 并非大罗 而是一位太乙金仙 大庭广众之下 没必要去打玉帝的脸 不过 此人在阵道和 炼祺之道上的修为 倒是极强 数千剑仙宝 十几万剑仙器 做阵言 那大阵运转之间 仍然严丝合缝 丝毫不错 果真非凡 老君心道 除了天庭 灵山诸佛也在观战 一场大罗级别的斗法 数百年不遇 即便只是观战 也能收获不少 如来佛祖高坐在上 杖六今生光滑璀璨 佛光普照大千 神圣无比 下方四大菩萨 大士智 日光 月光诸菩萨 十八罗汉 五大家兰 三千金刚 暗部就班 我佛 这男子不只是何人 居然能跟白虎老祖斗法 而不落下风 大士智问道 如来推算片刻 此人名唤徐君明 道号崇山真君 是南瞻部州大派 崇山术院的开派祖师 继续推算 再无所得 诸佛菩萨 只是惊讶于这 徐君明的强悍 但月光菩萨 却心中震撼 想当初 自己就与这 徐君明一番斗法 虽然落败 但只是稍差了一筹 但现在距离当初 也不过五六百年而已 对方的修为 已经精进如斯 难道说 当初他未尽全力 这是最合理的解释 除了天庭 佛门 整个地仙界顶尖大势力 都在观战 此战不论胜负 徐君明和他的崇山书院 都不再是无名之辈 哄 刀器涅滅 化作心流云散 白鹰咆哮着 三招已过 接下来轮到本尊了 哄 琥珀双龙斩 浩荡的刀光 如同天河般 带着狂暴的冲击力 飞向前方 两道雪亮的刀器 如同双骨骄 纠缠着 煞气倍增 徐君明映绝一变 无尽虚空 刹那间 混元神门周围的空间 震荡起来 层层叠叠的空间 延伸开来 亿万里虚空明灭 那刀光飞来 仿佛永远在 混元神门前方摆仗 难以寸净 实际上 这是内部空间太大 刀光飞了千万丈 在外面看来 也只是寸净 大罗修士 神识控制的范围有限 等足够深入后 刀光不可避免地溃散起来 徐君明右手一抓 空间塌险 庞大的空间 瞬间崩毁 巨大的力量 瞬间碾灭了刀光 看在眼里 镇原子目光闪动 未曾想他对空间之道的领悟 已经到了大罗层次 近在咫尺的他感受得格外清楚 而且 他自己虽然是土 木成道 但也涉猎了空间之道 秀李乾坤 就是空间之道最典型的运用 只是空间到底不是他的主修 从上古参悟到现在 也不过大罗初期的程度 比现代的徐君明还差了一些 今日之后 倒是可以交流一番 看到这里 他明白 今天的斗法肯定是平局 对白银而言 平局就是输 毕竟身为大罗 却打不过一个太乙惊险 怎么看都很丢脸 正是明白这些 白银越发地激烈起来 澎湃的妖气 负压亿万里 改变了周围的天象 也撼动了百万里内的虚空 再接我一招 巨口张开 无穷的羹筋灵气快速聚集 白银本就是西方神兽 天生羹筋之体 是修炼金形道法的神体 此刻催动血脉神通 方圆亿万里内的羹筋灵气 快速聚集而来 不过片刻 庞大的羹筋灵气 化成做一颗三十万丈的白色巨球 浓郁之极的羹筋灵气 连白银法身都包裹了进去 凝炼到了极致后 炸雷般的声音响起 琥珀裂神斩 哄 晴空巨阵 接近四十万 凝炼之极的羹筋之气 瞬间变作百万丈巨刀 气势如山 又飞腾如电 瞬间到了徐军明眼前 狂暴的刀器 带着无与伦比的煞气 顷刻间撕裂了无穷空间 徐军明脸色凝重 阵 封印之力爆发 所有的空间避障 瞬间强大了数倍 刀器飞驰 再也奈何不得 去世已尽后 瞬间被塌陷的空间蔑灭了 白银看在眼里 神色凝重 他真的没想到 自己拼尽全力的一刀 仍然奈何不得对方 如果你能接下我这一击 我们便是平局 徐军明调云呼吸 白城主 尽可出手 白银点了点头 凝视对面的人族青年 第一次把对方 当作真正的对手看待 深吸一口气 滚滚着流 飞入白银体内 额头神纹绽放到道神光 随着时间流逝 这神光越来越强 渐渐一股惊天动地的威势 散发开来 这一刻 佛门 道门 天庭 天下万千强者 都瞪大了双眼 白银头顶 仿佛出现了一颗太阳 内中蕴含了 毁天灭地的强大力量 突然 双目圆征 琥珀色的寿童中 是前程到极点的宿目 犀利的目光 只是前方 大须弥更精神光 刹那间 天空为之一暗 大地也失去了颜色 所有人眼中 只剩下了一道光 仿佛天地初开时 洪荒中诞生的 第一缕光芒 洁白无瑕 却孕育着 霸天绝地的神威 光芒迅速打破了 混元神门前的 无尽空间 淹没了这座 强大的大罗灵宝 以及站在上面的徐军明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 徐军明必输无疑 甚至身死盗消的时候 光芒弱了下来 那座十万丈 青灰色神门 仍然立在那里 仿佛亿万年来 不曾一动半分 神门上方那挺拔的身影 依旧透着蒸蒸之气 仿佛万千巨山 无边巨力都不会压垮 不可能 怎么可能 白鹰难以置信 白长风目瞪口呆 看到这一幕 天地间一片哗然 老君 如来离得远 看不出来什么 但近在咫尺的镇原子 却感受到了一二 是时间吗 当然是时间 在这一道神光降临后 催动时间加速的大神通 把自己置于未来 让这白鹰的大须迷更金神光 自然爆发 最后安然度过这强大的一击 自从经历了破镜 太以金仙时的领悟 时间之道 一直是他所有道法中 境界最高的存在 距离大罗中期的道境 只有一线之隔 再加上时间之道本身的玄妙 这才安然度过了 庚经神光的攻击 凝视着气喘吁吁 神色疲惫 耗费了弱大法力的白虎老祖 白城主 此招已过 还望你不忘前沿 白鹰深深地吸了口气 凝望着对方 最后你怎么躲过了 我的庚经神光 事关平道机密 不便告知 还望见谅 望着盘坐于神门之上 气息晦涉的男子 白鹰在众目睽睽之下 也不敢抵赖 心中一动 收了法身 直到这时 徐军明才散了大阵 收了混元神门 谨慎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不多余 第0856章 一招成名天下之 师父 师父 烟赤霞 诸葛流云连忙飞了过来 心中激动 目光中透着浓浓的崇敬 微笑着朝他们点了点头 稍作安慰后 看向缓缓朝这里 飞来的镇元子等人 六位 久等了 铁拐里 赤脚大仙连忙回礼 态度比之先前 恭敬了何止十倍 这种明显的变化 再次让徐军明感受到了 修为的重要性 镇元子和离山老母 看他的眼神也有了变化 那种居高临下 俯瞰后辈的目光少了 多了一丝丝由衷的欣赏 道友客浅 看来要不了多久 道友就是我被装人了 镇元子笑道 还需大仙日后多多提显 态度恭敬而平和 并未因为 占平白虎老祖白鹰 露出太多的自得 甚至自大 众人看在眼里 暗暗点头 有这份心性在 大罗可欺 其实 如果有可能 徐军明也想骄傲一下 但他自家人 知自家事 若非有大阵提供 源源不断的灵气 催动混元神门 他早就被白虎老祖打趴下了 大罗境界跟太乙境界 绝对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层次 修士修行 成仙可以从地府中收回地魂 不入生死部 这是第一次重大蜕变 所以元神修士 几乎很难打得过元阳天仙 成就大罗 可以从天到收回天魂 命运不会再操于他人之手 这又是一次截然不同的蜕变 太乙境和大罗境 之前的差距 比元神跟远阳天仙更大 远在天庭 众仙观看到大战落幕 一时间进阶新生震撼 白虎老祖白鹰最后那一世 本命神通 确实强悍的惊人 即便只是在水晶中观看 隔着亿万里 都能感受到其中那把绝天地 烈海分疆的强绝力量 换成是他们 早就死透了 但那位崇山真君 居然毫发无损地接了下来 虽然有借助阵法之嫌 但能挡住这一击 战平一个老牌大罗天仙 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成就 地仙界 果然不愧是十二上界之一 真是藏龙卧虎 哪吒看在眼里 心中暗暴 这种能以太乙战大罗的强者 就算在洪荒中也不多见 看着水晶中沉稳的身影 玉地目光闪了闪 太白金星 陈赞 以去宝库 林子文盘桃三颗 赤文盘桃九颗 青文盘桃三十六颗 上等美玉三队 三转金丹十八例 上等锦绣六套 上等天马三十六匹 带下戒去 交于崇山真君 以表证恭贺之意 遵旨 另外 若是他有心上天为官 镇院封他为 想妖府虎大天王 执掌八十万天河水君 位列一品 文听此言 众人脸色变换起来 大家都不是傻瓜 很明显 玉地是想趁着 天鹏元帅背贬的空缺 分化浮到两脉的势力 并借此为自己 拉拢一个强员 陛下不可 那崇山真君 在上界并无寸功 如果昼灯高位 只怕重兵将不服 托塔天王李静开口道 请陛下收回成命 四大天王紧随其后 看了刚刚那斗法就知道 不出意外 崇山真君 徐军明 未来必然会成就大罗 如果让这样一个人物 入了天庭 掌控了八十万天河水君 那么天庭的局势 势必会更加复杂 要知道 徐军明可不是一个人 背后还有一个崇山书院 若是让他们掺和进来 李静再想执掌 天庭兵马大权可就难了 李天王此言诧异 想那孙悟空 最初不过一下界妖猴 不知天时 野蛮无状 甚至还有私下天庭 反抗天威的精力 尚且能封赏为齐天大圣 看守盘桃园要地 如今 崇山真君为人族大能 传到亿万 受人尊敬 如何不能重赏 难道说 只有妖族大妖可为天官 人族大能就不行 李静神色一致 这种得罪整个人族的话 当然不能说 陛下此言诧异 好了 挥手打断他的话 既然有孙悟空的诸遇在前 本尊也牢记 当初天王 规劝镇时所说 不拘一格匠人才 太白金星 还不截止 感受到拖塔天王犀利的眼神 太白金星心中一苦 众目睽睽之下 却不敢不从 只得站了出来 臣截止 远在西天大雷音寺 诸佛菩萨看完大战 气氛也沉默不少 我佛 那崇山真君 徐君明 最后一世道法 极为玄妙 不只是何种神通 大士至菩萨问道 如来佛祖 宁眉沉思片刻后 摇了摇头 隔着千山万水 我也不能尽知 不过观那崇山真君 精通胡天道法 想来 应该是胡天道先天神通 诸佛菩萨认同地点了点头 摩科家业 我佛 下一届于兰盆会 记得给崇山真君 发一张请柬 遵法旨 如来点头后 身影缓缓消散 他一走 下面的佛 菩萨 罗汉们也纷纷离去 大雷音寺后院 给孤原菩提树下 如来法身出现 早已再次等候多时的 身照佛光的俊美和尚 恭敬参拜 经缠子参见老师 微微汗首后 看着这个光阴禅成就的二弟子 眼神中露出嘉许之色 能够在三千年内成就太乙精先 可见其资质非凡 此番佛法东传 对我佛门至关重要 为师身为诸佛之祖 也当慎重行事 故二 想让你转世东土 以凡人之身 历八十一节 跋涉千国 行千山万水 取我真经 广传南瞻不周 成我佛门布施伟业 到时 由此大功德加深 你也能见性成佛 度过天节 成就大罗功果 如此 可愿意 简单考虑了一下后 金禅子便恭敬地点了点头 他的光阴禅血脉并不纯粹 修到太乙精先 已经耗尽了体内潜力 若想更上一步 除非经历亿万年苦修 否则转上一世 反而是更好的选择 毕竟 时间倒是在太难参悟了 若非血脉关系 太乙精先 他也难以达到 如此 你便去吧 弟子拜别恩师 仰起拳头 在自己胸口捶了三下 一团琉璃色的光团 从体内飞了出来 等弟子转结归来 再来恩师做前净孝 如来点了点头 屈指一弹 一个黑色的大洞浮现 阴冷的气息 亡魂的哀嚎 从中冒了出来 光团瞬间飞了进去 如来左手一挥 大洞消失 看着面前剩下的肉身 如来右手一拍 一只九丈之巨 通体水金色 表面缠绕紫色花纹 双目血红的巨蝉 出现在眼前 从他身上 能够清晰地感受到 浓郁的时间之力 伸手一招 巨蝉缓缓缓缩小 落入掌心消失不见 给孤原中又变得安静下来 崇山书院 列位 在下突感不适 就先行告辞了 白银说完后 也不带众人回话 深话顿光 快速离去了 手段进出 结果他 一个老牌大罗修士 跟一个太以惊陷的后背 打成了平手 脸都丢尽了 那还好意思继续留下 他一走 同为白虎族的白长风 也不好再留下 连忙追了上去 离开崇山书院 所在的范围后 老祖 真的要把赤离妖国 割让给崇山书院 你以为我想 但当时 这句话是当着朕园子 离山老母 以及那么多仙人的面 说出去的 除非你想让我白虎族 背上一个不守承诺的骂名 否则 这赤离妖国 我们不想让 也得让 白长风也明白其中的关键 但赤离妖国 可是一个土地 纵横超过三千万里的 庞大国度 各种资源也很丰富 若是让出去 他实在是不甘心 思索办上后 白长风眼睛一亮 老祖 我有一侧 即便无法留下赤离妖国 也能让崇山书院 投鼠忌器 白鹰转过头 他知道这个 小倍速来有几分极致 快说 是 赤离妖国东面 便是巫神妖国 这些家伙 原本还算恭敬 但自从千年前 投靠佛门 成为天龙八部众后 越发跋扈 对我们万寿山 也开始阳奉阴伟 不如把赤离妖国 让给他们 以其自大的秉性 绝不会放过如此好的 扩充实力的机会 崇山书院 当然也不会 把一个三千四百亿里的 大国当给他们 所以 双方必有一战 最后 不管谁胜谁负 对我们都有利 白鹰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若是崇山书院胜利 实力大幅削弱的 巫神妖国 再也不敢反抗 万寿山的命令 若是巫神妖国胜利 白鹰摇了摇头 除非如来 弥勒佛 或者巫朝禅师出手 否则 巫神妖国 绝无可能胜出 就算这三位 除了如来 剩下的两位实力 跟他相似 除非徐军明 离开崇山辖地 失去那大阵庇护 否则也是一个 不胜不败的结局 还是你聪明 就照此办理吧 我这就去巫神妖国 白鹰点了点头 看着白长风 信冲冲而去的背影 暗自叹了口气 计谋虽好 但始终无法改变 几方势力不足的缺陷 要是先前打败了那徐军明 何来这么多麻烦 第0857章 云台先会 再入天庭 崇山书院 邓州上院 动天中央封后山 徐军明端坐中央 左边是镇元子 骊山老母 铁拐骊等先人 右边是烟赤霞 诸葛刘云等崇山弟子 若是我没看错的话 道有最后所用的 应该是时间之道的神通 镇元子问道 此言一出 众人皆经 看过刚才的斗法 大家都知道 徐军明精通 胡天道和星魂道 虽然惊讶于他的财情 但能够以太乙金仙 修为斗法 大罗天仙 本身就是天才一流 悟性惊人 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洪荒以来 无量量劫 亦亦万年 天才之辈 多如过江之清 能够同修时间和空间两道的 还从未听说过 当年盗祖红军传道三千 时间道也涉猎不多 确实是时间之道 不过并非我自身领悟 而是这件宝贝 左掌摊开 先前绽放无穷神威的 混元神门 出现在众人眼中 此宝是我遨游昆虚时 意外所得 上面四大神闻 契合时间 空间 封印和星魂四道 攻防一体 妙用无穷 昆虚就是地仙界外虚空 地仙界众修士 把这片虚空称为昆虚 原来如此 道友好机缘 郑元子淡淡一笑 虽然他不怎么相信 但也不会守着这么多人 直接反驳 道友 再有一甲子 便是云台仙会之期 不知道有是否参加 离山老母道 地仙界有五大圣会 分别是佛门的鱼兰盆会 道门的云台仙会 天庭的盘陶仙会 妖族的天妖大会 以及巫族的巫神大会 五大圣会的宗旨 就是交流道法 交换有无 偶尔还会切磋记忆 五大圣会 有以鱼兰盆会 云台仙会 和盘陶仙会影响最大 盘陶仙会规格最高 腰变三界大能 能得到邀请 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但盘陶仙会 只是吃吃喝喝 并无太大意义 反而是鱼兰盆会和云台仙会 每年都会有佛道 两门的大能讲法论道 数百家佛道大宗相互交流 沟通有无 热闹非凡 若是能得到邀请 我崇山 书院身为道家一脉 自然不会落于人后 徐军明道 相信今日之战后 云台仙宗 绝不会至贵派于不顾 云台仙宗 是东盛神州第一道门 传闻乃是原始天尊弟子 中南山玉柱洞云中子的传承 在徐军明看过的 帝仙界记载中 云中子分身开辟 云台仙宗后三万年 便飞升而去 但云台仙宗 一直长盛不衰 只罢东盛神州 徐军明点了点头 朝震原子宫守道 久闻大仙道法今深 今日有幸的见尊严 不知可否为我等讲道一番 此无不可 不过 老道也对道友的 胡天道法很感兴趣 你我可交流一二 故所愿而不敢情二 镇原子精通土木之道 境界深远 讲起来深入浅出 让人获益匪浅 胡天之道 虽然并非根本道法 却独有一番见解 让徐军明大呼过瘾 后面离山老母等人 也加入进去 一场讲道持续了三月 而后徐军明陪伴众仙 游览崇山书院之下 各州郡 繁华的市井 普及到所有人的教育 全民修行的现状 发展到繁盛的傀儡机关术 决然不同于其他国度 让众人大开眼界 这一游览就是六年 镇原子在此 徐军明也不得不用 本尊陪伴 六年之后 把众人送走 总算得了空闲 当然 这六年间 还发生了不少事情 徐军明已分身处理 倒也没耽搁 你真打算接受玉帝的封赏 太义真君问道 为什么不 玉帝已经决心靠拢魔教 仙庭中佛门 跟道门势力相互惊讶 你闲得没事 掺和进去干什么 难道就为了那八十万 天河水居 天庭的仙兵 即使并非真正修炼 而成的天仙 而是人间 王朝精锐兵 族战死后 魂魄被天庭收去 经过化仙池 重塑肉身 进而成为仙兵 他们也会修炼 其中佼佼者 随着修为的提升 职位和权力 也会不断提升 所以 八十万天河水军 并没有想象中 那么有价值 八十万天河水军 不算什么 但掌握了这股力量 我们也算在天庭 有了个立足之地 可以正大光明地 监控这个地仙界的中枢 顿了一下 徐军明眼神中 闪烁金光 而且 玉帝竟然打算拉拢我 牵制托塔天王李靖 我上奏增加 天河水军的数量 他一定不会拒绝 太义真军点了点头 玉帝虽然只是 佛道两门的傀儡 但到底是一位天地至尊 权力不小 在一些小事情上 佛道两门 也不会跟他对着干 李靖和亡灵关手中 掌握的天兵足有一万 除非你把天河水军的兵力 提升到千万 否则派不上大用场 兵贵金不贵多 而且我又不打算争霸天剑 要那么多兵干什么 随你吧 反正你分身多 怎么完全看你自己开心 太义真军摆了摆手 你快渡劫了吧 太义真军点了点头 我已经感受到天杰的威压 不过 我打算再稳定几年 大罗天杰 确实应该慎重行事 徐军明脚步一脉 我走了 你自己好好修炼吧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太义真军撇了撇嘴 盘膝坐了下来 没再去混元神门中 现在的他法力和境界都已足够 欠缺的只是一点契机 会合了太白金星 一路来到南天门 植入灵霄宝殿 作为最近火爆天亭的名人 一路过来 无数仙官天兵无不报之疑 审视的眼神 来到同明殿 真军且在此等候 我去通报 徐军明点头后 太白金星匆匆而去 时间不长便传来了赵剑声 在两个金甲侍卫的带领下 除了通明殿看到了高卧重重云朵之上 宽达千丈 高树百丈 灰红壮阔 祥云缭绕 威严无比的灵霄宝殿 虽然之前隐匿在天庭的时候 已经看了不下百次 但都不如自己亲自走在玉道之上 只是这座天界中枢时 那么直观而深刻 时节上 跨过巨大的门栏 四根巨大的盘龙金柱映入眼帘 在金柱两侧 是顶盔冠甲的天将 以及高官博代的仙官 顺着中间的丹臂 正中央可以看到 笼罩在一片仙光侠气中 身穿九龙袍 头戴平天官 气度威严的天地 太上开天直服玉丽寒 真替道经 却云宫九穷玉丽 万道无为大道 明天好天 金雀至尊玉皇设罪 大天尊帅 穷高上帝 又名玉皇大帝 没想到他也在 看到站在左手第一位 身穿八卦姓皇道袍 头扎道计 下河留着常然 先锋道鼓的太上老君 徐军明心中暗暗惊讶 简单地整理了一下心绪 迈开大步 在无数审视 疑惑的眼神中 来到丹臂之下 躬身失礼 下界散人 重山真君徐军明 参见大天尊 玉皇高上帝 真君不必多礼 快平身 谢陛下 前日 正观真君 与下界白虎一族 老祖白鹰斗法 平分秋色 令朕敬佩 太义惊仙斗大罗天仙 更是让朕 惊讶于真君的 胆破和法力 故而 才令太白金星下界 抚慰一二 并招真君上界 不使能人闲事 遗落于荒野 徐军名威莫本领 得陛下如此赏识 敏感五内 唯有忠于王室 勤勤恳恳 以报陛下礼遇 虽然不知此话真假 但当着这么多人 公开效忠 确实让玉帝心中高兴 刚要开口 冷不防 拖塔天王李静 抢在了前面 真君既然感激 陛下知欲之恩 何以用分身朝剑 依我看 分明是藐视天威 当处以重诚 徐军名副手而立 正眼都没看他 既然铁心投靠玉帝 当然要跟李静 划清界限 被当众藐视的 李静怒火中烧 你 好了 玉帝打断了他的话 徐真君跟白虎老祖斗法 虽平局 但肯定受创不清 本尊闭关 浅分身来此 也是情有可原 天王不必吹毛求疵 陛下 玉丰下界大能 崇山真君 徐军名 为降龙拂虎大天王 正义品 掌管八十万天河水军 凡天河周围三亿里 聚为其管辖 多谢陛下 臣必肃心业媚 勤于王室 只有一事 还请陛下恩准 爱卿请说 天河广大 浩浩百万亿里 八十万天河水军 想要掌控如此浮原辽阔之地 实在困难 故此 臣请陛下恩准 天河水军 阔军三百万 方能掌握如此广阔之地 陛下不可 天河在天界深处 只有几个萧小之辈 偷到水汽 并无大敌 八十万水军已经足够 再多实属浪费 李靖仍然第一个跳了出来 不过这次不只是他 四大元帅也紧随其后 道教重将 看了看王林关 后者犹豫了一下 看向老君 看他老人家 双目微闭 仿佛睡着式的样子 犹豫了一下 王林关脉步而出 崇山书院再怎么说 也是道家门派 徐军明也是道家一份子 虽然明确投向了御帝 但谁知道背后如何 第零八五八章 三圣四王 三十六将 启奏陛下 臣以为 徐天王所奏在秦在里 八十万天河水军 确实不足以管理天河 此言一出 满堂皆经 王林关可是道家天将魁首 虽然威望不如李静 但实力高深 并发出众 齐麾下天兵 更是天庭精锐 他一开口 道家其余天将 纷纷支持 很快天庭就分成了两派 佛门反对 道门支持 但恰巧道门的支持 反而让玉帝变得疑虑起来 会不会自己拉拢徐军明 加强了他的实力 反而提升了道门的力量 但如果对方真心靠向自己 自己却拒绝了他扩军的提议 岂不是让自己少了一个可以依靠的棋子 犯了多疑毛病的玉帝左右摇摆 沉阴片刻后 天河深处天界深处 不闻战谷之声 确实不需要太多兵族 但天河广大 八十万天兵也确实少了些 这样吧 三百万削减为两百万 所需兵丁由天兵电话波 兵器铠甲由军械司制办 虽然三百万削减为两百万 但算上原来的八十万 数量也不少了 磨练一番 也是一股不小的力量 多谢陛下 臣遵旨 徐军民工声道 托塔天王李静明白 有王陵官支持 玉帝首肯 他就算再不愿意 也改变不了结局 正是说完 玉帝刚准备宣布散潮 一只闭目无声的老君 突然睁开双目 两道犀利的眼神 直射徐军民 徐道友 精通天机数数 小有成就 徐军民道 怪不得我始终推算 不出你的过往 看来 果然是你自己遮掩了天机 徐军民点了点头 他以半生青铜镜 遮蔽了天机 这宝贝的玄妙 比他手里的青铜断剑 还要玄妙百倍 甚至还在乾坤洞天 所见太极图和乾坤顶之上 可见其强大 太上老君 毕竟不是太清道人 更不是那位坐看风云 历经无量量节的圣人之尊 最后看了他眼后 老君身影逐渐消失 玉帝宣布散潮 太白金星带着徐军民 前往天河水军大营宣旨 李道友可否为本官讲一下天河水军的大概情况 天王客气 此等小事 李长庚自然之无不言 组织了一下言语后 天河水军除了统帅 麾下共有三圣四王 三十六将 天刚大圣 混元大圣 四目大圣 九天沙同大王 高雕北问神天王 长庐巨兽大天王 威剑神王 七位都是太乙境大能 统领天河七毒 三十六将为原阳经先 掌管三十六湖 天界并不是只有一条天河 七毒是天界会入天河的另外七条河流 三圣四王统领四十万天河水军 三十六将统领三十万天河水军 位于天鹏山的天河水军大营 则有十万水军镇守 也就是说 我能够调动的兵力 也只有这十万水军了 李长庚笑了笑 以真军的手段 定能将三圣四王三十六将降服 而且 大天尊已经准许天王阔军两百万 两百万对七十万 胜负可知 徐军明不是傻子 七十万修炼多年的天兵天将 战力胜过千万出登天界的新丁 不过有一句话他说对了 以自己的手段 降服这些所谓的三圣四王 三十六将 易如反掌 天鹏山是一座位于天河中的大山 高三千丈 虽不算巍峨 但在这平坦的天河之上 却自有一股凌然之气 天鹏山受水则之气滋润 草木聪茂 一派生机 一座座兵营 沿着山体向上延伸 最上端是一座前后五镜 左右三胯 占据整个山顶的灰红宅院 乍看上去 有些像凡间的皇宫 但笼罩于一片鲜光之中 气象不凡 两人降下云光 守卫的冰丁看到连忙攻身行礼 参见太白仙军 起来吧 张同志 李通判可在 在 正在府中忙碌 姓 前 招四位将军呢 四位将军在大营带兵 速速去通知 让他们来府中拜见天王 是 兵丁看了眼徐军明 自从上届天鹏元帅 调戏嫦娥仙子 被贬下凡后 元帅府已经空置了近百年 如今终于迎来了他的新主人 天王 我们进去吧 徐军明点头后走了进去 进门便是一座大殿 虽然远不如灵霄宝殿 但也气派非凡 迈步而入 足有十几亩大小的厅堂 最内侧 放着一张虎皮大椅 左三右四 各有七张椅子 天王请上座 徐军明也没客气 直接走上去坐了下来 不过这屁股底下的虎皮 虽然不错 但让他看起来像个鲁莽的山大王 哪还有半点先起 心中一动 便收了起来 太白金星在左侧 第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 时间不长 两道流光飞了进来 落地献出 两个身穿文官袍服的仙冠 左侧一身黑袍 浓眉大眼 脸色较黑 右侧则一身轻袍 身材瘦高 斜眉入病 葱鼻高挺 显得有些冷峻 先看了眼高 坐在主位上的徐军明 两人躬身失礼 参见太白仙君 二位请解 我为你们介绍 这位便是大天尊清风的 想妖俘虎大天王 官居一品 崇山真君徐军明 日后将统领 八十万天河水军 另外 大天尊已经准许天王所奏 将会把八十万天河水军 再扩充两百万 两人神色一变 随即大喜 天河水军的规模越庞大 他们的权势 也必然水涨船高 二位还不快来 拜见新主 同知张瑶 通判李维 参见天王大人 徐军明点了点头 二位请解 天王 天河水军中 张瑶主管护曹财政 李维负责军纪行御 另外 还有新游 钱廖 吴飞 赵广四位将军 分掌天鹏山十万水军 说话间 四道顿光飞了进来 经太白精心介绍 新游是个身高近丈 脾气火爆的巨汉 钱廖是个销瘦的汉子 面色有些阴冷 吴飞身材中等 相貌英俊 赵广身材肥胖 满脸带笑 看着他们 徐军明明白 这六个人 跟他们掌握的十万天河水军 是目前自己唯一能够调动的力量 太白精心把徐军明介绍给众人认识后 便告辞了 而等知道 大天尊准 我们天河水军 阔军两百万 但这两百万军队 怎么分派 谁多谁少 却要我跟三圣 四王 三十六将军商议 张瑶 属下在 你敲响巨仙谷 招中将来天鹏山一事 遵命 刚刚拜见新主 摸不准他的脾气 不知道他背后势力 谁也不敢乱提建议 恭敬应命后 便下去了 你们都下去休息吧 等众人聚齐之日 再行召见 遵命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徐军鸣淡淡一笑 摊开的左掌中 露出数道灵符 迅雷不及掩耳 瞬间没入几人体内 这幅正是当初 他暗中操控 七大圣的四项风神符 这几人修为 不过原扬惊仙 或者悬仙 自然发现不了他的手笔 管你们是哪门哪派 分数哪种势力 只要种下了 我的四项风神符 不需百年 便全是我的忠权 随着他对 时间道和新魂道的领悟 进入大罗境 四项风神符 越发神妙 不知不觉间 就能扭转心神 归附于神魂之主 只是这种神符 所需材料不菲 炼之不易 无法大面积使用 碰 一柄如意掉到地上 摔得粉碎 李静怒法冲冠 脸色铁青 自从他成为托塔天王 执掌天庭兵马大权 还从未被人如此奚落 可恶 数字暗敢欺我 哪吒站在一边 懒得搭理他 但一同过来的四大天王 连忙上前安慰 天王息怒 那徐军铭出入天庭 根基不牢 虽有几分修为 也不过是匹夫之勇 不足为律 增长天王劝道 没错 那天河水军中 四目大圣所部 九天沙铜大王所部 高雕北瓮神 天王所部 以及三十六将中十三将 都是我佛门势力 那徐军铭就算贵为天河水军之主 也注定无法掌控所有天河大军 持国天王道 天王当即的 君谢司可是雷轩新军管辖 他是我佛门普贤菩萨寄明弟子 只需天王交代一声 管教那徐军铭只有兵 没有假 广目天王道 李静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就这么做 到时候 我让徐军铭的两百万大军 变成两百万泥腿子 未免被御帝怪罪 天王还需闭关修道 多闻天王道 哈哈 就是如此 五人进阶大笑起来 旁边哪吒看在眼里 面露不屑之色 身在权势中 他们也被权势蒙住了眼睛 修行之事 修为才是第一 那徐军铭身为太乙金仙 连大罗天仙都能占平 可见修为法力远在众人之上 就算能凭借权势压制一时 等将来人家进阶大罗 整个天庭 除了老军 谁能制衡 到时候 别说是区区兵甲 就是千万大军 也不过抬手可平 第零八五九章 乌神妖国 黑水玄蛇 南瞻布州 乌神妖国是万寿山下辖 近千个妖国中较大的一个 这是一个蛇妖为主的过渡 尤其王族 更是蛇类中少见的黑水玄蛇 实力强大 故而占据了周围四千亿里的广大区域 在整个乌神妖国中 共有三位大王 名幻乌角大王 乌灵大王和乌风大王 这三位蛇王都是太乙 金仙境界的强大存在 其中乌角大王实力最强 已经是太乙金仙后期的存在 当初也是他力主投靠佛门 如今整个乌神妖国 已经有近五百蛇妖 加入了八部天龙中的 莫乎落甲 佛门的支持 也是他们敢于对万寿山 听调不听宣的底气所在 不过 突然从万寿山传来的命令 却让他们犯了难 大哥 二哥 依我之见 管他什么原因 既然万寿山把赤梨妖国交给我们 占了就是 就算有什么麻烦 也是万寿山的命令 实在不行 不是还有佛门 怕什么 乌风大王道 三帝不可鲁莽 我等听调不听宣 万寿山早就不满 若非佛门支持 只怕此刻 我等三兄弟 已经亡命天涯 如此情况下 万寿山仍然把赤梨妖国这块大肥肉 交给我们 其中必然有诈 乌灵大王道 二帝所言甚是 只可惜 我们派出去的探子 一直没探听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乌角大王叹了口气 徐军民跟白虎老祖的大战 虽然震惊天下 但也仅限于那些 拥有大罗修士 有手段监察天下的顶级势力 至于乌神妖国这种中等势力 隔着数千亿里 当然不知道 大哥 二哥 要是我们继续等下去 万寿山看我们毫无动静 把赤梨妖国 让给白山妖国怎么办 白山妖国也是赤梨妖国的灵国 实力比乌神妖国和赤梨妖国 还要强大不少 乌角大王沉吟片刻 这样吧 老三 你先带上三百万妖兵 把赤梨妖国站下来 若是碰到大势力 就赶紧退回来 切记不可恋战 大哥放心 小弟明白 乌风信冲冲地飞了出去 看他离开 大哥三弟性格冲动 性子又倔 万一惹下祸端 让他吃点亏也好 省得他老是给我们惹麻烦 至于危险 放心吧 以三弟的实力 就算打不过也能逃回来 乌灵大王点了点头 周围除了万寿山 基本没什么强大的势力 以自己三弟太以惊心的修为 就算打不过 逃还是可以的 就这样 乌风从乌神妖国中点了三百万妖兵 成云驾雾 风驰电掣地过了赤梨妖国与乌神妖国的边界 荡云山 三大王 前锋来报 没看到赤梨妖国的赤梨君 多派探子 一旦有风吹草动 立即来报 是 妖江深化金雕 冲天而去 乌风虽然主张 先把赤梨妖国站下来 但他也不是傻子 知道天下没有白费的午餐 所以 一路上把手里所有的赤后 全洒了出去 就算遇到敌人埋伏 他也能从容不振 实在不行 也有时间逃走 出乎预料 除了一些小妖 整个赤梨妖国的妖族 消失得一干二净 大大小小的城池 空空荡荡 但凡能够带走的取走的 都被带走了 甚至城池上的阵法也消失了 只剩下一堆光秃秃的土石在此 看来 赤梨妖国的妖族 真的搬走了 略作思索 传令下去 留下一个银勘守 其余大军只取赤梨城 众妖轰然应命 速度加快了不少 山川和月不断被甩在身后 渐渐的 一座铺在一片巨大的平原上 占地数千万亩的浩大城池 出现在眼前 赤梨城 赤梨妖国的国度 乌风神色一喜 就在下令准备全军开禁的时候 远处天边突然献出一朵白色云气 爆 一道金光闪电飞来 落地献出一个身穿皮甲 鸟头人身的妖怪 爆三大王 前方有人族战兵开禁 数量之重 不下五百万 什么 乌风大吃一惊 哪里来的人族战兵 看齐号是崇山书院 崇山书院 正是 乌风陡然想起 在赤梨妖国之南 确实有这样一个人族宗派 传闻此宗弟子战力颇强 赤梨妖国几次与之争战 都被打得大败而逃 他们怎么来了 难道说 他们也发现了赤梨妖国的空虚 想要趁机赚便宜 再探 务必弄清楚他们的来意 是 赤后冲天起 传令各部妖兵 列阵迎敌 咚咚咚 惊天动地的战鼓 响彻四眼 除了留守后方城池的妖兵 还剩下两百四十万的 乌神妖国妖兵 迅速停止前进 在各自头领的带领下 列为一字长蛇阵 两百多万妖兵展开 绵延千里 浩荡的妖云遮天蔽玉 同时 在赤梨城之南 一朵白色的云气 快速变大 等到半个时辰后 这白色云气 已经占满了天空 浩荡的运气中 一艘艘长达百丈的 战舟成锥形阵 铺满苍穹 每一艘战舟上 都占满了顶盔冠甲的人族士兵 气势森严 队形严整 显然都是 久经训练的精锐 一艘艘战舟 仿佛经过精心摆放 每一艘的前后左右间隙 极为相似 乌风审视着 这支满身杀气的大军 尤其是那些古怪的战舟 神色凝重 这些青铜色的战舟 每一艘都是原阳仙气 虽然单一一艘 或许不怎么样 但近三千艘 原阳仙气 未集在一起 就惊人得很了 更何况 其中还有长达千丈 气息明显 更强大的 太乙仙宝级别的战舟 威能更加强大 跟他们一比 自己挥一下 这支酒精训练的妖兵 拿着五花八门的兵器 仿佛叫花子一般 就在乌风审视着 对方的时候 一艘青铜战舟 跃之而出 浩荡的声音 从战舟中响起 前方妖军听着 赤离妖国 已被万寿山白虎城 割让给我重山书院 若不想两国交战 便快快退走 如若不然 一注香之后 格杀勿论 乌风心中大吃一惊 什么 赤离妖国 被万寿山割让 给了重山书院 三大王 我看这些人族 纯粹就是虚张声势 万寿山乃是有 大罗修士 坐镇的顶尖大族 重山书院 虽然在这南疆之地 保有几分名声 如何比得上万寿山 以末将看 不过是看到赤离妖国空虚 想炸我们离开 他们好 独自吞下这块肥肉 一个身材瘦高的 花斑蛇妖道 花斑说的没错 三大王 我们万万不能 中了人族的诡计 他们最会耍弄口舌 一头抱头人身的妖怪 规劝道 一时间 帅杖中群腰顶沸 谁也不想退走 也罢 便让我们称称 他们的金两在做打算 乌丰犹豫鱼片刻后 下定了决心 三大王英明 与此同时 位集在一起的战州中央 一艘三千丈大小 巍峨的船楼最顶端 顶盔冠甲的岳飞端 坐在中央率位上 左侧依次是张献 杨在兴 韩世忠 孟拱 无界 与允文在内的六位清传弟子 左侧则是 王贵 魏胜 刘奇 牛高 孙吉 董仙 王坚等十八位记名弟子 在岳家军中 作为老三的岳飞军略最强 也最擅长培养 能征冠战的将帅 六名清传 十八级名弟子 无不是崇山书院 麾下将领中 出类拔萃之辈 故而这次 仍然是他挂帅出征 报 一个传令兵跑了进来 报大帅 各位将军 前方巫神妖国大军 仍然阻拦在我军前方 并无退却之意 太好了 就怕他们给跑了 孟拱兴奋到 憋了百年 终于捞着了一场大战 王贵高兴道 大帅下令吧 我不愿意打先锋 魏胜道 大帅 请派我前军出战 我愿立军令撞 不破妖军事不还 韩氏忠报全道 众将纷纷请战 士气旺盛 岳飞自然高兴 挥了挥手 众将安静下来 今日之战 没有前军 后军 一千艘 元阳战舟为左翼 一千艘 元阳战舟为右翼 八百艘战舟脱后 两百艘 太乙战舟为核心 步三才穿山阵 一举把对面 妖军给我砸烂 遵令 众将各自准备 东东 惊天动地的战鼓声响起 杀戮之气冲天起 庞大的战舟 缓缓缓调动起来 战舟是 崇山树院成立到现在 一千多年来的杰作 真正的杀戮力气 以徐军明的练气之能 到现在 也不过练成了 一万两千艘元阳战舟 一千艘太义战舟 凭借这些战舟 崇山树院大军 所向无敌 摧毁了一个又一个的妖国 把大片的疆土 纳入麾下 在双方大军 准备大战的时候 在上方数万丈处 两个相貌俊美的女修士 俯瞰着脚下 慰藉在一起的大军 师父 我们不下去帮帮岳师兄吗 李英雄问道 不用 以你岳师兄的统帅之能 配合三千战舟 就是千万妖军 也挡不住他 徐皇摇头道 他来此 只为了保驾护航 防止那些意料之外的危险 第0860章 太义得道 大罗天杰 上 开战 开战 双方统帅同时下令 煞时间 赤离城方圆三万里内 风云色变 黑色的妖云 白色的法力 仿佛两头庞大的巨兽 呲牙咧嘴 只等一声令下 就要扑上去 吞吃对方 死 伴随着巨大的蛇鸣 一条万丈之巨 通体乌黑 头大如山的庞然巨蛇 出现在滚滚妖云中 哄 满空巨阵 三千艘战舟化 做一把巨大的三叉戟 三艘千丈战舟 做尖锋 岳飞的作剑 作为核心 狂暴的杀戮之气 搅动风云 杀 继续到极致的双方 毫不犹豫 朝对方撞了过去 巨大的力量 打爆了空气 带着催山拔月 化海分疆的绝强力量 狠狠撞在一起 轰隆 滚滚气浪 横扫万里 那万丈黑蛇 几乎是顷刻间 背风力的三叉戟 斩作三段 几十万妖族 瞬间战死 什么 乌风大王 瞬间瞪大了双眼 满脸的难以置信 往日里 他带领妖兵 以一字长蛇阵 临阵对敌 从未在第一个回合 就被人打得这么惨 岳飞可不管敌人 如何震惊 在催破敌阵的第一时间 一场三段巨大的战鼓 传遍四方 那浩荡万里的三叉戟 瞬间化作两百风使 千丈风使 以太乙战周围核心 所过之处 妖兵瞬间死伤无数 滚滚妖血 染红了天空 化作圆形的妖狮 滚滚而落 仿佛砍瓜切菜 乌神妖国的精锐大军 被打得大败 不管是训练 还是装备 他们比崇山书院 差得太远了 全民修炼 让崇山书院 培养出了足够多的炼器师 再加上徐军明 这个炼器大家 在前方开拓 才转化成了 崇山书院大军 超脱繁俗的战力 死 愤怒到极致的乌风 瞬间画出本相 一头体长数千丈 通体乌黑 有着绿色眼睛的巨蛇 出现在半空 巨口张开 无数白色气流 飞入口中 下一刻 滚滚刚风 画作一道直径 数百丈的气柱 带着令人心惊胆战的 撕舍声 飞向前方 岳飞看在眼里 抓起力拳神枪 就准备挡住着蛇妖 不过还没等他动手 玄妙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你只管指挥大军 剿灭妖兵 他交给我 是 师伯 一道灰红的冰雪神光 从天而降 那强横的风柱 还未绽放 就被一刷而去 乌风大惊 下意识地朝上方看去 威然的天空中 一白一子两道身影 出现在眼中 紫色身影也就罢了 不过太乙玄仙的修为 但那满身冰冷之气的 白衣女子 却是一位 跟他一样的太乙惊险 死 乌风怒嘶一声 三把圆月弯刀 突兀地出现在身畔 刀光一闪 滚滚风气化作漫天风柱 千百道风柱 铺天盖地板 冲天而起 徐皇看在眼里 眼神轻蔑 雕虫小剑 心中一动 冰破神光 瞬间膨胀开来 眨眼间占据了半天 凌空一刷 瞬间满空清净 我的宝贝 感觉三把本命风刀 失去联系后 乌风彻底打寒 他带来的两百四十万妖军 也被快速斩杀殆尽 一场打败在所难免 逃 念头一起 庞大的蛇身飞起 直朝远处飞去 虽然体魄庞大 速度却极快 结果还没等他逃出多远 一道灰红的冰雪神光 从天而降 狼狈的一滚 躲过了头 却被擒住了尾 身为上古妖兽之躯 黑水玄蛇 虽然并非力量型的神兽 但万丈之体 力量也极为强大 但让他难以置信的是 背后那拉扯之力 居然比他大出近百倍 任他如何挣扎 都被快速吞没 眼看就在他将要被吞没的时候 一咬牙 玄蛇解体大法 一道乌黑色悬光 从体内飞出 闪电般飞向远方 速度竟然快到极致 顷刻间 就是千万里 就在他清醒自己逃出来的时候 远方一览无云的避空中 突然现出一个身穿葛衣 满头银发 手持竹杖的老玉 老玉背后一座神门显化 东的一声黄中大吕般的钟声响起 乌风知觉的神魂荡荡 元神瞬间变得软弱无力 铁链声声中 眼前一黑 彻底失去了直觉 以法身擒住乌风元神后 徐皇飘然而落 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岳飞 带着众弟子 躬身迎接 岳飞参见五师伯 我等参见师伯祖 而等起身吧 谢师伯 师伯祖 岳飞 弟子在 你可知这些蛇妖 是从哪来 应当是北面乌神妖国 不错 被我擒住的 便是乌神妖国三大王乌风 此妖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主动进攻我重山书院 便不能轻饶 故而你师祖有命 让您带领大军横扫乌神妖国 但有阻碍 一缕诸除 岳飞神色振奋 弟子遵命 至于乌神妖国乌角 乌灵二大王 你不必担忧 我来解决 是 兵贵神速 卫胜 大帅 给你留下两百战舟 扫荡翅离妖国内的残余妖兵 其余诸将 各带兵马 随我竞技乌神妖国 这岳武目到是个急性子 通过水晶看着前方大战 太乙真军孝道 转过头 你真打算连乌神妖国也一块吞下 徐军铭点头道 以前隐忍 是积蓄实力 现在我跟白银一战后 帝仙界诸派无人不知 再隐藏也没什么意义 既如此 迅速扩张一波才是正理 你不怕万寿山那头白老虎 找你麻烦 本来就是他们理亏 至于担心 比起万寿山 我反而更担心佛教 那些和尚嘴上说着慈悲 实际上一个赛一个互短 不过 先前顾及万寿山 他们一直不敢公开承认 乌神妖国是佛教势力 所以 虽有龌龊 却不会闹得太大 顿了一下 当然 等你进阶大罗境后 一切不确定 都将不复存在 太乙真军笑着点了点头 看着远方的天空 自我诞生起 到如今也有千年了 千年时间进阶大罗 就算在太古时代 武爷也配得上天才之名 骄傲的一笑后 太乙真军转过头 老三 这次我 可是走在你前面了 龙弟冷哼一声 若非把无极山乾坤洞 让给了老二 凭借那里的太极先天灵气 现在 我早就突破了 嘿嘿 不管怎么说 反正这次武爷是第一 龙弟扭过头 懒得搭理他 老六 你不行啊 在本尊那里 耽搁了这么长时间才出事 结果到现在 还是个灵魂体 光头沉玄藏 嘴角扯了扯 懒得搭理他 太乙真军 仿佛得胜的将军 扭头朝熬天看去 后折脸一沉 老五 你要敢多说一句 下次你回崇山世界 我就扒了你的衣服 把你挂在天皇塔上 太乙真军心里一哆嗦 没敢去撩拨这家伙 吞并了无极山大半区域 以及竹龙世身后 崇山世界的面积 已经达到了六千亿里 身为世界天道的敖天 动用世界之力 镇压一个大罗天仙 易如反掌 除了正在闭关的任无极 众人之中 就只剩下徐军明亮 太乙真军想了想 到底没敢去挑衅他 这位本尊 屁股一扭 整了整身上 骚气的大红道袍 挺胸突渡 迈着四方步 走进混元神门 懒得搭理你们这些 赤裸裸极度的俗人 真相揍他一顿啊 陈玄藏说出了众人的心声 混元神门 被徐军明激恋到大罗境界后 内部虚空 已经扩张到了百万亿里 相当于一个普通的大千事件 有足够的地方 让太乙真军度节 来到这里 抬头看着无尽的虚空 不再压抑身上的气息 煞时间一股庞大的气息冲天起 令人心惊的吞噬到蕴散发开来 只是看上一眼 心中便泛起一种灵魂 都要吞没的感觉 虚空本就暗淡无光 但这一刻 太乙真军深判 仿佛比黑暗更黑 仿佛凝固住了 化不开 打不碎 轰隆 滚滚节气伴随着雷声 飞腾而来 不过片刻 方圆百万里内 已经被浩荡的节云笼罩 倒到雷蛇避急 浩浩火焰飞来 烈烈刚风呼啸 仿佛世界的末日 纪元的中烟 进阶大罗的天节 完全不是先前众人 经历过的任何天节能比 怪不得地仙界太乙金仙 成千上万 能够进阶大罗的 却不过几十位 这天节太强了 陈玄藏惊叹道 龙帝点头后 看向徐军明 老五没问题吧 放心吧 他的本命吞颠冠 已经被我练得足够强 补充法力的丹药也足够 再加上青铜镜辅助 度过天节不难 虽然这么说 但徐军明心中也没有底 毕竟 眼前的雷劫 实在是太惊人 浩荡百万里的雷云 他还是第一次见 轰隆隆 越来越后的雷云中 仿佛云集了千万头真龙 接连不断的龙吼声 连成一线 惊天动地 渐渐地 雷声小了 火气弱了下来 风声也在是鬼哭狼嚎的模样 第0861章 太乙得道 大罗天节 下 哼 天地为之失声 万万里虚无空间 被染成一片淡子 一道直径千丈的紫色 聚注接天连地 比起天节的浩然神威 太乙真君这边 反而寂静无声 在他头顶 绽放一座 直径数千丈的黑色大洞 雷柱打来 瞬间被黑洞吞吃 而且 车车雷霆后 黑洞还在慢慢扩大 散发出来的吞噬道运 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更强了 下一刻 炙热无比 滔滔如海的火焰 冲天起 黑洞开始缓缓旋转 无穷的吞吸之力 把所有火焰完全吞下 远远看去 仿佛一座巨大的漩涡 惊人至极 风节不同于雷火二节 滚滚阴风由内而外 直接从涌泉学诞生 瞬间刮过五脏六腑 太乙真君头顶黑洞 瞬间消散 大大大大小小 无数个黑洞在体内诞生 阴风刮来 很快被吞吸一空 这种强大的操控能力 显现出高超的道法境界 老五的吞噬之道 现在应该已经达到 大罗中品了吧 敖天看在眼里 揣测道 徐军明点了点头 其实他早就可以杜劫了 为了保证万全 才生生又花了一夹子 把吞噬之道 提升到大罗中品 虽然只是出亏 但也让度过天节的希望 提升了三成 看不出来 这家伙嘻嘻哈哈 没什么正行 关键时刻 倒是谨慎得很 陈玄藏道 修为不义 死掉可惜 只要不是傻子 就不会拿着 千年修为开玩笑 龙帝冷静道 四人说话的功夫 第二波天节已过 太乙真君杜劫 全凭一招鲜吃变天 吞天弑地的大神通展开 任你雷霆狂暴 火焰滔天 阴风凛冽 统统进来 但太乙进阶大罗的雷节 一共有 风火雷三道 十二重 三十六道 再加上最后一重新魔节 共计三十七道天节 等天节达到 第八重的时候 丹平神通已经不够 心中一动 一个黑色的瓦罐 从丹田冲天起 本命灵宝 吞天罐融入后 已经直进万丈的 黑色大洞 瞬间深沉了几分 仿佛里面放了一块铁衫 沉稳了无数倍 第九重雷霆打下时 再也不像先前 第八道雷霆时 震荡不休 仿佛随时都会崩毁的样子 但更强的道法 需要的法力 也跟先前不可同日而语 好在 在太乙真君度节前 徐军明便早为他 练了一炉大罗下品的 少甲补气丹 掏出一粒服下 丹田内很快活泼起来 枯竭的法力 很快变得充益 虽然还不如度节前 那么神器玩足 但再撑几道天节却没问题 一道道烽火雷节过去 转眼便到了第十二重 这是最后一重 也是最厉害的一重 迈过去便是大罗致敬 迈不过去就是生死到消 往往就是这一重雷节 拦住了千千万万太乙惊险 咕噜 如牛饮水 天上的劫雷 快速朝中央聚集 渐渐的 一颗直径百万丈的雷球 云际于半天 压缩到极致的雷霆 不复狂暴 反而变成了一汪淡紫色的水 荡漾之间 折射出一种诡异的美感 当这雷水越聚越多 原来越厚 仿佛随时都会滚落下来的时候 一叶淡紫色的花瓣 突然长了出来 开始还很小 转眼间变作千丈之巨 一叶长成之后 又是一叶 很快变成了一朵 十二叶的雷霆之花 这朵吸纳了所有雷水的淡紫色花朵 飘飘荡荡 从半空坠落下来 太义真君平住呼吸 把吞天失地的神通 催动到最大 下一刻 雷花的花瓣 仿佛垂天之云 把它包裹进去 轰隆 浩荡的雷霆 仿佛山洪爆发 动静之间 蕴含着无穷神威 看在眼里 徐军明等人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虽然对太义真君有信心 但这天杰也太厉害了些 等到雷杰过去 太义真君的身影出现后 众人才松了口气 不过此刻 太义真君的身影 早已不服先前的从容 大红盗袍变成了乞丐装 一条条挂在身上 一张肥脸乌漆马黑 显得极为滑稽 好在虽然狼狈 身上却没有明显的伤痕 龙帝伸手一指 用留影术 把太义真君狼狈的样子 保存下来 看着众人愕然的眼神 如果那家伙成就大罗天先后 再在我面前显摆 有这东西在 他也不会太嚣张 稳听此言 咔咔两声 熬天 陈玄藏 同时用了留影术 许君明看在眼里 哭笑不得 真不知道 这些家伙是为了放松心情 还是认真的 雷杰之后便是火杰 滚滚火焰 化作一座九瓶火焰莲花 如果说雷花是从上下 那么火焰莲花便是从下上 闭合的莲花仿佛一座炼丹炉 而太义真君便是那颗被炼制的金丹 等火焰消去 太义真君再出现时 他身上已经一丝不挂 脑袋 眉毛上的毛犬没了 肥胖的身材 配上一颗鲁蛋脑袋 极富喜感 看到这一幕 龙殿 熬天 陈玄藏 咔咔咔 不约而同 催动了留影术 现在徐君明确认 这些家伙绝对是为了以后报复 最后的风节化作一朵朵风车 由内而外 疯狂撕扯 虽然有吞噬神通 但太义真君 仍然肉疼得很 身上 脸上的肥肉 跳动不休 看得想笑 但却危险至极 徐君明等人通过青铜镜 可以清晰地看到 太乙真君体内状况 直到最后一朵风车消失 才真正松了口气 最后一道新魔节 有青铜镜护池 反而没有太大的危险 一道浓郁的魔气 从天而降 只如六阳魁首 不过片刻 哈拉子便从太乙真君 嘴角流了下来 脸上的神色销魂至极 我敢说 这家伙肯定在喝酒 熬天道 不 肯定是泡在了酒里 陈璇葬道 而且还是猴儿酒 龙帝难得复合了一句 徐君明没多说 但太乙真君好酒 是胎里带的 改不了 新魔肯定也是这个 不知过了多久 太乙真君 才缓缓清醒过来 大大的伸了个懒腰 这新魔幻境 真想多来几次 半空中节云汇聚 黑色渐渐褪去 带之而起的 则是乳白色的浓郁造化灵气 滚滚而下 蜂拥没入太乙真君体内 后者身上的气息扶摇直上 太乙与大罗之间再无关爱 头顶三尺之上 半亩云气散开 三朵斗大的青帘 出现在沁云之上 中间的青帘上 拖着一个不断旋转的黑色大洞 浓郁的吞噬道运 从中散开 这黑洞便是太乙真君的大罗道骨 右边的青帘上 拖着一艘金色大剑 无穷锐气暗藏其中 左边的青帘上 则拖着一个黑色的陶罐 同样散发着强大的吞噬道运 随着丹田不断开拓 法力不断提升 太乙真君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强 两久之后 一切才平静下来 一股绝强的气息 从太乙真君身上散发出来 哈哈 我终于成就大罗天仙了 双手掐腰 放声大笑 很快好似想起什么 目光朝须君明等人看了过来 龙弟 熬天 陈玄藏等脸色一变 不等这祸得色 不约而同 把先前留下的影像放了出来 几百丈的身影 隔着老远 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太乙真君看在眼里 笑容瞬间将在脸上 你们这是极度 赤裸裸的极度 太乙真君跳脚怒骂 摇了摇头 懒得再去搭理这些活宝 脚步一脉 除了混元神门 来到崇山居后院凉亭中坐了下来 看着前方烟波浩渺 灵气浓郁的造化凌池 目光深邃起来 太乙真君突破之大罗径 崇山书院总算是有了管辖亿万里地狱 成为顶尖大派的根基 再有一甲子 龙帝也能顺利突破 在后面就适任无极 至于他自己 有太乙真君 龙帝和任无极顶在前面 即便佛门压上来 也不用害怕了 至于他自己 距离突破还早 想要把肉身和法力 同时打磨到圆满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好在他还有足够的时间 不过 距离西游开始 只有不到三百年了 此时此刻 乌神妖国的大战 正到了关键处 岳飞的大军强横无敌 所过之处 乌神妖国妖军大片崩溃 但两千八百艘战舟 几百万大军 到底比不上乌神妖国 亿万妖军 越向乌神妖国核心推进 遇到的阻力便越大 好在 随着崇山书院后方军队 不断补充 战况渐渐开始 朝有利于崇山书院的方向倾斜 无穷无尽的妖族战兵铺天盖地 仿佛海潮般奔涌过来 对面 两千八百艘战舟 以及后方补充过来的两千艘战舟排成一列 战舟之内 空间庞大 五百名战士 每百名为一组 轮换着未战舟上的火炮充能 百人的法力输入后 火炮上的阵法就会启动 无穷的灵气被吸扯而来 而后经过一层层阵法放大加速后 会成一道强大的庚金灵光 闪电般跨过数千丈的距离 狠狠打在妖族兵阵中 数百位妖族战士 瞬间被吸力的庚金神光碾碎 每一艘原阳战舟 都有三千门这种火炮 太乙战舟更多 近五千艘战舟同时开火 倒到庚金灵光铺天盖地 任凭巫神妖国 从四面八方围上来 却被死死地挡在千丈之外 难以寸净 第0862章 八部天龙菩萨 徐皇身在半空 看着下方胶着的战况 眉头皱了起来 崇山书院向来奉行精兵政策 所以数量较少 但战力强大 就像现在 虽然不过几百万精兵 便挡住了巫神妖国数千万妖兵 但僵持的时间过长 并不符合崇山书院的初衷 毕竟巫神妖国背后 还有万寿山和佛门 必须速战速决 造成既定事实 把这片土地纳入崇山封界大阵 才能吃下去 想到此处 你在此处等候 李英穹点了点头 徐皇飞身上前 摇身一变 刹那间 半空中献出一只三万丈之巨 全身雪白的凤凰 秀 悠扬的凤鸣 响彻天地 转眼间三十万里内温度快速降低 不过虚余 大片的雪花飘落下来 天象的剧烈变化 瞬间吸引了所有人 邀两族士兵的关注 一直在后方观战的乌角 乌铃脸色大变 暗道一声 不好 摇身一变 虚余间 两条高大万丈的庞然巨蛇 出现在天空 还未等两人前去阻挡 一个身穿青色战甲 手持金戈的中年女将 一个手持竹杖 掌心拖着金塔的葛依老妇 拦住了两腰去路 正是徐皇的三师法身中 魁水法身和驯风法身 同样太乙金仙级别的两位法身 手持顶尖太乙仙宝 战力并不比徐皇 这本尊逊色多少 很快就挡住了乌角和乌灵 画出原尊的徐皇 头顶凤冠 亮起浓郁的白光 倒到极寒之气飞来 渐渐的天空中仿佛出现了一个半径十万里的巨大气旋 滚滚冰寒灵气 飞速朝徐皇聚集 一个巨大的白色冰球 出现在他的胸口 即便隔着很远 也能清晰地感受到 那冰球中 痛彻骨髓的寒冷 以及毁天灭地的霸道 等着冰球聚集到万丈后 就 又是一声高亢的凤鸣 冰球瞬间化开 无数兵舰仿佛绝地的江河 铺天盖地的朝下方妖兵最多的地方斩去 浩荡十几万里的覆盖面积 根本不容躲闪 双方一撞 成千上万的妖兵被犀利的兵舰斩杀 十几万里内天空都染成了血色 除了少数成就原阳针线的大妖 其余妖族被瞬间斩杀 近百万里的包围圈 顷刻间少了一大块 岳飞的舰队压力顿减 联盟调集优势兵力 斩杀旁边的妖族 胜利的天平开始一点点朝崇山书院倾斜 徐黄喘了口气 催动刚刚那一式道法 对他消耗也比较大 好在目的达到 也不算浪费 双翅一展 长达万丈的尾羽 凌空一扫 滚滚寒气 长江大河般倾斜而下 见识了刚才那八道的无穷兵舰 心中感寒的妖族 纷纷后退躲避 严谨的阵型瞬间崩溃 失去了阵法的保护 在崇山书院强大的战舟面前 只有被碾压的份 再加上徐黄的帮助 前后不过一刻钟 整个乌神妖国的大军崩溃了 乌角和乌灵看在眼里 愤怒的蛇丝惊天动地 但那怕他们再不甘 再愤怒 也难以过去支援 强大的金戈 犀利无比 八宝镇摩塔 霸道绝伦 突然一道洪亮的钟声 响彻天地 钟声入耳 毫无防备的乌角 乌灵 只觉脑中一疼 澎湃的法力 瞬间崩散了大半 环绕在周身的本命法器 也是去了支撑 光滑暗满 是 灰红色千丈割光 纵横无敌 瞬间把乌角身边的黑色 长刀打飞 哗啦啦 铁链声声 铺天盖地的拘魂锁 无视其坚硬的灵甲 飞入体内 把其原神拘拿出来 旁边乌灵也是如此 不过片刻 乌神妖国两大妖王 便被擒拿 一道雪白色神光 从天而降 剩下庞大的蛇区 瞬间消失 看到这一幕 乌神妖国妖军的士气 瞬间崩溃 几千万妖族 朝四面八方逃去 崇山树苑 以十艘战舟为一队 贤尾追杀 亿万妖族失衡遍野 这一战之后 乌神妖国再也不复存在 吞并了这赤梨 和乌神两大妖国后 崇山树苑控制的土地 正式突破万亿里 成为南瞻布州 又一个帝国 徐皇没再去参与 下面的战斗 一拍妖间赤葫芦 一道灵光从天而降 落入地面后 瞬间化作一片 占地数万亩的 庞大建筑群 徐皇一道道 硬绝飞洒 强悍的灵光 从建筑群中飞速扩张 很快跟后方飞来的 一道灵光勾连在了一起 扫荡妖军只是第一步 布下崇山树苑 连接崇山护界大镇 是第二步 只有完成了这两步 才算把这片土地 划入自己麾下 后期只需要开坑土地 迁移人丁 建立其有效统治便可 岳飞领军在前面扫荡群妖 徐皇带着李英雄在后方 一个萝卜一个坑 把徐君明提前练好的 九千下院 六百中院和三十上院放好 前后不过半个月 就把两国国土 完全吞了下去 可恶的徐君明 真以为我万寿山 怕他不成 居然夺我乌神妖国 得到消息的白樱幕 从心头起 老祖 不能再犹豫了 若是让崇山树苑 在乌神妖国 站稳根基 布下大镇 我们再想夺回就难了 白长风劝道 老祖 既然崇山树苑不守规矩 夺我乌神妖国 咱们正好可以凭此位借口 把赤梨妖国也一块夺回来 白字再开口道 他也是万寿山白虎一族的长老 太以惊心地修为 老祖暂惜雷霆之怒 乌神妖国 暗中投靠佛门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虽然碍于我们万寿山 没敢公开承认 但如此一枚棋子被扫平 佛门不可能没有反应 不如我们稍稍等等 坐看崇山书院与佛门争锋 到时再是情况加入其中 说不定不费吹灰之力 便能获得偌大利益 说话的是一个身穿黄袍 相貌俊美的年轻人 众妖一听 脸上不由露出思索 老祖 胡老此言甚甚 佛门一向霸道惯了 乌神妖国 如此重要的棋子被灭 定然不会毫无反应 白长风道 也罢 就按照胡老所言 暂停兵戈 白鹰从善如流 实际上 若是晋起大军 攻打崇山书院的话 他也没什么胜利的把握 毕竟 上次斗法 他已经用尽了全力 结果仍然没能奈何到了徐军明 尤其最后 他躲开自己大须迷 更经神光的斗法 他到现在都弄不明白 就算现在打过去 也未必对万寿山有利 爆 一个身穿铠甲的小妖跑了进来 爆老祖 各位长老 寻风山浅腰来爆 有百万佛兵经过 向东南方向飞去了 白鹰 白长风等人 腾 一下站了起来 神色激动 什么时辰 两个时辰前 哈哈 走 我们去看看热闹 白鹰为首 众妖朝乌神妖国 所在方向飞去 此刻 守卫在乌神妖国的徐皇 也得到了佛兵来犯的消息 带着李英雄 岳飞 猎阵阵营敌 作为地仙界两大超级势力之一 佛门跟道门一样 内部高手如云 强者众多 天龙八部众 便是其中势力比较大的一股 因为乌神妖国 投靠了八部众中的莫乎落甲 所以 这次来的 便是天龙八部 为首者便是八部天龙龙重首领 八部天龙广力菩萨 天重首领 八部天龙行法菩萨 夜叉首领 八部天龙夜叉菩萨 钱达婆首领 八部天龙喜乐菩萨 阿修罗首领 八部天龙修罗菩萨 加罗罗首领 八部天龙制行菩萨 锦纳罗首领 八部天龙要叉菩萨 莫呼洛家首领 八部天龙吞法菩萨 八位菩萨便是八位 太以惊仙的强者 他们气势汹汹而来 看着对面严整的阵型 不由停了下来 八部重中 广力菩萨和行法菩萨 实力最强 理所当然是八部重的化石人 阿弥陀佛 请崇山书院的道友向前答话 徐黄跃震而出 一身白色沙衣 容颜美丽 神色清冷 仿佛一朵皆白的天山雪莲 于万君阵前 绽放出无穷的光彩 广力菩萨 吞法菩萨等人眼睛一亮 此女当归我所有 八部天龙广力菩萨道 龙族姓宁 尤其是独龙 八部天龙广力菩萨的原身 便是一条修到十万年的独龙 被如来降服后 才进入八部天龙 赤裸裸的眼神 让徐黄心生厌恶 但他此刻代表的是 整个崇山书院 不能因为个人好物 觉得崇山一脉 不懂礼数 我崇山一脉跟你佛门素无恩怨 你们天龙八部 众星师动众而来 不知异欲何为 阿弥陀佛 乌神妖国 乃我佛门八部众 莫呼洛家之一 崇山书院无故犯剑 大肆杀戮 我等身为八部众首领 岂能不闻不问 广力菩萨高声道 徐黄面露讥讽 据我所知 乌神妖国 乃是万寿山白虎城麾下 附属妖国 岂时成了你们佛门八部众的 莫呼洛家 广力菩萨与瑟当初顾及万寿山的干涉 虽然接受了乌神妖国的投效 但却并未公开宣布 先前摊看徐黄美貌 再加上佛门势力广大 八部众强势惯了 倒是忘了这茬 第0863章 万丈兵皇 强绝神威 阿弥陀佛 高宣佛号 站在旁边 身穿明黄色袈裟 身材瘦高 神色英质的八部天龙吞法菩萨上前一步 乌神妖国黑水玄蛇一族 都已入我莫呼洛家 败入老僧门下 而等杀落我佛门弟子 自然要给我们一个交代 闻听此言 广力菩萨瞬间反应过来 乌神妖国 自然是万寿山白虎城的土地 但妖国中的妖 却不一定隶属白虎城 没错 而等杀落我佛门弟子 必须要给我等一个交代 交代 徐黄冷笑一声 赤离妖国 已经被万寿山割让给我重山书院 乌神妖国 贪心作祟 新兵清我国土 重山书院弟子保家卫国 灭乌神妖国 合乎天理人伦 难道说 只准你佛门弟子 贪心作祟 怒清他国 却不准别人奋起反抗 大义新兵 阿弥陀佛 道有好一张灵牙利尺 端得是能颠倒黑白 搬弄是非 广力菩萨道 哼 比起你们佛门黑白不分 仗是欺人强得多 徐黄霸气挥手 懒得在跟你们做口舌之争 索性斗法一场 若是你们能赢得了我 重山书院退出乌神妖国 若是你们输了 便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一言为定 广力菩萨道 徐黄点头后 凤木从八人身上扫过 你们谁来 我来占你 八部天龙广力菩萨连忙道 迎心作祟的他 现在不关心乌神妖国 只想抓住眼前这大美人 回去共修欢喜禅 一阵厌恶从心底升起 徐黄长袖一挥 请吧 两人法力一催 冲天起 来到数万丈高空站定 道友 重山书院不过一普通道门 那比得上我佛门门户广大 依我之见 道友不如弃暗投明 来我佛门修持 世尊如来向来 敬爱天父绝佳之辈 若是道友入门 必得菩萨谷位 徐黄冷哼一声 背后一道雪白神光出现 正是本命神通冰破神光 即使向前 神光如同闪电 瞬间到了广丽菩萨身前 八部天龙广丽菩萨 能成为隆重首领 一身修为自然非凡 动念间 一件灵光闪烁的沐鱼 洒下重重佛光 护住身前 可惜他错过了 冰破神光的威能 冰破神光看起来像光 实际上则是一座 巨大的寒冰世界 狂暴的世界之力 滚滚而下 瞬间把沐鱼刷走 八部天龙广丽菩萨 心中大惊 飞速后退 但已经晚了 洞彻星谷的寒冰之力 狂暴的世界之力 疯狂地打了上来 轰隆 伴随着惨烈的叫声 八部天龙广丽菩萨 被打飞数千丈 血液飞洒 再也维持不住法身 现出万丈之巨的 独龙之身 只是此刻的他 着实凄惨了些 胸腹位置 出现了一条 近千丈的凹陷 灵甲崩碎 血肉模糊 一击之下 居然受了重伤 此女好强的实力 远在数十万里外 看着水晶上的战况 惊讶到 可知此女身份 白鹰问道 此乃崇山真君 徐君明五弟子徐皇 道号兵皇仙子 一身寒冰道法 霸道无比 白长风道 自从在崇山书院手里 吃了亏后 他就一直在搜集 对方的情报 数百年下来 也对崇山内部情况 了解了不少 我记得你说过 徐君明共有十位弟子 白长风点了点头 大弟子秦仲 道号福天大圣 二弟子林正英 道号无极真君 三弟子乔首星 道号空桑仙子 四弟子燕赤霞 道号求然见圣 五弟子徐皇 道号兵皇仙子 六弟子陈灵 道号太乙混元祖师 七弟子苗楚芳 道号红花圣母 八弟子岳和 道号紫萧神江 九弟子张君宝 道号三丰子 十弟子孙时 道号晴天大圣 这十弟子都镇守一方 但很少见他们出手 修为不能全知 不过 但凡出现过的 无异不是太乙惊仙的抢手 白银点了点头 没想到 徐君明不仅自己修为不凡 焦徒弟的本领 也如此惊人 老祖 崇山书院必为我万寿山 白虎成大敌 我们还需早做打算 白长风肃然道 白银汗守后 眼神中多了一抹思索 八部天龙广丽菩萨 一个照面便被打得重伤 剩下七部重首领 无不震惊 同为太乙惊仙 就算不敌 也不该败得如此快 哦 我要宰了你 体内的痛苦 瞬间让广丽菩萨狂暴了 红着眼睛呼啸着扑上来 锯口张开 黑灰色的乌灼毒弦 铺天盖地的潮徐黄扑了过来 所过之处 痴痴作响 连空气都被腐蚀了 腥臭之气 令人作呕 徐黄眉头一皱 伸手一指 灰红的混元神门 出现在半空 空间神闻闪烁 狂暴的吞吸之力 笼罩毒弦 一股脑全吞了下去 广丽菩萨大吃一惊 身为毒龙的他 往日凭借着先天毒弦 纵横太乙境 少有敌手 未曾想 今日居然轻易被破解了 徐黄眼神冷酷 手中法印一遍 动 浩荡的钟声笼罩四眼 广丽菩萨心知不好 但无奈护身仙宝已被收走 默念金刚护身咒 但强悍且植入灵魂的钟声 仍然滚滚而入 脑中一疼 丹田法力瞬间散乱起来 心中大汗 一道金光闪过 毒血飞洒 山丘大小的龙头 滚落苍穹 徐黄手持金戈 凤木寒煞 他早就恨透了 这色迷迷的毒龙 如今出手 更不容情 短短几个会合 便斩杀了八部天龙广丽菩萨 彻底震撼了 观战的万寿山妖众 以及佛门八部天龙百万佛兵 众菩萨下意识地朝中间 身穿大红袈裟 受梅过耳的老僧看去 他便是天众首领 八部天龙刑法菩萨 虽然在佛教内地位 远不如四大菩萨 但确实 八部天龙八部菩萨中 修为最高者 比已经战死的 八部天龙广丽菩萨 更有威望 凝视着远处 凤木寒煞 杀气冲天的身影 一起上 拿下此聊 夜插首领 八部天龙夜插菩萨 前达婆首领 八部天龙喜乐菩萨 阿修罗首领 八部天龙修罗菩萨 加罗罗首领 八部天龙制行菩萨 锦纳罗首领 八部天龙要插菩萨 莫乎罗首领 八部天龙吞法菩萨 齐齐应和一声 各持兵器冲了上去 李英雄和岳飞 刚要上前帮忙 你二人谨守本阵 没有我的命令 不得上前 虽然不愿意 却不得不奉命 徐皇看着冲过来的 七位佛门 太乙精先 胸中一股凌云之气 直观苍穹 他以兵皇之身 太乙先天神灵之体 在青铜镜的辅助下 修行一千五百年 如今已经是 太乙精先后期 手中有徐军明 多次祭练并赐予的极品 仙宝飞云金戈 八宝镇摩塔 水云仙衣 以及自己苦修多年的 寒冰迅风 回水本命三绝神光 再加上师门之宝 混元神门 一身实力 到底有多强 他自己也不清楚 毕竟 修行多年 还从未碰到 让他倾尽全力的敌人 这一次 便好好战上一场 看看我的极限 究竟在何处 摇身一变 呼啸的刚风 纵横万里 大片的冰雪 从天而降 三万丈的冰黄之身 出现在半空 冰白 水蓝 风轻三道万丈长的尾灵 如同垂天之云 横跟半天 咻 悠扬的凤鸣 冲天起 百万里内 万鸟齐鸣 好强的冰黄 观战者无不惊叹 冰蓝色的瞳孔 凝视剩下的八步众菩萨 双翅一扇 铺天盖地的冰蓝色长剑 瞬间 沾满了苍穹 七菩萨各失手段 慌忙挡住 还没等他们回过神来 三道万丈长的尾灵 已经刷了过来 有了刚才 广力菩萨的前车之剑 再也不敢用仙宝抵挡 飞速退开 但三道尾灵 分前众后三波 打得七菩萨 狼狈而逃 还没等他们完全逃出去 落魂终生 响彻苍穹 必须有防护元神的至宝 才能挡得住 这植入灵魂的终生 可惜 除了天众首领 八步天龙行法菩萨 用一剑波鱼挡住了终生 加喽喽首领 八步天龙制行菩萨 跑得比较快 躲开之外 其余五菩萨 无不被落魂终生 撼动神魂 落魂终生就是这样 只要你修为 不是高出师数者一个层次 或者有守卫元神的至宝 否则很容易中招 只可惜 星魂到一学南京 达到高深阶段的少之又少 洪荒之中 除了广城子 很少有能施展此法者 五菩萨 元神散乱 佛法 护身宝物 瞬间灵光暗淡 失去了威力 冰魄 回水 驯风三道神光 一拥而上 顷刻间 天空中 失去了五菩萨的身影 如此惊人的变化 瞬间惊呆了所有围观者 徐皇的强悍 简直超出了众人 对太乙精先的想象 须知 八部众作为佛门护法 可不是什么弱者 八部天龙菩萨 更是随着佛门大能征战多年 不仅实力强大 经验更是丰富 没想到 这才一个照面 就被人打崩了 第0864章 文书菩萨 太乙真君 看着水镜里 笼罩在无穷冰雪中 双翼张开 遮蔽了苍穹 唯雨扶摇 仿佛神光将士的浩然冰皇 那怕是 身为大罗修士的白鹰 也不由面露惊讶 想当初 他在太乙惊心的时候 也没多少自信 几个照面 就把八部天龙给打残 果然是有其师 必有其图 这徐皇法力道行 皆为一时之选 未来夯实根基 未必没有进阶大罗之望 白鹰心道 八部天龙行法菩萨 和八部天龙制行菩萨 面色难看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等人兴师动众而来 几个回合就舍了大半 两人对视一眼 虽然心有巨异 但却不敢就这么离去 否则佛祖那里如何交代 当然 再冲上去 对付徐皇肯定不敢 但他们还有带来的百万佛兵 诸金刚听令 列八部天龙降魔金刚阵 刑法菩萨一声令下 精锐的八部天龙佛兵 佛光冲消而起 乾坤训阵 坎离更对 内暗八卦 转眼间 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阵法 刑法菩萨和智行菩萨 落在八卦中间 形成阴阳之位 阿弥陀佛 一声大喝 巨大的军阵快速旋转起来 巨大的阴阳八卦图 闪耀十万里 浩荡的佛光 仿佛火山般冲天起 徐皇鸣叫一声 高亢的凤鸣 声震九霄 双翅一盏 背后三根尾灵 灵光浩瀚 半空中仿佛多了三座太阳 尾灵横扫 无尽的冰霜之气 滚滚而下 所过之处 瞬间被冰封 激荡的水流 带着强悍的冲击力 紧随其后 浩瀚的刚风 呼啸而过 牛吼般的声音 惊天动地 强悍的道法 霸道的神威 苍穹色变 这一刻 时间仿佛慢了下来 浩瀚的强光 从双方碰撞之处 照耀四方 滚滚的雷鸣 伴随着激荡的风暴 横扫十万里 百万佛兵集合的威力 当然非同小可 但徐皇的三根尾灵 却是三座寒冰 回水和驯风事件 三者合一 威能倍增 生生把那浩瀚的佛光 压了回去 眼看就要落在 那佛阵上的时候 天地色变 数字无理 浩瀚的声音 震动天地 一只十几万丈的 金色巨掌 遮蔽了天空 强悍绝伦的气势 瞬间让人明白 是谁出手了 大罗天仙 白长风等 狮声惊呼 佛们还真是不要脸 白鹰冷哼道 就在所有人以为 徐皇将被擒杀的时候 半空中突然现出 一座直径近二十万张的 庞然黑洞 强悍绝伦的吞噬之力展开 一口把金光巨掌吞了下去 又是一个大罗 众人惊呼中 半天之上 一个身高丈六 头顶结出五个肉绩 骑在青毛狮子上 周身笼罩佛光 气息强悍的菩萨 出现在众人眼中 在他万丈之外 现出一位 阳躺在白云上 身穿骚气大红道袍 手持酒葫芦 表情滑稽的胖道士 文殊菩萨绝没想到 自己一记金刚长下去 居然惹出了一位大罗修士 而且还是一位 擅长吞噬之道的大罗天仙 阿弥陀佛 道有何人 我 此刻 徐皇收了凤凰法身 飞上半空 躬身失礼 徐皇参见武师叔 参见太医祖师 呵呵 小华 干得不错 多谢武师叔 微微点头后 挥了挥手 尔等都起来吧 谢太医祖师 众人起身后 徐皇退后三丈 站到太医真君身后 你听到了 文殊菩萨当然听到了 只是他怎么也没想到 崇山书院背后 还站着一位大罗 崇山书院有大罗修士 白鹰难以置信 看白长风 显然也是满脸震惊 幸好没有贸然冲上去 否则 这次我万寿山白虎城 可就惨了 白鹰心道 他被挡住 以白长风等人的修为 根本挡不住 那个叫徐皇的修士 就别说徐君明 以及其门下其他弟子了 文殊菩萨凝望着 对面的大罗 心中沉重 他也没想到 不过凡手可灭的 崇山书院中 居然有一位大罗修士 武师说 除了那个能跟白鹰 站成平手的徐君明 中间还有三位 哪怕这三位中 只有一位是大罗修士 也非他一人能够对付 当然 发动佛门的力量 横扫崇山书院并无问题 但后者可是道家一脉 明目张胆地灭亡 一个拥有大罗修士 镇守的道家宗门 万一引起道佛大战 这个责任太大了 只凭巴布天龙往日的那些孝敬 不值得他冒此大险 阿弥陀佛 贵派杀戮我佛门弟子 需给平僧一个交代 杀戮佛门弟子 我们崇山书院 何事杀过你们佛门弟子 如果你说的是刚才那头毒龙 斗法被杀是他既不如人 难道是只准你佛门弟子杀戮他人 却不准别家战争之上 斩杀你佛门弟子 如此 未免也太霸道了些 小华 弟子在 把你关押的五头突驴还给他 是 徐皇背后三绝神光一甩 先前被收去的八部 天龙五位菩萨 瞬间化成滚地葫芦 狼狈地出现在众人眼前 众佛兵连忙抢上前去 把五菩萨抬回本阵 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身上的法带和法器 都被扒了个金光 可谓损失惨重 把他们五个还给你 已经是我崇山大毒 以众七寡 被打的打败 自己没本事就找掌辈帮忙 我崇山书院弟子 可做不出这种事 刑法菩萨 智行菩萨等人 虽然义愤填膺 但己方七个人一起伤 结果几个照面 就被别人打的打败 也觉得丢脸得很 到了这时候 文书菩萨也知道 己方不占优势 再争辩下去 也不过是自取其辱 阿弥陀佛 不知道道友姓名 本尊姓武 明爷 道号太乙 文书菩萨眉头一皱 这名字也太欺负人了些 我欲语太乙道友 切脱一二 不知可否 没兴趣 没好处的事情 武爷我从来不干 太乙真君 毫不迟疑地拒绝了 文书菩萨嘴角扯了扯 这种混不力的大罗修士 他也见过几次 但每次见还是一样的讨厌 他原本只打算跟此人斗法一场 摸摸对方的底细 如果要付出宝物才行 他自然不愿意 不过好在还有现成的借口 道友既然不愿意 那就算了 但崇山弟子斩杀我佛门弟子的事 却不能就这么算了 平僧身为佛门文书菩萨 遇到此事 自然不会不管 双掌合十 庞大的佛力冲天气 浩瀚的佛光 笼罩数十万里 最烦你们这些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假正经 大笑一回 小华 带着他们退后十万里 弟子遵命 大罗斗法 声势浩大 威力惊人 徐皇连忙带着李英雄 岳飞 以及崇山门下大军 飞速后退 同时 佛门天龙八部众也在后退 同为大罗的白鹰 也想看看这场斗法的结局 而等退后 我去观战 难得碰到大罗斗法 他不想错过 天庭上 千里眼和顺风耳 也发现了两股霸绝天地的气势 连忙前去禀报 一听大罗斗法 天庭众神蜂拥而来 不过片刻便把灵霄宝殿 挤得水泄不通 甚至 王母娘娘和太上老君问讯 也赶了过来 徐军明在天庭的分身 看到这一幕 悄悄退走 朝姚池顿去 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 天庭知道 文殊菩萨跟太乙真君斗法后 整个帝仙界都知道了 很快天下所有 有大罗修士镇守的势力 齐齐把目光投了过来 不过 文殊菩萨大家都知道 但太乙真君 却第一次被众人所知 有知道的人 简单解说后 众人才知道 崇山书院居然有大罗修士作证 这可不比徐军明 凭借大政 才能勉强占平白虎牢阻 而是一位实打实的大罗天仙 影响力不可同日而语 也在这一刻 天下所有顶尖大门 真正把崇山书院放在了心里 此时此刻 文殊菩萨和太乙真君的气势 已经积蓄到了极点 一尊两头四臂的万丈金佛 出现在了文殊菩萨身后 而太乙真君 则笼罩在一尊直经万丈 内部深邃无比 散发着强横吞噬道运的黑色巨洞之下 两人的气势交锋 无声无息 却宏大无比 仿佛大海之下汹涌的暗流 澎湃激荡 吞噬无数 气势达到顶点后 文殊菩萨结智慧音 大金刚掌 背后金佛右掌拍出 轰隆一声 风云色变 一只凝炼无比 完全变为实质的金掌 直朝太乙真君压去 速度虽不快 但却带着一股催山破月 雄魂无敌的霸道 嘿嘿 一笑 太乙真君还是老样子 伸手一指 一座直径万丈的黑色大洞 出现在身前 强悍的吞噬之力笼罩金掌 双方一碰 无声无息地吞了下去 文殊菩萨眉头微皱 这黑洞的 威能之强出乎他的预料 手中印绝在变 降魔大龙印 噢 惊天动地的龙笑 声震苍穹 数十道金光 从文殊菩萨背后冲天起 煞时间化作 数十道万丈金龙 呼啸着 从四面八方 朝太乙真君碾压过去 第零八六五章 大罗之间的对决 铺天盖地的金色巨龙 几乎封锁了太乙真君 前后左右 每一寸空间 嘿嘿 小意思 太乙真君肥后的双掌合十 刹那间 数十个黑洞同时出现 环绕周身左右 不多不少 每条金龙都有一个 仿佛吃面条一般 把所有金龙全吃了下去 文殊菩萨看在眼里 心中默念 爆 轰的一声 还未完全被吞下去的金龙 瞬间炸开 狂暴的冲击力横扫四方 被金龙围在中间的太乙真君 自然首当其冲 不过 吞天势地的大神通微能不凡 在他进阶为大罗天仙后 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金龙的爆炸虽强 却并未破开吞天势地所化的黑洞 剩下散乱的冲击 还未到达太乙真君身盼 就被层层叠叠的黑洞吞噬干净 文殊菩萨看在眼里 双手紧扣 万狮子翼 背后佛陀瞬间化作 一头巨大的三头金狮 猙獰的狮口张开 吼 穿云烈时的刚烈吼声 升阵四野 霸道的鹰波 仿佛绝地的巨浪 呼啸着朝太乙真君勇去 后者还是老一招 不过这次他整个人都陷入黑洞之中 不管鹰波从哪个方向来 都难以逃脱被吞噬的结果 嘿嘿 三招已过 该佛友动手了 只觉一变 口中顿喝 是鹰剑 堕 一把黑色的剑光 虽然并无任何犀利剑气 但却透着一股吞噬一切的霸道 闪电般的剑光 眨眼间便到了文殊菩萨身前 感受到这剑气的诡异 不敢应接 右掌摊开 一把金剑出现 挥手间 浩荡的剑气迎了上去 往常的剑气相撞 必然是风暴叠起 剑气四亿 但文殊菩萨的剑气 与太乙真君的剑气 撞到一起后 却仿佛被吞噬了 吞了金光剑气的黑剑 虽然气息衰落了不少 却并未完全消失 文殊菩萨脸色微变 又是一剑后 才彻底念灭了这黑色剑光 太乙真君看在眼里 双手仿佛穿花蝴蝶 法印快速变换 誓音剑是他进阶大罗后 领悟出来的先天神通之一 如今还是第一次用 誓音剑阵 一生顿喝 万万千千黑色法剑 如同洪流般 铺天盖地的朝文殊菩萨 飞了过去 阿弥陀佛 高唱佛号的文殊菩萨 一抛手中金剑 刹那间 无穷无尽的金色剑光 好似绝地的江河 滚滚而去 一经一黑两道剑河 仿佛奔腾咆哮的巨龙 呼啸着撞到了一起 虽无惊天一响 但寂静无声的碰撞 反而更加惊心动魄 阿玛 那 巴 咪 哦 灰红的六字大明咒 响彻云霄 一双又一双的手臂 从文殊菩萨背后 长了出来 眨眼间 一尊两头千臂 高达万丈的巨型佛尊 出现在所有人眼中 浩荡的佛光 抵挡百万里 整个天空 被映成一片金黄 看着气势大变的文殊菩萨 太乙真君站了起来 有意思 看我的 啪 双掌合十 无剑捉流 刹那间 无穷无尽的黑色 仿佛绝地的江河 澎湃着 激荡着 冲天起 寂静无声的黑色 滔滔不绝 眨眼间便冲上万丈高空 是 躲 各自怒吼一声 铺天盖地的金色巨掌 层层叠叠 犹如风暴般打落下来 刚猛的气势 仿佛把天空大地 都要打个粉碎 万丈着流 从天降 带着冲毁一切的霸道 横扫无敌 双方互不相让 很快就撞到了一起 一个至硬之间 一个至阴至柔 一个是有我无敌 一个是有敌无我 激烈地碰撞 惨烈地争杀 看得周天众人目不暇间 一见此招 奈何不得对方 双方各自变招 大须弥如意神光 吞天是地 灰红的佛光 巨大的黑洞 各占半天 谁也奈何不了谁 佛光消散 黑洞消失 文书菩萨和太乙 真军隔着万丈之举 摇视对方 经过刚刚的对决 可以看出 双方道法修为 相差无几 如果再斗下去的话 只能动用法器 但如此的话 只怕就真成了 亲历大战 一个闹不好 就是生死厮杀 文书菩萨 只为了试探 对方的底细 无意死战 当然不愿意继续下去 道有法术高强 平僧佩服 嘿嘿 四大菩萨之名 也名副其实 就此告辞 数不远送 文书菩萨 带着天龙八部种 离开了 一场大战 并未达到高潮 多少让那些观战者 失望 白鹰摇望着 巫神妖国的土地 叹了口气后 转身离开了 有大罗天仙坐镇 崇山书院 已经不是万寿山 白虎城 能够平实力镇压的门牌 好了 诸事已毙 我先离开了 这里教给你们 用心办事 我等遵命 恭送祖师 徐皇 岳飞等人 恭身失礼 喝了口酒 坐下白云光芒一闪 身影瞬间消失 此人好强的吞噬到修为 西天大雷因此万佛殿上 诸佛菩萨看着大战落幕 不由议论起来 我佛 此人对我佛门有成见 当集结众僧 斩杀此聊 扫平崇山书院 以正式听 唯陀菩萨杀气肆意 对我佛门有成见者众多 难道都要斩杀不成 若是如此 我佛门慈悲之心何在 既是度人的宗旨 如何去践行 琉璃要师佛不满道 佛门中既有唯陀这种 不服就杀的存在 也有詹唐功德佛 琉璃要师佛 这种真正践行佛门慈悲真意的修行者 两派争论一番 最后到了释迦牟尼如来这里 佛有两面 一面慈悲 一面愤怒 慈悲者 几世度人 令三十三天 亿万众生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愤怒者 让不敬佛尊 护恶不圈者 下无见地狱轮回千世 然 崇山书院虽不进佛门 却教化众生 俯佑孤老 广有善行 功德不少 故 不可因我一己思念 加以戕害 不过 若是日后比备心生交易 功德不显 轻慢我佛 再行征讨 难无阿弥陀佛 如来高悬佛号 为今日佛门 与崇山一脉的冲突定下了调子 现在对他而言 最重要的就是佛门东传 至于跟崇山书院的冲突 只是细枝末节 如非必要 他不愿意节外生枝 而且崇山书院 有大罗坐镇 又是道家门派 若是弄不清道门内部意见的时候 盲目开打 很容易造成福道大战 两百年前 差点爆发的佛 妖大战 让如来佛祖 对这种震动三界的大战 格外谨慎 如非必要 轻易不会动手 难无阿弥陀佛 诸佛菩萨 其声附和 佛祖既然为此试定了调子 没有人再敢有意义 云台山 东圣神州第一名山 百万丈高的巨山 仿佛一尊巍峨的太古巨人 屹立在千万里云台山脉中央 亿万年沧桑 不改颜色 在这座庞然飓风上 坐落着如今地先界最强大的道门 云台先宗 先宗宗主吴幽子 是道门中顶尖强者 除了高居三十三天离恨天都帅宫中 地位超然的太上老君 圣名无处其右 一门三大罗 也是云台先宗 盖押千万道门 称雄帝先界的根本原因 云台山巅飞云顶 这里是云台山最高处 也是云台山的境地 在这里 可以俯瞰云台山下浩浩荡荡 纵横亿万里的云海 端得是会当临绝顶 亦览众山小 亦老 亦中 亦清 三个道人 端坐在飞云顶旁的巨石上 巨石不过杖许大小 三面都是臂力万丈的威亚 若是普通人在此 早已下得手足酸软 两股战战 但三人却盘膝在此 悠然饮茶 安闲自在 未曾想我到家 又添了一尊上门 真是可喜可贺 中年道者笑道 师叔此言甚是 那太乙道人能力 敌温书而不败 可见道法今生 只是如今损了佛门的面子 只怕佛门那些表面满口慈悲 被地里满肚子难道女娼的家伙 不会善罢甘休 老者道 放在平常 失职所忧之事 或许会发生 但现在 如来等人大部分精力 都在佛门东传上 未必会再节外生枝 中年道者道 老者思虑片刻后点了点头 虚真 师祖有何吩咐 老者连忙恭敬道 青年道者放下手中茶杯 微笑道 你以我云台先宗之名 发一封信函之大雷音寺 说明我道门 对崇山书院之事的关键 看着两人疑惑的样子 青年道者自信道 我云台先宗领袖天下道门 既然崇山书院 也是我道门一脉 云台先宗 自然要庇护一二 这是身为道门魁首的责任和道义 师祖此言甚是 我这边修书一封 亲自送去大雷音寺 不需亲自去 让静灵送去就行 但速度一定好快 万不可让楼关道 始终那老牛鼻子 抢在我们前面 弟子遵命 御灵 弟子在 中年道者御灵真人 连忙应保 你修书一封 让人送到崇山书院 邀请他们参加 半甲子后的云台先会 弟子遵命 两人应命而去 青年道者 云台先宗无忧子 看着远处浩荡的云海 面露好奇 崇山书院 有意思 倒要好好关注一二 第0866章 大战余波 看着水晶中的画面 灵霄宝殿中 久久寂静无声 大罗修士的强横 远远超出了众神的预料 看着旁边老神在在的徐军明 众人眼神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一个能够凭借阵法 占平大罗修士的门派 跟拥有大罗修士的门派 绝对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徐爱卿 玉帝开口道 臣在 在你之下 还有几位师兄或者师弟 回陛下 臣没有师兄 只有师弟 共计七位 七位 大殿中瞬间骚动起来 连旁边一只鞍坐在侧的 太上老君 都瞬间睁开了双目 天可怜见 整个除了佛门和道门两大派 剩下妖族和巫族 也没有这么多大罗级别的修士 都是大罗修士 大罗道果至高至贵 难以成就 臣七位师弟 怎么可能进士 包括玉帝在内 众先生同时郁了口气 一家宗门七位大罗 也太变态的闲 云台先宗也不过台三位 就已经是道门第一大宗 更何况七位 除了五师弟太乙真君徐德 还有三师弟武德真君隆帝 以成就大罗 其实现在龙帝还未杜劫 只是濒临杜劫的档口 还在积蓄实力 但这并不妨碍 他先拿来震慑佛门 没错 就是震慑佛门 太乙真君 虽然打退了文殊菩萨 但佛门中大罗修士 足有六七位之多 如果因为崇山书院的敌意 打上门来 就算能打退 也肯定损失惨重 所以 有必要暴露一些实力 让他们投鼠忌器 李静 四大天王等人听完 果然变了脸色 两位大罗天仙 在地仙界 也已经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尤其看那太乙真君 连文殊菩萨度难以 占到上风 便知道实力不弱 既如此 还在他前面的龙帝 当然也更强 除了少部分天才 修道时间越长 实力越强 几乎是肯定的事情 未曾想贵师们 居然还有如此高地 不知令师弟 可愿登天庭为官 玉帝现在想制衡 扶到两轿 简直要想疯了 但凡修为高绝的 都想拉拢 众神脸色一变 只要一位大罗天仙 进入天庭 这里必定局势大变 大罗 终究不是太已经能比 在所有人关注的眼神中 徐军民工声道 只怕要叫陛下失望了 我那两位师弟一心修炼 并无功名之心 玉帝脸上露出失望之色 真是可惜了 陛下 天下良才极多 只要陛下秉承爱财之心 天下贤财良事 必定蜂拥而至 借爱卿极言 陛下 臣还有一事起奏 爱卿但说无妨 上次陛下准许 陈天和水军阔军两百万 如今天兵殿 已经把兵丁送到了天河 臣已经组织人手展开训练 争取早日 让他们为天庭出力 但 臣已经问询多次 始终不见军械间 有一兵一甲送来 还请陛下下旨 让军械间 为我天河水军筹备兵甲 玉帝脸一沉 请有此事 军械间总管何在 臣 军械间总管 萧道清扣间陛下 一个身穿青袍 挂四品文官 应售的中年官员 急忙从班列中走了出来 朕问你 徐天王所说 可是实情 萧道清神色慌张 看了眼李静 眼见对方神色肃穆 眼观鼻鼻关心 不由心下绝望 是 是 大胆 玉帝怒道 换在先前 他或许不会兴师动众 大发雷震 但如今发现了重山书院背后 居然站着两尊大锣 当然要好好拉拢 陛下荣炳 非是臣不尽心 而是二百万套兵甲 数目众多 臣打算等一英装备 全部打造完成后 再送往徐天王处 绝没有刻意为难之心 萧道清连忙道 徐军鸣淡淡一笑 天庭亿万天兵 每年耗损的兵甲 就不止百万 然而 萧总管掌管军械间 百万工匠 却说两百万兵甲 三十年都未能完成 萧道清冷汗直冒 张口无言 刑罚天官何在 玉帝怒道 两个手持金瓜的金甲天 将走了进来 把萧道清抽去仙谷 打下凡间 陛下饶命 陛下饶命 李天王救命啊 李靖脸色平静 虽然不愿意 但这个时候必须要出来 否则 他要是连自己人都护不住 以后谁还敢投靠他 陛下 萧道清主管军械间数千年 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若是陛下因为他一时失误 而杀戮大臣 只怕很多人觉得 陛下刻薄寡恩 李靖 你敢骂朕 臣不敢 臣这是才保护陛下的名声 李靖神色平静 四大天王 三十六天纲等 齐齐悦众而出 还请陛下三思而行 不要失得于天下 愤怒到极点的玉帝 反而冷静下来 看着近半反对的仙神 神色冷漠 也罢 既然李天王求情 朕就免了你的死罪 谢李天王 谢陛下 萧道清这一开口 瞬间让玉帝的眼神 又寒冷了几分 但死罪可免 活罪难逃 免去萧道清军谢奸 总管职位 又太白精心赞代 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后 再行任命 退朝 龙帝拂袖而去 众臣这才准备离开 徐天王 我那里还有凭三千年的 灵桃仙酿 无事的话 不如去我府邸中 喝上一杯 张道林开口想要 如此好酒 万万不可错过 崇山书院本就是道门 徐军明也有意识 借道门的力量 来平衡佛门 对于张道林的邀请 自然不会拒绝 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 李静神色难看 他怎么也没想到 徐军明居然忍了三十年才发作 而且一出手就是杀招 直接费了销到 清军谢奸总管的职位 他肯定是故意的 若非崇山书院 突然爆出了 至少两位大罗修士 玉帝绝不会如此 明目张胆地 打击佛门的势力 李天王 日后我等还需小心应对 崇山书院今非昔比了 多闻天王传音道 李静点了点头 就算他在洪荒中的本尊 修为也不到大罗 虽然有佛门站在身后 但真正到了关键时刻 能依靠的始终是自己 得罪拥有至少两位 大罗修士坐镇的宗门 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实在是不明智 众先生刚走出灵霄宝殿 瞬间感受到 一股饱寒愤怒的强悍气势 从远方滚滚来 是王母娘娘 众仙神瞬间明白过来 谁惹得那母老虎如此愤怒 众仙神心道 虽然天庭有法度 王母娘娘只管女仙 管不到她们头上 但这位天庭地位 最高的女仙 权力欲集圣 屡屡借助盘桃圣会 插手天庭事务 大家看在皇帝的面子上 也对她保证了表面上的尊敬 此刻 姚池金阁顶层 刚刚从灵霄宝殿回来的 王母娘娘 看着放在桌子上 浴盆当中 明显少了一根 组织的上品灵根九彩盘桃树 心里肉疼得很 而手中那张符纸上留下的字 更是让她差点气疯 金介尔大罗中品 江山设计图防品一件 上品灵根九彩盘桃树 组织一根 多则万年 少则千年 定连本代曆一并奉还 可恶的贼人 本宫定不与你甘休 来人 百嫁多帅公 王母娘娘 气势重重地来到多帅公 结果太上老君 已经去往下见 参加盗门云台仙会 不在这里 有心追去 但实在不放心九彩盘桃 生怕再被人夺去一根组织 若真如此 非灵性大损不可 无奈 暂且按那焦躁的心思 竟带太上老君回宫 给 结果化轴 凹天脸上露出喜悦之色 随手一扔 化轴飞入天皇塔中 百万丈巨塔 如同一座巨山 气象万千 灵气千条 只是稍微旋转了几圈 江山设计图房品中的禁止 瞬间崩碎 一块3800万里 草木葱茂 灵气丰厚的巨大土地 从上方坠落下来 在凹天的操控下 轰隆一声 坠落到崇山世界边缘 大浪滔天 灵气奔涌 隔着千万里海域 崇山世界出现了两座大陆 凹天灰了灰衣袖 海浪和灵气逐渐平静下来 已经九千万里了 只差最后一千万里 崇山世界就能冲击大千世界 徐军明摇了摇头 亿万公里虽然能引来世界天洁 但如果只是如此的话 崇山世界只怕难以进阶 凹天瞬间明白过来 你又打算像上次一样 一座大千世界 拥有三千小千世界 等你把三千小千世界的面积 全部扩充到一亿里 再考虑去渡大千世界天洁 那我猴年马月才能进阶 要不你再给我弄张江山设计图防品 徐军明翻了翻白眼 你以为这是大白菜 想要就有 现在王母娘娘还指不定怎么撒泼呢 对了你偷就偷吧 怎么还留下戒条 你这不是掩耳盗铃吗 滚 本尊这是暂戒 当然要留下戒条 将来等我们富裕了 这因果还要还 你怎么转性了 这可不像你 徐军明看向远方 不看僧面看佛面 好歹 王母娘娘也是皇帝的妃子 敖天点头后 随手抛过来一物 这是你要的竹龙精血 第0867章 三万亿里的地巢 看着小儿拳头大小的水晶球中 金红色的精血隔着封印 徐军明也能感受到 其中强横的元气 收起来后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等等 上次你跟给我算的那一挂 到底准不准 我沿着你说的方向 在虚空中游荡了几百年了 怎么一点收获都没有 虚空广大 既有生灵众多 灵气广大的世界 也有渡截失败 被强大的天结毁灭的世界残骸 还有不知道 从什么地方流落来此的混沌神石 甚至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 比如修饰的尸体 不知名巨兽的残骸等等 只是这些东西太过罕见 等闲难以遇到 所以 比起盲目在虚空中游荡 还是借助 推算来得更准确一些 而且 敖天已经借助 徐军明的神算 吃了几次甜头 就更不舍得放弃了 等我回去后 给你重新演算一遍 这就再好不过了 徐军明汉首后 分身缓缓消散 回到地仙界 天外神山 崇山居后院良亭中 挥手间已经重新祭练 焕然一新的天机神球 从体内浮现 原本形如魂天一般的天机神球 更进一步简化了 复杂的底座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个八卦盘 八卦盘中央 悬浮着一团 仿佛宇宙星河般的蓝色光团 那中亿万光点闪烁 神秘而又瑰丽 随手一抛 八卦盘瞬间飞上半空 蓝光大亮 原本为一个平面的八卦盘 瞬间变成十二条 不断旋转的铜轨 时间不长 天机神球恢复原貌 缓缓落下 消失在徐军铭掌心 天机未变 继续前行即可 灵魂传音熬天 后者多少放下了些担忧 处理完了此事 徐军铭迈上造化领导 如今的造化领导 已经不像之前 宽广的岛屿中间 多了一个数千亩的湖泊 湖泊中心是一座三亩大小的岛屿 湖泊之水 水航精气极为浓郁 是它在天庭以泉谋斯 花了三十年采集而来的天河灵水 大罗级别的宝物 这数千亩的水域 若是在凡间散开 顷客就会化作汪洋巨海 水域中间的岛屿 则是一块混沌神石 只有三丈大小 当初 敖天按照它推演的方向 找过去 找到了一块百丈大小的混沌神石 大部分都拿来祭练崇山世界 徐军明留下了三丈 用空间道法开辟 得了一座三千万里 大小的洞天世界 其中 撒下它多年积累的玄黄领土 清静心力 终于做成了这座 只用来栽培顶级灵药的领导 先前从浮屠妖黄手里 夺来的极品后 天灵根七星子餐 以及从乾坤道人那里 得来十几株极品后天灵根 一百多株上品后天灵根 都种在这里 可以说 乾坤道人的药源 彻底地弥补了徐军明 在极品灵根上的不足 再加上阴阳丹金中的丹方 整个崇山书院 大罗境界的各种灵丹都不缺了 简单看了看 所有灵根的掌势后 满意地点了点头 虽然造化灵池中的造化灵气 品级相对这些灵根低了一筹 甚至两筹 但到底孕育造化生机 对灵根生长作用甚大 这些灵根从无极山乾坤洞纳等 灵气丰厚之地 转移来此 并未出现不适应的情况 找了个空旷的地方 徐军明一挥手 一株高达数百丈 清脆欲滴 枝叶间挂着数百个青色盘桃的 巨型桃枝出现在半空 伸手一指 无穷造化灵机 以及浓郁的太出先天灵气 滚滚而来 肉眼可见 无数根须从断口处长出 而后快速膨胀 前后不过一刻钟 一株桃枝变成了数百丈高的桃树 得益于太出先天灵气的高品级 这株九彩盘桃 虽然已经不负先天灵根的本色 却也是一株顶尖的上品后天灵根 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心中一动 转过身 看着骤然出现在身判的太义真君 你怎么回来了 不回来干什么 自从你的分身 在天庭暴露崇山书院 有两位大罗天仙后 我们四面扩张 都没碰到什么阻碍 我们吞并了他们那么多附属国 巫族井山大部 大楚帝朝 大阅帝朝都没有意见 自从他占平白虎老祖白鹰 让崇山书院彻底暴露在人前后 崇山书院就进入了新一轮的扩张 太义真君成就大罗后 步伐更是加快了几分 崇山书院周围 所有国土不及万亿里的国家 全部被吞并 有没有我不知道 反正他们都很老实 现在崇山书院 已经是北街大楚帝国 东陵大跃帝国 南陵巫族井山大部 西陵妖族万寿山白虎城 纵横近三万亿里的新型地朝了 实力仍然在我们之上的 除了占据南瞻部州中央高渝之地 纵横十八万亿的大隋 不 要不了多久 就是大唐帝国了 再就是 占地十二万亿里的大渝帝国 九万亿里的大楚帝国 七万亿里的南汉 六万亿里的北汉 这五个国度了 南瞻部州的大卫帝国 跟我们相似 越国比我们还小了一些 如果我们下一步继续扩张的话 越国是最合适的目标 越女剑派可不好惹 徐军明要了摇头 每一个纵横万亿里的帝国中 都有大罗修士坐镇 越国中便是越女剑派的 开派祖师越女 当然 骤然吞下两万五千亿里的庞大土地 崇山书院也需要时间去消化 一时半会 也不打算继续扩张 既然无事 你就继续在这里修炼吧 争取早点进阶大罗真弦 等等 还有件事告诉你 云台先宗掌门静灵 楼关道掌门扶风子 老君官罐主长进道人 紫阳派掌门张首峰 连妹亲至大雷英寺 表明我崇山书院乃是道家一脉 一旦有事 道门不会置之不理 徐军明笑着点了点头 东盛神州四大道门都出手了 而且云台先宗还派遣门下长老送来了 邀请我们参加云台先会的请柬 态度十分客气 徐军明汉首道 云台先会应该还有不到半甲子了吧 准确地说只有二十四年了 顿了一下 你打算派谁去 徐军明想了想 难得四大道门为我们免去了佛门的后顾之忧 这次我亲自去吧 你一个人 让孙氏跟我一块 这猴子如今已经是太义惊心 再在混元神门里憋下去 就憋坏了 师父 前面就是大唐帝界了 身穿虎皮裙 内衬轻直坠 脚踏多尔盲鞋 满目兴奋的孙氏走在前面 后方一身青色道袍 腰坠青葫芦 一头黑发 被惊环竖起 随意捶在脑后 左手抓一根七尺轻竹杖的徐军明 缓步在后 因为距离云台先会开始之期 还早 徐军明索性带着孙氏游览南瞻部州 先前已经跨过了大楚和南汉 前方便是南瞻部州最大的国家大随 现在的大随 正如隋唐演义中写的那样 十八路返王 六十四路燕城 齐返大随 一进入大随地界 师徒两人便能明显感觉到这里的混乱 城池中军士守卫森严 进出都要盘查 尤其对来自南方汉朝的人更是如此 以徐军明师徒的神通 绕过搜查进城很容易 不过两人无疑在这座名为巡洋的小城停留 绕过去后 顺着大路直朝北方行去 当然 两人也不是漫无目的地走 每一日出发时 徐军明都要起上一挂 算算那个方向更好 便朝那个方向走 还别说 虽然大宝贝没碰着 但也采摘了不少珍贵的灵药 擒住了不少趁机作乱的妖魔 积累了功德 师父你看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不远处 一颗枝繁叶帽的大槐树下 一伙蒙铜映入眼帘 怪物快走开 我们不跟怪物一起玩 十几个七八岁左右的小孩子 嘴里叫嚷着 拿着石子 土块 丢向不远处 一个衣衫褴褛的大个子 足有九尺的身高 远远超过普通人 销瘦的身体上 挂着用旧衣服 麻袋片缝起来 比较花子穿的衣服还要破 勉强可以遮身的衣服 赤裸着双腿和大脚 放在别处 这是一个高大的汉子 但奇异的是 他的表情却很稚嫩 双眼中透着委屈 显然很想跟那些小孩子一块玩 深具一像 看来这小家伙并非常人 嘿嘿 师父也看出来了 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 废话 沿着乡间的下路过去 众蒙童看到徐军明也就罢了 当看到孙时时 后者猛地一刺牙 妖怪 众蒙童吓得乌啊乱叫 一哄而散 大个子 你怎么不跑 孙时跳过去问道 大个子挠了挠脑袋 看着他 你是好妖怪 你怎么知道 我是好妖怪 阿呆从小就知道 阿呆从来没有看错过 你叫阿呆 嗯 奶奶取得名字 脸上露出目如之意 你家在哪 我们能去讨玩水喝吗 看了他一眼 阿呆点了点头 你们跟我来吧 说着 大步走到了前面 第零八六八章 天生占星 聚灵神族 你这猴子 好像对他很感兴趣 师父用青铜镜看看就知道了 看他神秘的样子 徐军明催动青铜镜一看 一股庞大的气血 从阿呆身上冲天起 如果地仙界普通壮年男子的气血 是一的话 他就是一百 这意味着 在他瘦得跟竹竿似的身体中 蕴含着强大的力量 一旦爆发力举千军 生猎虎豹 也不是难事 更奇异的是 在他的丹田中 居然长着一个 笼罩着赤红色光滑 明灭不定的圆球 感受到其中淡淡的沙伐之气 徐军明瞬间明白过来 天生战兴 聚灵神族 聚灵族是太古强族 可以跟龙凤 麒麟等媲美的强大存在 更是出现过夸父 龙伯等生名赫赫的强者 只可惜 上古诸族大战 聚灵族也跟龙凤等族一样 受到重创 龙凤还好 虽然已经远不如太古时期那样 强者如云 但好歹 还有传承在 但聚灵族却百不存一 除了在天庭中 打酱油的聚灵神 徐军明 还是第一次看到聚灵族人 不过跟古籍中记载 动辄百万丈的聚灵族相比 眼前这小家伙 还差得太远 你倒是好眼光 嘿嘿 弟子只是机缘巧合罢了 你这猴子倒是雕滑 看了眼前方高大的背影 你想收他入门 孙时点了点头 比起大师兄门下众多英才 我门下只有一个徐士林 而且 这小子对武道不感兴趣 只能传承我的木道功法 如果这小子能通过 敌传弟子考验的话 我便收下他 传承我的武道 徐军明了然 他知道孙时一直想要收一个传承自己武道的弟子 可惜多年来一直没遇到核心意的 聚灵族是天生的武道强族 若是能收他为徒的话 你的武道也算是有传人了 孙时汉手道 就是不知道他的战星中孕育的是何等武器 最好是棍子 聚灵族得天卷 一出生就会在丹田孕育战星 而战星中则是一把最契合自己的武器 以及契合这把武器的天生神通 威能极强 不过可惜的是 聚灵族天赋太强 必须要成仙才能打开战星 得到传承 徐军明点头之余 看着前方背影 心中明白 自己挂像中显示的传承之人 不出意外就是他了 三人刚走到村口 就看到几十个衣衫褴褛 手里举着锄头 铁仙气势汹汹扑过来的村民 妖怪在哪 该死的妖怪 居然敢吓唬我儿子 我刘老三 要跟他大战三百回合 无那妖怪 快快死来 看着一帮乱哄哄的村民 徐军明笑道 看来都是找你的 孙时笑嘻嘻道 师父 可要弟子出手 算了吧 就你这毛脸雷公嘴的样子 上去 又是一场误会 走在前面的阿呆 看着气势凶悍扑过来的村民 有些手足无措 刚要解释 但见前方的土地 突然颤动起来 众村民站立不稳 瞬间摔得人仰马翻 徐军明收起青竹杖 脚步一脉 来到众人前一张外站定 胆掌竖起 无量天尊 在下乃一介游方道人 带着小徒路进贵宝地 并无恶意 还望各位居士行个方便 被徐军明身上气势所设 爬起来的村民 娜娜不敢上前 老村长来了 也不知道 谁喊了一嗓子 慌乱的村民 瞬间找到了主心谷 村正来了 快让开 让村正过去 人群连忙让开一条通路 在人群簇拥下 一个身穿造衣 手持木拐的半百老者 走到了前面 目光在徐军明 孙石身上来回巡视了一遍后 双手抱拳 老朽有礼了 平道还礼 道长哪里来 自南边来 云游到此 先前看到一群蒙童 用石块打这位少年 便让我这弟子开口喝止 未曾想因他冒仇 引来一场误会 原来如此 村童顽劣让道长见笑了 老者转过身 大有 一个身材矮壮的汉子走了出来 去我家里取些吃食送与道长 答应一声 汉子必要转身离去 等等 多谢老居士 只是我师徒已经避古 不用吃食 只要喝点清水就可 而且刚刚这位叫阿呆的小居士 已经答应带我师徒去他家 顾儿就不劳烦居士了 老者看了眼旁边的阿呆 道长有所不知 阿呆生来奇异 虽然身高远超长人 但其实只有三岁 顾儿才会被那些顽劣小儿取笑 原来如此 怪不得平道看他面相稚嫩 眼神同真 原来只有三岁 正是如此 顾儿老朽怕他不懂事 怠慢了道长 要是道长喝水的话 不如到老朽家中去吧 看了他一眼 徐军民微笑着点了点头 既然村政如此盛情 平道便叨扰了 道长请 老者高兴道 请 给了孙时一个眼色 后者会议 使了个分身法 两人的分身 随着老村长等离去 徐军民随手一挥 一道空间屏障 把师徒两人和阿呆 裹在了中间 别说是一群肉眼凡胎 就是太乙 当面也看不透 徐军民的胡天道秘法 阿呆看了看 跟着村政离去的背影 再看看自己身边的两个 挠了挠脑袋 满脸的困惑 我们走吧 徐军民向前走去 傻小子 还不去前面带路 可是刚刚你们不是 去村政爷爷家了吗 你眼花了吧 明明我们就站在你面前 走走 我都渴死了 孙时拉着阿呆走在前面 见他催促 只有三岁的阿呆 挠了脑脑袋 走在了前面 空间屏障在 谁也看不到他们 进了村子 在阿呆的带领下 师徒两人来到了 他位于村后的家 跟绝大多数靠山的村居一样 一圈简陋的篱笆围成院墙 那里是三间茅草屋 推开柴飞进去 院子被收拾得很干净 各种农具摆放整齐 院子里种的几种蔬菜 也打理得极好 看得出来 此间妇人是个勤劳能干之人 娘 我回来了 阿呆欢快地喊着 大步朝堂屋跑去 阿呆回来了 随着说话声 一个身穿粗布长裙 胸前后背打着几个补丁 头上包着头巾 大约双十年华的女子 从里面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块旧毛巾 慈爱地扫打着 儿子衣服上的尘土 看到这一幕 不知道的 真想象不出 这是一对母子 用徐军明上辈子学过的知识 阿呆父母体内 一直有聚灵族的隐性遗传 可能太过久远 一直未能觉醒 到了阿呆这一代 也许是机缘巧合 也许是上天垂帘 他突然觉醒 就成了现在 徐军明看到的情形 不过三岁 身高已经达到九尺 阿呆 是不是他们 小六他们不跟你玩 不是 生怕母亲为自己担心的阿呆 连忙一指 徐军明他们 道长要喝水 我带他们来 咱家喝水 女子这才注意到站在门口 被柴妃挡住 大半身子的徐军明 师徒两人 尤其在看到孙时的时候 脸上露出明显的句色 娘 他们是好人 阿呆知道 女子松了口气 自己儿子生来便知善恶 三年来从无差错 道长 请进 徐军明这才带着孙时进来 无量天尊 凭道徐军明起手了 小夫人无正式见过道长 道长 请坐 小夫人为道长取水来 女子指了指旁边的木凳 多谢 徐军明过去坐下来 时间不长 女子端了一个粗瓷大碗出来 碗中是拌满的清水 道长请用 到了生谢后 徐军明接过来喝了几口 放到了一边 我官居士礼节周到 谈吐不凡 举止气度非玩于村妇能比 想来应该不是此间村人 道长神目如垫 小女子曾是大户人家的使女 小女子丈夫颇有几分勇力 立下不少功劳 主家便把小女子赐她为妻 后来我公爹身故 丈夫便辞去直私 带我回乡守校 原来如此 徐军明点了点头 他修道近两千年 见多识广 自然看得出 这女子言语间有几分隐瞒 不过这也不奇怪 只要智商正常 碰到初次见面的陌生人 询问自己的家世来历 都不会全部吐露 既然居士并非愚妇 那平道便直说了 令郎天生不凡 虽然跟你隐居在此 但十日一久 定然掩藏不住 而且 她三岁便有九尺高 以后长得还会越来越快 吃的也会越来越多 你试弄甜母虽勤勉 但也养不起她 这句话点到了 妇人心里的痛楚 儿子吃得越来越多 现在才三岁 食量已经相当于 七八个成人 若非她来此的时候 带了不少银两和首饰 几乎养不起她 另外 只是普通粮食 不够她身体所需 否则 她也不会如此瘦弱 故而你要是真关心她 还需早些为她打算 道长想收下我儿子 妇人也是个聪明人 很快便明白了其中观俏 不是我 是我这弟子 伸手一直站在旁边的孙石 第零八六九章 旧与不旧 她 看着毛脸雷公嘴 不过六尺高 身穿虎皮裙 外照轻直坠 身材瘦弱的孙石 妇人脸上透着怀疑 嘿嘿 你可别小看俺老孙 想当年 俺也曾上天打过神仙 下地打过妖魔 便是菩萨到了面前 也要先称一声道友 就是四海里的龙王 八荒的上仙 也要跟俺老孙平辈论交 孙石一脸骄傲 凭借现在崇山书院的底蕴 以及她太乙惊仙的道横 确实能跟四海龙王平辈论交 诸菩萨道友相称 妇人虽有几分见识 但对于仙神之事并不了解 所以 孙石说的这些 在她看来 跟吹牛没什么区别 徐军民看在眼里 淡淡一笑 屈指一谈 一抹灵光末路妇人眉心 后者只觉眼前景色大便 一头身穿金甲 手持大棍的猴子 占天占地 扫平四方妖魔 强大的实力 果然有撼动苍穹之威 她虽然只是一个看客 但一切是如此真实 不知过去多久 眼前一花 再回到了她住了三年的小院 看着眼前熟悉的院落 妇人正正难以回过神来 毕竟先前那占天斗地 宏大的斗法场面 实在是太震撼了 已经超出了她的想象 你看到了 那些便是我这弟子 与敌斗法师的场面 有她教导 你这孩未来必成大气 她有了靠山 那人找上门来 也别想对你母子不利 妇人心中矩阵 看着徐军民目入惊骇 朝她摆了摆手 别紧张 凭到粗通八卦之术 从你母子二人面向上 也能推断出一二 妇人连忙躬身失礼 还望到长原谅小妇人 先前隐瞒至罪 无妨 无妨 我师徒二人 与你不过初见 换成谁也不会 对外人吐露心中秘密 如何 你可愿意 妇人也是果断之辈 阿呆 过来 站在旁边的阿呆 连忙走了过来 娘 跪下 听话的阿呆连忙跪倒 磕头 阿呆砰砰砰 磕了三个响头 妇人从手腕上 摘下一根玉镯 递了过来 两位道长 小妇人别无他物 只有这根玉镯 还算珍贵 全且做树修之礼 还请收下 徐军明接过来 简单看了一眼 右手捏了个法绝 滚滚灵气直吵手镯聚集而来 浓郁的灵光渐渐绽放 一层层神闻快速衍生 神异的一幕 看待了母子二人 前后不过一刻钟 徐军明便用灵气 把普普通通的一根玉镯 练成了法宝 随手一挥 手镯重新套在了 妇人手腕上 道长 这 出家人用不着金银俗物 这手镯就留给你吧 另外 我关你也有几分修行在身 我便传你一套法诀 你自行修炼 不懂可来问我 屈指一谈 一点灵光没入富人石海 后者瞬间察觉 无数文字出现在自己石海 简单看了看 竟然高深无比 连忙跪下 多谢道长刺法 你写起来 推到一边 是 看着跪在地上的阿呆 徐君明转身道 既然是你收弟子 便你来吧 孙石点了点头 心中一动 混元神门的投影显化出来 光芒一闪 阿呆身影瞬间消失 自从徐君明把天象 地藏和人魂三神门 全部整合到混元神门中后 人魂神门考验弟子的能力 自然也变成了混元神门的能力 妇人看在眼里 神色紧张 但想到先前徐君明吩咐 生生忍住 没有开口打扰 约莫两颗钟后 混元神门光芒大放 阿呆宝箱庄严的身影 再次出现在三人面前 妇人神色惊讶 她从来没从儿子身上 看到她如此表情 孙石神色喜悦 阿呆的天赋 才卿果然没有辜负她的期待 成功地通过了 狄传弟子的365重幻境考验 还不醒来 孙石悬音植入石海 阿呆瞬间醒了过来 宝箱庄严的神色 再次换成了懵懂 阿呆 你可愿拜我为师 孙石的神色变得正经起来 阿呆看在眼里 瞬间扶制心灵 跪倒在地 我愿意 先来拜过祖师 阿呆连忙给徐君明 磕了三个头 转过来又叩拜孙石 孙石脸上露出笑容 但很快又严肃起来 你既愿意拜师 为师便跟你分说清楚 为师所在门派名为 崇山书院 乃是你师祖开辟 至今已有数千年 为师是你祖师门下 第十位弟子 明焕孙石 千年来行道天下 被各方道友称作 擎天大圣 在为师门下 目前只有一位弟子 也就是你师兄 明焕许世林 日后我再介绍给你认识 而你便是为师二弟子 你可有正式的名姓 阳说 我叫陈灵 孙石汉首 日后便以此名 列入师门名录 陈灵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孙石转过头 师父 还请你赐下本门正门之宝 徐军明点了点头 左手一挥 青铜镜和混元神门的投影 进入陈灵丹田 只有得了这两样 才是崇山门下敌传弟子 屈指一弹 一根绑着黄皮葫芦的黄色丝韬 如同灵蛇般竖在了陈灵腰间 一座白云缭绕的小山 没入陈灵眉心 进入石海 除葫芦和随身洞天 也是崇山书院核心弟子的标配 至于法器 他并未赐下 一个是因为他手里实在没合适的 也因为陈灵还未修炼 还用不到 更重要的是 孙石这些年征战在外 缴获了不少好东西 就让他自己武装自己弟子吧 傻小子 还不快谢谢祖师赐宝 孙石道 多谢祖师赐宝 好好跟着你师父修炼 争取早日成仙 是 就在这时 徐军民和孙石的分身 被村正恭敬地请进了自己家 比起陈氏母子 村正的住宅自然要好上很多 泥土累气的院墙 远胜过柴飞 而且三间正房 两间厢房 也都是青砖为基 夯土为砖 青瓦盖顶 虽然仍旧简陋 但在这村子里 却是除了祠堂外 最好的建筑 来到堂屋 村正亲自奉上茶水 把闲杂人等赶出去后 扑通一声 村正跪了下来 还望道长救我锦里村 上下八百口老少的性命 徐军民一挥手 一股无法反抗的暗镜 把村正拖了起来 我不喜跪拜 有话站直了说 是 好教道长知道 我们这里名唤锦里村 虽然良田不多 但仅挨着旁边的污水河 靠水吃水 日子倒也过得自在 可是那污水河里滋生了妖精 要害你们性命 孙石忍不住道 村正摇了摇头 污水河中自有和神爷爷管辖 并不曾滋生妖念 那你刚才好哭什么 道长且听我言 在我锦里村之上是西平镇 西平镇在网上便是白山县 三年前 县里白龙寺的和尚 占了县压 和县上下几十万人 都受其管辖 三年来 他们又是征粮 又是加税 让强迫我们扶摇役 日子过得越来越苦 你们就不反抗 任由这帮秃头压榨 孙石道 村正苦笑 不是没人反抗 但那些和尚法力高强 反抗者都被他们 斩杀在污水河中 死的人太多 连河水都被染红了 一连两年 我们都没敢吃河里的鱼 真是可恶 孙石怒道 白龙寺的逼迫越来越甚 前些天传下话来 今年要我们锦里村 每户那粮三蛋 否则便要将我们锦里村 河村上下 贬为佛奴 三十粮 若是往年扣扣牙缝 或许能凑齐 但现在连续三年盘剥 各家各户 早已没有半点鱼粮 村里田地又少 那里拿得出手三蛋粮 村正脸上一片愁云惨雾 眼看河村老少 都要被秉为人人奴役的佛怒 老朽没有办法 这才厚着脸皮 大着胆子恳求道长 给我们锦里村 争一条活路 我们锦里村愿世世代代 供奉道长长生牌位 日日祭祀 香火不绝 村正深深居了一躬 看他面相会气罩顶 就知道所言不虚 略做考虑后 我可以帮你们 多谢道长 先不盲线 打断他的话后 有道是自助者添住 平道可以帮你们 但你们锦里村的村民 保卫丧子 也要出力 敢问道长 需要我等如何出力 我这弟子 虽然长得丑陋 但法力高强 精通战争 你们锦里村 十八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男子 都需随他训练 将来反抗白龙寺 也需跟我师徒二人 一起上阵 杀敌护驾 这 怎么 难道你们锦里村 只是动动嘴 指望我们两个外人 为你们拼杀 你们自己毫不费力 坐享其成 徐军明冷声道 不不 道长误会了 我等绝无此意 只是我锦里村 仅仅是百姓 又无兵甲 如何反抗白龙寺 兵甲你们不必担心 只有我师徒二人 替你们准备 村正一咬牙 猛然站直身体 若是有兵甲 我便抛去 这张老脸不要 也要把锦里村 所有的老少男子 全部拉过来 直到此时 徐军明 脸上才露出笑容 第零八七零章 白龙寺一变 师父 何必那么麻烦 让那白龙寺和寺上下 也挨不过俺老孙一棍子 分身的经历 本尊自然清楚 陈林家中 孙时对徐军明说道 摇了摇头 我们既得行善 也要注意方式方法 有的人可以帮助 有的人不能帮 就像这锦里村 他们自己面临死劫 却不打算出力 只想着坐享其成 如此没有血性 自私自利之辈 我们为何要救 你要记住 我们精力有限 救的始终是那些该救之人 是 弟子谨记 好了 去教你的小徒弟吧 尤其注意 先把他的根基给补足了 聚灵族的成长 需要大量的灵丹 灵果 陈林从小就没吃过什么好东西 可以想象根基亏空 成了什么样子 还有 顺便给他娘几粒丹药 我看他 也是个有资质的 虽然不高 但也能修行 是 交代好了孙时 徐军明便回了天外神山重山居 为了给陈林扎根基 也为了对付白龙寺 取一场功德 大概率还要在这里停留一段时日 索性便留下分身在此 他本尊回道场修炼 天宫殿 天宫神炉 如今只用来祭炼元阳静 和太乙静的丹药和法器 大罗静的灵丹和法器 全都交由旁边的子之鼎来祭炼 随着徐军明 法力不断精进 天宫道境界不断提升 炼丹和炼气水平也随之进步 紫之鼎被他祭炼得越来越精妙 可惜 现在还是无法 那乾坤鼎的奥妙 否则 倒是可以让这宝鼎更进一步 从无极山乾坤洞中找到的 太极图和乾坤鼎 静置过于玄妙 连带青铜 断剑中的静置 都不是现在的他 能够窥视的存在 越有几分遗憾地摇了摇头 伸手一指 静百种灵草 飞入天宫神炉 他要炼一炉太乙三皇丹 这种太乙极品的丹药 正适合他现在的修为 村政没有考虑太久 毕竟他没有更多选择 而且 先前在村头 徐军民让大地震动 瞬间掀翻近百人的道法 也让他心中有了万一的希望 反抗是死 不反抗也是死 当天晚上 村政便敲响了徐军民分身的房门 进来吧 村政连忙推门进去 看着盘坐在旁边床上 正闭目打坐的高大道人 连忙躬身失礼 道长 我锦里村老少决定遵从道长之意 保卫桑子 还望道长能大发慈悲 能刺下兵甲 训练一番 此事容易 明日四十一刻 让锦里村老少在村口集合 是 第二天一早 刚刚吃过早饭 村政敲响了挂在村头老槐树下的铁钟 魂后 极具穿透力的钟声 笼罩在锦里村上方 很快 源源不断的人流 从锦里村四面八方赶来 很快就把村头挤得得满满当当 村政带着几个锦里村的祖老 站在老槐树下的石台上 徐俊明的分身 带着孙时的分身 站在最显赫的位置 村政 把我们都招来干什么 要是蒸凉的话 我们可没有 是啊 三十两 砸锅卖铁也凑不齐 天杀的白龙寺 这是不让我们活了 安静 都给我安静 村政显然很有威望 喊了几嗓子后 人群渐渐平静下来 各位锦里村的老少 过去三年 白龙寺有多残酷 想来 你们也都听说了 咱们百十里外 韩庄就因为没纳粮 被他们给涂了 可怜四百多口 全部暴湿荒野 惨不忍睹 如今 这祸事又轮到了我们身上 三十两 咱们锦里村砸锅卖铁也凑不齐 但凑不齐这梁 韩庄就是我们锦里村的将来 你们说 咱们怎么办 众村民沉默良久 要不 我们逃吧 一个颤抖的声音响起 逃 我们能逃到哪去 进出白山县的路权 被他们把着 山中妖魔众多 进去就是送死 村政道 众人一想也是 一种绝望的情绪爬上心头 把众人表情看在眼里 村政使了个眼色 人群中提前埋下的拖 立即开口 村政 留下是死 逃也是死 不如拼了吧 拼了 白龙寺不让我们活 我们也不能让他们好过 随着越来越多人的情绪被裹挟 拼死的呼声 瞬间高涨起来 静一静 静一静 等众人稍稍平静后 村政声音高亢 怒发冲关 刚才韩六说的不错 既然白龙寺的人不让我们活下去 我们就跟他拼命 拼命 临死也要拉个垫背的 看着鼓噪起来的人群 孙时传音道 师父 这老头倒是会鼓动人心 徐军明淡淡一笑 能当上村政 当然有点本事 静一静 白龙寺那些和尚 都是练武之人 实力比咱们强 如果咱们就这么冲上去 估计还没等近身 就被人家给杀了 但老天垂怜 这位崇山道长云游道此 道长慈悲 听了我们的苦楚后 愿意帮我们抵抗白龙寺 众人的目光 瞬间集中到了徐军明身上 昨日 你们中不少都见识过道长的神通 我就不赘述了 道长说了 要给我们兵甲 训练我们战阵之道 让我们有保卫咱们 锦里村老少的能力 村政转过头 徐军明会议 大袖一挥 成捆的刀枪 叠在一起的铁甲 出现在众人面前 他手中并没有反兵反甲 这些兵甲 都是昨晚他用无鬼搬运术 从别处运来 看着如此众多的兵甲 不仅村民们傻了眼 就是村政也满脸震惊 他也没想到徐军明 居然真的能拿到这些东西 震惊过后 村民一拥而上 想拿两箭带走 这些兵甲 可是值钱的好东西 但一层坚韧的屏障 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该你了 村政回过神 连忙朝众人道 道长说了 咱们锦里村 凡是十八岁以上 四十岁以下的男子 人人有份 凡是在这个年龄间的 都给我排好队 还有 凡是领了兵甲的 就要接受道长训练 抵挡白龙寺 村政的神情 陡然严肃起来 语气凌厉 若是谁敢偷奸耍滑 明明在征兆之列 却不来训练 已经发现 按村规处理 沉入无水河 众人静若寒蝉 几个心思活络 不想参与的 当即打消了念头 徐军明看在眼里 他们就交给你了 孙时不由头疼道 师父 你知道的 浩勇斗狠我擅长 但这训练士族的事情 还是岳师兄门下 话未说完 孙时脸上露出恍然 好歹 他也是祖师级别了 从岳河门下 这个弟子 还不简单 徐军明淡淡一笑 我只是看看 他们保卫家园的诚意 没打算真让他们 上阵杀敌 简单训练一下 他们就好 是 把训练的事情 交给孙时后 徐军明便没再管 不过出乎他的预料 一直过了半个多月 也没见半个秃头过来 嘿哈 洪亮却透着几分 稚嫩的声音中 一个庞大的身影 在院子里辗转藤魔 凌厉的拳风搅动空气 卷走了地下的落叶 霸道的腿径 如同巨斧开山 雄魂无比 足足过了一刻钟 才停下来 看着已经身高 超过一丈三尺 体型比半月前 猝了半圈 虽然还有些瘦 但已经堪比平常人的陈灵 徐军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过来 师祖 陈灵迈着沉重的脚步 快步跑了过来 挥手间 一个青花瓷瓶飞了过去 陈灵连忙接住 脸上透着询问的表情 这瓶三黄丹给你扎根机 师祖 我这里还有 挥手打断他的话 你体质不同于普通人 所以从今日开始 你每日浮食一粒 然后早中晚 习练大道全半个时辰 弟子遵命 去吧 陈灵功身失礼后 去温习功课去了 作为崇山书院 敌传弟子 不仅需要修炼 还需要阅读各种经典 只有不断开拓智慧 才能在未来走得更远 目送他离去后 徐军明看着远处的天空 莫算时辰 也该回来了 一道金色流光出现在天边 风驰电掣 眨眼间 便横跨万里 出现在徐军明面前 师父 孙时收了顿法 上前失礼 如何 白龙四人去楼空 举四消失 徐军明眉头微皱 查明原因了吗 弟子惭愧 寻遍整个冯城府 以及旁边大半个三川府 都没看到一个上的台面的修饰 各大门派也跟白龙四一样 全部消失了 果然有大事发生了 师父神算 难道不能推算一二 我若是本尊在此 自无问题 但如今 只是一尊分身 却算不得天道转轮 徐军明摇了摇头 他的本尊 现在还在重山居天宫殿中炼丹 如今也到了锦要关头 打扰不得 既如此 我们便在此等待一二 静观此地之变 孙石道 只有如此了 徐军明点了点头 他倒要看看 到底因为什么 造成了数百万里 甚至更多的土地 被如此轻易地放弃 第0871章 太阴鬼宗 独角鬼将 看着厢房里摇曳的灯光 吴正是心中犹豫 几次上前 都在门口的地方停了下来 进来吧 清朗的声音 从里面传来 也帮他下定了决心 深深地吸了口气后 吴正是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明亮的灯光下 看着盘坐于石床上的徐军明 连忙上前两步 躬身失礼 陈渊见过老师 徐军明踹了他一套 能够呈现的修行功法 称呼一声 老师 倒也名副其事 坐 伸手一指 旁边原本平坦的地面上 泥土奔涌 很快长出一个土墩 随着土的颜色越来越深 渐渐化作石质 到了升陷后 郑渊坐了下来 你深夜来此 可有要事 下意识地想要跪下 但却发现一股强大 却绵柔的力量 紧紧把它固定在座位上 我不喜所理 你直接说吧 弟子遵命 话落 郑渊瞬间发现 原本压在身上的力量消失了 暗杆老师神通广大之鱼 组织了一下语言 老师恕罪 关于我母子的身世 先前多有隐瞒 此事不怪你 换成谁面对一个陌生人 也不会马上吐露心中秘密 顿了一下 说说吧 是 弟子并非锦里村本地人 而是巴林郡郡守陈流之女 梁王萧喜攻占巴林郡 我父亲为其所杀 后又强纳我为妾 说到这里 眼神中露出强烈的愤恨 后来我被父亲牙将孙拔 从巴林救出 一路逃到这里 为了保护我 独自引开追兵后 再也没有回来 看着神色哀痛的他 徐军明道 所以 阿呆是萧喜之子 是 我本想将他打掉 但孙将军劝我留下 毕竟这孩子体内 也留着我陈家的血脉 陈渊眼神中带着庆幸 你想报仇 以前日思夜想都是报仇 现在不想了 为什么 如今 萧喜领地难达交址 北巨汉川 十三个郡 一万三千亿土地 五万万亿丁口 军队数以亿计 挥下能人意识无数 非我一个弱女子 能够匹敌 而且我也不希望 林儿一辈子 活在仇恨里 未来他只要平平安安 娶妻生子 我就心满意足了 徐军明缓缓点头 你也不必灰心 以后自然有你大仇得报之日 陈渊看了他一眼 虽然他知道这位老师神通广大 但比起实力强大的梁朝 实在是差得太远了 报仇之事不敢奢望 不知老师若是有侠 可否帮弟子寻找一下孙拔将军 你钟情于他 陈渊翘脸微红 犹豫了一下后 点了点头 若非萧喜起兵作乱 我两人此刻已经成亲了 难怪他会拼死救你 顿了一下 我答应你 只要此人没死 我便帮你把他找来 多谢老师 陈渊大喜 徐军民汗手刚要开口继续 眉头突然皱了起来 你在此等候 陈渊不明所以连忙点头 催动法力 徐军民身影瞬间消失 在出现时已经是万丈高空 师父 孙时也跟了上来 你看 顺着徐军民手指的方向看去 东南方向 一层灰黑色的雾气 腾空千丈 在皎洁的月色下 仿佛一层无垠的大巢 铺天盖地 有无声无息的奔涌而来 黑色雾气前方 万兽奔腾 千鸟飞驰 一片慌乱 但凡被这灰黑色雾气笼罩 肉身便瞬间化去 魂魄成为其中的一员 而灰黑色雾气 也更加强大 好强的银气 何人如此大胆 居然敢驱使银气 吞噬亿万众生 只怕这就是各大修行门 派人去楼空的原因 徐军民道 孙时点头后 师父 这银气距离锦里村 已经不足三千里 我们要阻止吗 当然 一场大功德送来 岂有不接的道理 嘿嘿 师父 这点小事 就不劳您老人家动手了 一道顿光冲天起 虚余间便去得远了 这猴子倒是乖绝 微笑过后 神色间多了一抹思索 能光天化日之下 驱使银气 吞噬亿万众生性命 如此胆大包天 怕不是普通之辈 就在这时 一道灰红的石门 出现在浓稠的银气之间 轰隆 石门打开 强决的吞吸之力展开 无穷银气 仿佛找到了宣泻口 滚滚朝其中奔去 那石门中 仿佛是一座无底洞 任凭多少阴气流入 都难以填饱 渐渐地 向前奔流的阴气 停了下来 转而向后 不断缩减 何人如此大胆 居然敢阻挡 我太阴鬼踪行事 伴随着愤怒的声音 一股强决的阴气 闪电般 朝混元神门 投影打去 作为徐军明 精心祭练 如今已经成为 大罗灵宝的混元神门 那怕只是投影 威力也极为强横 这阴气 进入神门所在范围 三千丈后 速度原来越慢 三百丈后 动力消失 紧接着被洞开的门户 仿佛吃面条般 吞了下去 万丈之外 一个身穿轻甲 头生独角 手提长高 身高近丈的鬼匠 看着远处的灰红石门 神色凝重 刚才那一刀 他虽然没出全力 但也有七成 居然如此容易 就被那石门吞下 可见其威力之强横 难道是黎江建宗出手啊 大随江南数十郡 六万亿里土地上 能够跟他们太阴鬼宗抗衡的 除了巴蜀黎江建宗 便是东方罗浮派 但罗浮派一向不理俗事 早在三甲子前 就封闭山门 不理俗事 至于称霸江北的全真道 很少会把手伸到江南来 不对 李江建宗向来以剑为主 哪有如此强大的石门一宝 就在他心思浮动的时候 一根苍青色的巨棍 带着雄魂无涛的霸道 闪电打来 嘿嘿 你也尝尝孙爷爷的棍子 感受到巨棍中蕴含的 无匹净力 以及霸道的阳刚气血 独角鬼将脸色顿变 不敢应接 连忙后退 结果还没等他飞出多远 一股凌厉的破风声从脑后传来 如此突兀 如此迅捷 瞬间让独角鬼将心中大叫 不好 再也顾不得隐藏 心中一动 一道青色灵符 从石海中飞出 紧跟着一重坚韧之极的护罩 护住全身上下 动 借助空间道法 直接来到青甲鬼 将身后十丈的孙石 一棍子重重打在青甲鬼将后背 青色护罩光芒大放 同时剧烈地颤动起来 青甲鬼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最后青色护罩未破 这才松了口气 看着青棍准备再打的猴妖 心中震撼于对方的强横 若非有这张鬼地赐下的灵符保命 刚刚几乎命丧对方棍下 等等 我乃太阴鬼宗门下七鬼将之一 神刀鬼将张 东 话未说完 孙石一棍打下 护罩再次剧烈颤动开来 波动之强烈 远胜先前 很显然 其中的灵气快要耗尽了 独角鬼将亡魂大冒 那还敢停留 飞身就逃 孙石黑黑一笑 催动混元神门 瞬间到了对方身后 呼一下 直奔后背打了过来 动 如中败格的声音 响彻八方 灵符形成的护罩 再次颤动开来 这次他终于没能抗住 颤动到极致后 忽然消散了 这时候 独角鬼将的求生欲 达到了顶点 别打 我投降 巨棍瞬间停了下来 看着距离自己脑门不过三尺 可以清晰感受到 其中 强悍无比气血的鬼将 暗暗擦了把冷汗 明明大家都是太以惊险 但他的实力 比对方差得太远了 这侯妖不仅实力强大 还精通胡天道法 逃都逃不了 只能投降 收回轻神如意棍 孙时意犹未尽地砸了砸嘴 难得碰到一个 跟自己修为差不多的 结果还没够足手引 这家伙就投降了 你这老鬼 也太不经打了 暗骂了生疯子后 独角鬼将连忙道 这位道友请了 在下乃太阴鬼宗门下 七鬼将之一神刀鬼将张求 我家宗主 乃是太阴鬼帝 大罗境的存在 还望到有物要逞强阻挠 我等心事 张求不软不硬地说道 不过他企图用大罗修士 下退孙时的打算 显然落空了 俺老孙不知道什么 老十字鬼帝 你竟敢驱使满天阴气 杀戮无数生灵 俺老孙定然不能放你 等等 林林郡的人丁 已经被梁国割让 给我太阴鬼宗 他们死后化作鬼魂 也是我太阴鬼宗之下之名 怎么能算是滥杀 张求连忙道 你 孙时刚要开口 张求的眼神瞬间变得凶恶起来 斗手打出 一道黑色灵光 闪电般找孙时面门飞来 但让后者难以置信的是 这黑色灵光 来到孙时面门前三尺后 仿佛泥牛入海 任凭他如何催动 也难以动他 同时也可以看到 那黑色灵光的本体 乃是一条形如蜈蚣 白爪千足 头角尖锐 长约一尺的怪虫 你这家伙 居然敢放尸阴骨骇啊 老孙 孙时轻神如意棍横扫 狂暴的尽力 瞬间把碾的粉碎 张求一看不好 转身就逃 第0872章 崇山书院 零零郡上院 东 浩荡的钟声响起 落魂中对鬼类的伤害最高 刚跑出不过千丈的张求 如遭雷击 瞬间神魂散乱 鬼气四散 从半空中掉了下来 孙时催动混元神门投影 把其震入其中 至于剩下的鬼兵鬼将 更无法反抗孙时 轻而易举 被他用落魂中震晕后 收入混元神门 最后把漫天的阴气 全部收走后 回到徐军铭面前复命 元元本本把张求的话说完 师父 想来零零郡的宗门 定然是害怕太阴鬼宗 这才举牌迁走 徐军铭点了点头 太阴鬼宗 他也听过 大随境内五大顶尖宗门之一 除了熊霸北方的全真道 占据东南的罗浮派 虎聚蜀中的黎江建宗 熊霸西锤的雀黎大四 就是这个太阴鬼宗 太阴鬼宗之主 是少有的以鬼仙之尊 成就大罗浸的存在 掌管三万里太阴鬼界 拥有一万鬼民 是地府之外 最大的鬼道势力 萧喜倒是个枭雄 为了争取太阴鬼宗的支持 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韦 把零零郡让给太阴鬼宗 随朝一郡之地 相当于崇山书院一周 尤其零零郡东西八千万里 南北六千万里 虽然因为境内多山 人丁不多 但也有千亿 把整个千亿人丁 交给太阴鬼宗 换取鬼宗对大梁国的支持 这笔买卖 确实非常人能想得出 做得到 师父 不如把这千亿人丁 带入天外神山吧 否则 若是让他们留下来 早晚都要被太阴鬼宗杀死 孙石道 他们不能一直留下来 庇护零零郡的百姓 至于打上门去 灭了鬼宗也不现实 先不说太阴鬼帝 乃是大罗境的存在 更主要的是 他掌握三亿里太阴鬼界 强大的界域之力 让他占据了地利 除非有大罗境中期的修为 否则进去就是送死 徐军明点了点头 你先留在这里 我去一趟零零 是 催动胡天神行术 瞬间万里 前后不过半刻钟 便来到了零零城上方 作为零零郡的郡城 这是一座位于湘江边上 周长三百里的大城 催动丹田青铜静一看 果然 城池中原因之上的修士 一个没有 显然提前得到消息 已经跑了 咦 脚步一迈 瞬间来到城池中央 简单看了眼高玄的匾额上 林林郡首府五次后 十几而上 周围的卫兵 仿佛看不到他 任由徐军明穿门而过 来到大堂上 一个身穿赤色官袍 面容消瘦 神情威严的半百老者 挺直腰杆 端正地坐在 明镜高玄的匾额下面 周围除了一个身穿 葛一的老仆外 并无他人 你为何不逃 看着突兀出现在 大堂上的徐军明 葛一老者 连忙挡在半百老者身前 神色警惕 看了他一眼 本官乃林林郡首 肩负守护万民的责任 怎能临阵脱逃 你不怕死 当然怕 但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我身为林林郡首 不能护卫林林百姓 有何面目 活在这世上 言辞铿锵 倒不像是假话 只可恒老夫错信了 萧喜纳斯 原以为 他会有乃祖宗宗 陛下爱民之心 未曾想他居然 会为了一己之私 用林林郡 亿万百姓的性命 去太阴鬼帝那里 献媚妖宠 说到这里 此人目自欲猎 怒法冲冠 只可恨老夫 没有翻江倒海的大威能 不然 定要倾提三尺剑 斩尽这天下的痴魅亡俩 徐军明看在眼里 淡淡一笑 未曾想在这 人人嫌弃的是非之地 还能碰到一个好官 倒是难得 看着眼前 气质非凡的道人 还未请教阁下姓名 平道徐军明 道号崇山真君 真君来此 可是为了 看他眼神中浓烈的 蜥蜴之色 徐军明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徐某愤述正道 原是云游到此 如今 既然碰到鬼魅害人 当然不能不管 半百老者神色 瞬间激动起来 若是道长能保我 林林郡亿万百姓 周绍华愿意 解草闲环 以报道长大恩 徐军明微微点头后 大袖一挥 身形扶摇直上 来到林林城外 一拍腰间储物胡落 一道流光 飞向林林城外的 一座矮山 落地后 瞬间化成一片 鲜光缭绕的 浩大宅院 在宅院东面正门左侧 高达九丈的石碑上 一行字迹渐渐清晰 崇山书院 林林郡上院 崇山书院 麾下的下院 中院 上院 总院 都是徐军明 亲手祭练的洞天仙器 下院和中院 只是原阳仙器 而上院和总院 都是太乙仙器 这些仙器相互配合 内暗八卦 外接周天 足以形成一座 抗衡大罗境的大阵 催动混元神门 不过虚余 一搜搜灵光药木的战舟 从中飞了出来 最前面一座 高大三千丈的 金色战舟上 高高悬挂着一面 月字大旗 足足三千巨大的战舟 为其在零零城上方 连月色都遮蔽了 数百道金光 从各大战舟中飞来 最前面是一个身穿金甲 手持方天化级的大将 月祥参见祖师 我等参见掌教祖师 洪亮整齐的声音 把整个林林郡都震醒了 周绍华看着空中整齐的战阵 巨大的战舟 滔天的灵气 无痞的威压 神色激动之极 有希望了 林林郡的百姓有希望了 徐军明随手一抓 有一个青皮葫芦 从腰间储物葫芦中飞了出来 这里面有13座中院 136座下院 你分给他们 兵分四路 每座府城放一座中院 每座县城放一座下院 如玉祖案 立斩 弟子遵命 月祥双手把葫芦接了过来 去吧 是 统领大军征战多年 对于麾下这支军队 早已熟悉的月祥 很快便分派完了队伍 而后奔赴四方 同时 大量的崇山书院弟子 从徐军明放下的 崇山书院林林郡上院 洞天内的传送阵走出 月祥带领的军队 是征战大军 披肩直锐 破敌制胜 决胜千里 但治理地方 还需要另外派人 崇山书院立派两千年 管理人丁术以万万一计 早就形成了一整套 完整的管理机制 所以 不需要徐军明过多吩咐 他们很快就把林林城 纳入正轨 而且 因为太阴鬼宗的原因 林林城内的大军 宗派和大贵族 早就跑得一干二净 宛如一张白纸 崇山书院可以随意做话 省去无数麻烦 战州的速度很快 战斗力更是强大 四面八方的太阴鬼宗 被打得打败 随着一座座崇山书院 分院放下 一队队崇山弟子 深入府县乡镇 把崇山书院的统治 深入到最底层 前后不过三日时间 整个林林郡 便纳入了崇山之下 徐军明快速结印 很快一道道光柱冲天起 一座把整个林林郡 笼罩在内的大阵 快速成形 有了阵法 崇山书院的统治 便有了更强的根基 此地果然不愧是 南瞻不周核心 灵气之丰厚 比崇山书院所在 强了近一倍 徐军明道 这就是 你占据林林郡的原因 龙帝道 摇了摇头后 天于不取 反授其咎 林林郡是天道 交给我们的一块立足地 岂有不取之理 龙帝转过头 看着远方 郊阳下万里山川 现在随朝天下大乱 我们何不趁机 夺取更多的土地 饭要一口口吃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 是太阴鬼宗 太阴鬼宗不足为虑 龙帝傲然道 看来 你又把握杜劫了 龙帝汗守候 本来准备在 混元神门内杜劫 不过 既然你已经把我 成就大罗的消息放出去 索性就在此处杜劫吧 说吧 双手背在身后 身形不动 身体已然冲天起 刚风呼啸 白袍烈烈 龙帝脊背挺拔如松 神色冷卧 眼神中满是坚毅 远远看去 竟是说不出的潇洒 道不尽的威风 轰隆 八万里云气滚滚 百万里风声呼啸 滚滚雷声震动九幽 荡荡电闪撼动天庭 西天雷音佛祖 停了蒋经 东方云台高宫放下了道法 漫天大能 催动道法 齐齐朝南瞻不周看来 大罗杰 看着那纵横百万里的 黑色节气 所有人都明白过来 是谁 同一个疑问 从心中浮起 很快 又精通望远之术的大能 发现了奥立于云气之中 一身白袍 神色冷漠 气质孤傲的身影 是他 三太子时的此人 哪吒点了点头 三十年前 我奉命擒拿东圣神州风 圣国大妖履览 此妖一身太以惊陷的道横 精通风道 顿速迅如闪电 手中一件极品仙宝 风雷赤鬼神屁 十分厉害 我带领豆部三十万精锐天兵 捉拿此药 未曾想刚到风圣国 便见识了一场大战 此人精通五行顿法 一身神通 酷似佛门孔雀大明王 五色神光 无物不刷 十分厉害 此言一出 众人皆惊 当年中古时代 一场风神大战 解铲二教 涌现出了无数大能 但除了众圣 其中最强者 只有二人 第零八七三章 龙帝渡劫 大罗成就 一者是通天教 主大弟子多宝道人 三清守徒 法力通天 在诸仙剑阵中 被老子用风火扑团勤柱后 在寒谷关外化狐为佛 成了佛门仅次于皆矣 准题之外的最强者 仅仅是他的一尊化身 便镇压地仙界佛门 威名赫赫 二者便是孔宣 荆棘领外 铲教群仙束手 不管是背景神秘的鹿鸦道人 还是上古时代 听到紫霄宫的燃灯道人 都被五色神光打得仓皇逃窜 若非准题以大欺小 只怕宗周的基业 就只于荆棘领下了 风神大战后 孔雀大明王孔炫的威名 震动整个洪荒世界 不过可惜的是 这位大明王 并未分身降临地仙界 此人果真如此厉害 众人面露怀疑之色 也不怪他们如此 孔雀大明王那可是打得 群仙束手的强人 封神之后 数百万年 都未再出现一个如此强者 一个寂寂无名之辈 如何比得上孔宣 此人当然比不上大明王 只是他的神通 酷似大明王而已 讹渣道 听到这里 众神心里松了口气 不过即便如此 龙帝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也瞬间拔高了十几倍 不是谁都有资格拿来 跟孔雀大明王相比 哄 灰红的太乙雷 仿佛从天而降的巨刀 瞬间展落下来 一瞬间 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 在大随金楚之地 百万丈之下的大地深处 一个巨大的黑色气泡 吸收着四面八方 飞来的滚滚阴气 在气泡之中 则是一片广阔无垠的天地 一轮弯月挂在半天之上 清冷惨白的月光洒下 把山川河流全部染成了双色 也给这片黑暗的世界 带来了光明 越过山川 穿过城郭 来到了世界的核心 这是一座宏伟之极的巨城 昏暗的光线下 通体侵蚀构造的城池 仿佛一头沉睡的巨兽 匍匐在大地上 庞大 沉默 威严 城池中心是一座俯瞰全城 华丽而又巍峨的皇城 皇城正中则是一片宏伟的宫殿 宫殿中 身穿铠甲的武将 身穿长袍的文臣 分裂左右 豫驰将军 可知道抢走林林郡 跟我太阴鬼宗为敌的贼人 来自何方 底细如何 身穿青色狮王甲 身材高大壮硕 尸鼻阔口 气势霸道的豫驰山道 暂时还不知道 张囚战死 又五位百万大军 全军覆灭 你们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 玉池山面现怒色 却发作不得 毕竟对方说的是事实 目光一转 看向站在对面 右手第一位的号手老者 文相 张囚定然是中了敌人诡计 才致使兵败被杀 还请您准我带左五位大军出发 不出三人 我定然把林林郡拿来 陷于陛下面前 文种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玉池将军 你知道陛下的规矩 除非他允许 拿到护符 否则私自调动大军 就是谋反 玉池山神色一致 随即懊恼起来 可恶 偏偏在这个时候 陛下闭关了 轰隆 浩荡的雷音 隐隐传来 虽然隔得很远 但众鬼还是忍不住心中害怕 齐齐朝上方看去 难道那些贼人 占了林林郡还不够 还敢打上我们太阴鬼界来 不是贼人 是有人在杜解 文种感受片刻后 神色凝重道 能让深处地下 还有介遇之力 隔绝的他们 都听到雷音 这雷结的规模 已经达到了大罗级别 突然 一阵强悍的灵气波动 把所有人注意力 全都吸引过来 但见 单臂上方 宽大的龙椅上 灵光闪耀 锐气飞腾 渐渐地 一个身穿黑色龙袍 头戴平天官 国字脸 下河续着短然 目露威严的中年男子 身影逐渐清晰 众鬼心中一阵 连忙败道 我等参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玉池山连忙来到中央 攻身败道 启奏陛下 林林郡突然被一股不明势力占据 又五位 大将军张囚 以及百万鬼君全部殒落其手 无声的沉默 让玉池山心中惧怕 自己侍奉的这位鬼弟 可不是什么宽大为怀之辈 陛下 臣请求带领左五位出征 不踏平林林郡 情愿战死 也绝不收兵 朕知道了 你退下吧 低沉沙哑的声音 带着一股强烈的威压 玉池山不敢反抗 连忙退回班列 实际上 若非他是五臣之首 有连带责任 他也不想领兵去征讨林林郡 毕竟他也只是太乙金仙而已 比神刀鬼将张囚强不了多少 而等且在此等候 顿光冲起 出了太阴鬼界后 深化一股青烟 扶摇直上百万里 来到半空中 遥望南方 可以远远地看到那里 洁气弥补 雷霆滚滚 恍如灭世一般 我打要看看 到底是谁在渡大罗天节 大罗修士的顿速快到极致 前后不过一刻钟 便跨越数万亿里 来到林林郡北方的恒山郡 到了这里 他没有再向前 天节无情 还是离得远些为好 看着远方风火雷三灾 动辄千万丈 恍如火山爆发 江河连绵的强横威势 太阴鬼地 神色凝重 即便已经过去了许久 如今再看到这大罗天节 仍然让他心生俱意 而且此刻的风火雷三灾 比他当年渡劫时还要强 一般而言 修饰积累的越深厚 天节威力就会越强 度过天节后的收获 也会越多 由此可见 此刻正渡劫的人 积淀有多深厚 最后一道了 所有观看渡劫的大罗修士 心中同时感叹起来 确实到了最后一道 滚滚节气 浩浩黑云 已经弥漫近三百万里 无穷的灵气 转化为雷霆 渐渐的节云中心 出现了一团三千丈直径 淡紫色的雷眼 雷眼中回荡着淡紫色的雷水 平静的水面 并不波涛 跟周围翻滚的狂暴雷霆相比 一进一动 堪称极端 慢慢地 雷眼中的雷水 积蓄到了极致 低半淡紫色的花瓣 缓缓长了出来 渐渐地 一朵三千丈雷霆之花 完全出现在所有人眼中 浩荡的蓝色灵光 照耀万里 神秘而又瑰丽的紫色神灰中 透着无尽的圣洁 这是一朵雷霆之花 也是一朵死亡之花 当它缓缓从天空降下 把渡截者包括进去的时候 整个天空都被照亮了 这一刻仿佛没有了时间跟空间的概念 天地间只剩下耀眼的紫光 不知过了多久 这强大的雷霆之光 才缓缓弱了下来 众人再次看到了 那笼罩于一片五色神光中的挺拔身影 仍然维持着开始渡截时的样子 冷漠的神色中 透出山海那一的坚硬 下一刻 火劫来临 滚滚火焰灵气飞速聚集 同时 一根赤红色的神光 从那挺拔身影背后显化而出 顷刻间变作千万丈之巨 神光中散发着浓郁无比的火焰到运 周围的火焰灵气瞬间被其吸引 蜂拥朝神光中飞去 结果 至少两三成的火焰灵气被神光吞没 火焰莲花形成的速度 瞬间减缓了近一倍 徐军明看在眼里 淡淡一笑 烽火雷三灾 对龙帝而言 最没有威胁的就是火灾 这一场天结过去 赤火神光差不多也能进阶大罗了 果然 火焰莲花比刚才的雷霆之花 以更快的速度枯萎 下一场就是风灾 滚滚驯风之力 从脚底涌入 搜长刮骨 戳心裂肺 扒皮抽筋 简直要把人从内到外 斩成碎片 好在龙帝对大五行神光的操控 已经成就化尽 不断收走体内作乱的风之力 双方你来我往 战况激烈 龙帝的肉身逐渐崩坏 但好在有徐军明准备的丹药 法力不至于匮乏的龙帝 逐渐占据了上风 把体内的阴风 全部吞噬 度过了风灾 龙帝虽然身体仍旧挺拔 但脸色却苍白至极 精神耗损巨大的他 眼神中透出浓浓的疲惫 知道接下来是心魔节 他也没再负担 只是快速吸收周围的灵气 修复体内的损伤 时间不长 一道黑色的魔器 飞入泥丸宫 眼前一花 景色顿变 记忆也随之变化 这就是心魔节 它并不是单纯的幻境 还会改变你的记忆 如果到心不间 便会被魔器所称 走火入魔 道徒绷解 龙帝生性冷漠 道心比徐军明这个本尊还要坚定 更何况 还有青铜镜辅助 前后不过一刻钟 便清醒过来 在他醒过来的刹那 横跟在前方 阻碍他继续提升地拿到屏障 终于消失了 看到那百万里节气 转化为造化灵气 所有观看杜劫的人都明白 帝仙界 又迎来了一位大罗天仙 无穷造化灵气蜂拥入体 龙帝体内的伤势 快速消失 同时 丹田也在迅速扩张 滚滚法力衍生 气势也在不断提升 此刻丹田中心 一道五彩法符 仿佛山月一般 它便是龙帝的道国 千百年领悟五行大道的结晶 五行法符 在五行法符周围 环绕着一道闪烁赤 青 白 黑 青五色的神光 浓郁的五行道运 从中散发出来 第零八七四章 黎江建宗与罗夫派 他并非龙帝修炼两千年的大五行神光 而是他半生的先天太极五行根本器 从元阳境到太乙境 他一直忍着没用这道半生而来的先天五行根本器 现在进阶大罗便没必要再留着了 心中一动 先天太极五行根本器 仿佛一条鱿 顺着任督二脉直入尼丸宫 而后从头顶百汇学飞出 下一刻 笼罩周身的大五行神光 仿佛吞下了十拳大补丸 疯狂的膨胀开来 万丈 十万丈 三十万丈 渐渐地达到了百万丈 赤 青 白 黑 青 仿佛五道巨大的天柱 耸立于天地之间 浓郁的五色神光照耀天地 浩瀚的五色道运 弥漫苍穹 一股强大之极的威压 覆盖亿万里方圆 太阴鬼地脸色顿变 这五色神光中透出来的神威 已然达到 甚至还超过了大罗中平 顶尖灵宝 他不过刚刚渡截 本命灵宝 怎能如此强大 不知他难以置信 便是地仙界中 无数观看渡截的人 都有些目瞪口呆 阿弥陀佛 看来此人对五行刀的领悟 早就达到了大罗中气 观音菩萨 低宣佛号后道 周围灵吉菩萨 普贤菩萨等人 同时点了点头 他们都是修炼数百万年 本尊早就进阶大罗的存在 经验丰富 一看便明白了始末 观看这五行神光雄魂博大 不知有孔雀大明王菩萨 五色神光 击成火后 文书菩萨道 师兄若是好奇 找个机会与其斗法一场 试探一番不久清楚了 普贤菩萨笑道 当初在原始天尊坐下时 文书在普贤之上 为七弟子 所以私下里 仍以师兄称呼 摇了摇头 平白无故 何必招惹此等大敌 只是不知此人身份 刚才推算一番 也没算出什么结果 要不了多久 便知道了 观音菩萨道 文书 普贤 灵吉同时点了点头 如此大庭广众下杜劫 声势浩大 就算不为了扬名 也根本不可能再隐藏 要不了多久 便会天下皆知 可惜了 龙帝心里叹了口气 若非帝仙界的法则 不允许出现 大罗中品质上的灵宝 他的大五行神光 完全可以 祭练道九道法则 那是顶尖上品 大罗灵宝才有的级别 不过就算品皆达不到 但大五行神光的威力 却不比上品灵宝差 毕竟他不仅仅是一件灵宝 还是一座五行事件 静置不足 境界不到 驱使五行神光的灵活性 便大打折扣 而且还会消耗更多的法力 总结起来 便是防御有余 进攻不足 好在他还有其他手段 收敛法力 环顾万里苍穹 九天十地 一股傲然之气 萦绕在心间 平道龙地 道号太原武德真君 崇山书院三祖 此言一出 震惊无数 今日度过天节 进阶大罗天仙 三年后 将在隋朝零零 郡零零城外 开讲五行大道 天下修士 凡修行 五行道法者 皆可来听 浩荡的声音 传遍亿万里 口口相传 三年后 必然来者无数 太原武德真君 崇山书院三祖师 徐天王不是说 他这位三师弟 早就进阶大罗了吗 林霄宝殿中 惊声一片 看来 我们被徐天王给骗了 李静冷声道 今天 徐军明分身留在 天河训练水军 并未来此 实际上 自从把天河水军 扩充到280万后 他就再也没来过 对于林霄宝殿中的 福到争风 也很少插手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倒是让原本以为 他会继续跟 佛门打擂台的 李静等人 诧异不已 但这并不妨碍 李静对他的厌恶 不过林霄宝殿中 却无人附和他 就算先前 徐军明所言有虚 但现在 看完这场渡劫 崇山书院实打实的 拥有了 两位大罗天仙 而且实力不凡 五祖太乙真君 能够跟文书菩萨 这样的老牌大罗 打成平手 三祖太原武德真君 虽然刚渡劫 但看那劫雷的规模 变知积累之后 再看那仿佛天柱般的 五色神光 浓郁的五行道运 霸道的气势 不比大罗中品 灵宝逊色 有这样两位强手在 除了福到两门 天下各派 谁能相抗 玉帝神色复杂 如此强者能为我所用 那该多好 太白金星 陈赞 你持我手玉 去唐宝殿 取三枚紫纹盘桃 九块上等美玉 十二匹上等兵券 送于武德真君 虽然希望不大 但该争取 还是要争取一下 陈尊指 散了朝会后 玉帝没有回太阳宫 而是直接朝天河而去 徐军明不来 他就去见对方 此刻 林林郡重山书院 徐军明笑道 你怎么想到讲到了 此地为南瞻 不周复兴 人节地灵 英才众多 借此机会 林选一二 也好充实我 崇山书院 在此地的实力 了然地点了点头 老五镇守南方 根本之地 这里就交给你了 龙帝汉守后道 我若坐镇于此 崇山书院 便不会只困在 一个林林郡 在地仙界 一个大罗天仙 足以镇守万亿里疆域 相当于一个 最普通的大千世界 随你吧 不过不可向北 只可向南向西 我可不想过早 跟佛门支持的 唐朝争天下 龙帝点了点头 如果他们只占边角的话 佛门和大唐 也就容忍了 如果他们敢占据中原 京乡 苏浙等金华之地 双方必有一战 这显然不符合 崇山书院的长期战略 太阴鬼帝拓跋风来访 还望武德真君 不令一见 滚滚声波远远传来 这老鬼倒是找上门来了 徐军铭微微摇头 你去吧 若是他不识实物 便灭了他的鬼界 太阴鬼界虽强 但现在龙帝大五行 神光更强 微微焊守后 五色光滑一闪 虚余间横跨千万里 来到零零郡外 因为大阵的关系 破拔风始终没敢 踏进零零郡半步 当然更大的原因 还是因为龙帝 虽然刚刚进阶大罗 但对方那五色神光 透露出来的气势 实在是太强悍了 即便是他也心有顾忌 瞳孔一缩 远处一道五色红光 风驰电掷而来 不过虚余 便到了身前 还快地速度 拓拔风心中暗惊 隔着百丈 顿光落下 一身白袍 腰坠青葫芦 身披大肠 头戴金冠 相貌俊逸而冷漠的龙帝 出现在拓拔风面前 彼此审视片刻 拓拔风 公主道友 进阶大罗 多谢 不知我太阴鬼宗 挥下神刀鬼将张囚 以及百万鬼君 可是被道友擒拿 正是 还请道友放害我鬼宗弟子 凌凌郡 便让与崇山书院做道场 龙帝摇了摇头 晚了 他们屠戮凌凌郡 生灵无数 罪孽深重 已经被平道全部斩杀 拓拔风眼神 陡然变得犀利起来 浑身鬼气冲天起 原本清朗的天空 瞬间变得昏暗下来 阵阵鬼哭狼嚎之声 射人心魄 道友莫非觉得 我太阴鬼宗好气不成 龙帝神色冷漠地看着他 原来是仙礼后兵 你若是想打 平道奉陪 身躯一阵 赤 青 白 黑 青 五道红光 在脑后显化出 强悍的气息 压得拓拔风 脸色顿变 近在咫尺 更能清晰地感应到 纳武色神光的强横 浓浓的顾忌 从心底升起 联想到崇山书院 如今两位大罗天仙阵压宗门 自己单枪匹马 绝非其敌 心中不由萌生退意 好好好 西娃尔等别为今日之事后悔 抛下一句狠话后 太阴鬼地生化顿光 没入地下消失不见 神要放过他 徐军铭的声音 在他实海中响起 你现在虽然成就大罗天仙 但根基未故 虽有大五行神光护身 落魂中 虚空神境 和玄武盾珠宝护体 但这老鬼实力不弱 想要除掉他 非要花上一番大功夫 与其如此 还不如先放他一马 时间站在我们这边 龙帝点了点头 混元神门 如今已经被徐军铭 炼成了大罗灵宝 虽然他如今已经是大罗天仙 但还能为他提供 十倍的时间留所 所以 拖得越久 对他越有利 刚要转身离去 突然一道顿光 从西方飞来 凌凌剑气 穿透长空 眨眼间便到了境前 一个身穿青袍 卑卑常见的中年男子 从顿光中现出身形 离江剑宗诸葛问 见过徐道友 龙道友 还没等徐军铭 龙帝打招呼 又一道顿光 从东方飞来 来到境前后 从中走出一位手持浮沉 身材消瘦 身穿珠子道袍的帽蝶老道 原来诸葛道友也来了 诸葛问大笑一声 只比你这老家伙 早到了半步而已 淡然一笑 老道转过身 朝徐军铭和龙帝 打了个起手 罗夫派静臣子 见过两位道友 公主龙道友度过天节 登陵大罗妙境 徐军铭和龙帝一一还礼 这两位他们都不陌生 诸葛问 离江剑宗太上长老 也是唯一的大罗修士 静臣子 罗夫派掌门 也是罗夫派唯一的大罗修士 第零八七五章 赤恋原童 梁王之礼 两位远道而来 还请随平道 致我道常品查一序 徐军铭道 故所愿也 不敢情二 带着两人至零零城外 崇山书院内洞天中央封后 竹林就坐 徐军铭奉上茶水 灵果 礼仪周道 诸葛问和静臣子交流了一下眼神 前者问道 久闻崇山书院 在大楚之南建立宗门 空地三万亿里 二位何以又来到大随建立宗门 大家都是聪明人 徐军铭一听就明白了 这是害怕他们在大随境内快速扩张 损害两派的利益 简单考虑一番后 徐军铭道 在灵灵郡开宗立派 也是机缘巧合 愿闻其详 诸葛问道 平道接到云台先会的邀请函后 便准备一边游历 一边前往 哪知走到灵灵郡后 却听闻楚王消息 把千万亿灵灵郡百姓 交给了太阴鬼宗 我崇山一脉 也是道门正宗 以除魔卫道为己任 如此惨烈之事 没遇到便罢 既然遇到了 当然不能不管 为了护卫此地百姓 故而才在此 建立我崇山分院 顿了一下 目光从二人脸上扫过 徐军铭淡淡一笑 二位放心 我崇山书院 无意挑起与黎江建宗 和罗浮派的冲突 就算想扩张 也只会向太阴鬼宗 以及南方那些小国中扩张 听到这里 两人心里松了口气 他们只在意 各自门派的基本盘 至于更多的势力范围 站下来也守不住 毕竟 黎江建宗和罗浮派 不是崇山书院 没有两位大罗坐镇 得到了徐军铭肯定的答复后 三方间的气氛 瞬间松弛下来 谈话的内容也变得宽泛 一番交流后 两人才告辞离去 看着远去的背影 龙地转过身 我不善交解 这段时间 所有来访的人和宗派 就交给你接待了 还有 上次在无极山乾坤洞 你承诺炼制的大罗灵丹 有五成是我的 是时候兑现了 徐军铭面露头疼之色 好吧 好吧 都交给我了 满意地点了点头后 龙地这才离开 很快 孙时又飞了过来 师父 梁王消息 有使者来此 线下已经被我 安排在林林城衙门 消息的动作倒是不慢 那使者有说什么吗 说梁王托他 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大礼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何种大礼 脚步一脉 瞬间来到林林城府崖 自从林林郡纳入崇山门下后 这里已经全部换上了崇山弟子 至于那位准备与林林城共存王的原郡守周绍华 已经送入崇山书院培养 等将来他熟悉了崇山门下各项规矩 认同崇山派的理念 才能在外放为官 祖师 见过祖师 职守的弟子看他进来 目露崇敬 纷纷躬身失礼 微笑着点头 迈入大堂 一个身穿葛袍 身材瘦高 下河流着三缕常然 气质儒雅的中年男子 连忙起身 梁王使者赵雷 拜见崇山真人 能如此快跨越亿万里 从江陵城来到这里 赵雷也有修为在身 而且还不弱 有太乙玄县的修为 只比徐军明低了一个小境界 请坐 到了生谢 看徐军明在主位上坐下来后 赵雷才缓缓坐下 不知梁王让道有来此 有何要事 梁王向来仰慕崇山名门 只可惜 先前隔着千山万水 公务繁忙 难以亲身来访 故而让在下携来宝物 恭贺贵派武德真人 进阶大罗 说话间 从腰间法带中 拿出一个玉盒 用法力托着 递到徐军明面前 揭开上面的封印 原本只有八掌大小的玉盒 瞬间膨胀 化作水缸大小 一股炙热的气息 从缝隙中传来 翻开盒盖 内中放着一块赤红色 表面生着淡金色纹路的金属 赤练圆铜 真人果然见多识广 正是此物 赤练圆铜 是大罗灵才 而且是火 金霜属性 极为难得 更难的是 此宝最适合炼成丹炉 左手中灵光一闪 玉盒消失 梁王有心了 真人满意就好 赵雷松了口气后 梁王这次前我来此 再三交代 一定要向真人解释清楚 当初 他之所以答应 把零零郡百姓 交给太阴鬼宗 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怎么个不得也 太阴鬼帝拓跋风 曾是前朝鲜悲足于念 深恨我汉人 故而这次打算趁着朝廷混乱之机 驱使亿万鬼君 席卷京乡 建立无上鬼国 梁王身为京乡之主 怎能容许此等惨祸发生 只得统帅大军与拓跋风激战 可惜 背后没有大罗坐镇 屡屡败北 不得不签订城下之盟 舍弃零零郡一地 患得梁王治下 其余郡府的安全 徐军鸣淡淡一笑 如此说 梁王放弃零零郡 倒真是无奈之举 梁王爱民如此 若非迫不得已 怎会放弃零零郡 赵雷慷慨激昂 神色激动 不知道的 只怕还真信了他的话 天性崇山书院和真人出面 零零郡亿万百姓得意存活 真人攻没大烟 必得无穷善过 看了眼徐军鸣的神色 跟先前并无变化 赵雷也弄不清他此刻的想法 但来之前梁王的交代 言犹在耳 不得不说 真人 崇山书院乃是道门正宗 除魔未道 天下称颂 梁王素来仰慕已久 然金楚百姓 如今仍面临着太阴鬼宗的威胁 还望崇山书院能再发慈悲 庇护梁王及梁国百姓 我若是答应 梁王准备以什么回报我 徐军明道 若真人答应 梁王院把贵阳郡 交给崇山书院做道场 贵阳郡在林林郡南方 两郡相连 都是群山环绕的荒僻之地 妖孽众多 梁王倒是舍的 梁王相信 贵阳郡的百姓 在崇山治下 定然会富足起来 既如此 他为何不把恒山郡一块交给我 这个 赵雷一时雨色 恒山郡虽然也是穷困之地 山林众多 但却可作为金楚平原的南部屏障 如果失去恒山郡 南部山林中的军队便可一马平川 只抵梁国核心 消息只要不傻 就不会卖了恒山 徐军明知道其中官俏 他也就是一说而已 崇山书院可以帮助梁王 多谢真人 先不盲谢 我还没说完 崇山书院乃是修行宗派 不干涉梁王争霸天下 只护卫梁王麾下领地 不会为妖魔鬼怪所轻 作为代价 贵阳郡交于崇山书院做道场 另外 梁王麾下郡 府 县 都要有崇山书院分支 但有鬼怪妖魔侵扰地方 你们可到崇山书院求救 赵雷成因片刻 崇山书院有两位大罗坐镇 实力超过太阴鬼宗的事情 他知道 这也是消息 让他来争取崇山书院支持的原因 但让这个破国无数 名为宗派 实为国家的势力 深入麾下 每一寸土地的话 梁王未必愿意 你可放心 平道无意侵扰梁王治下土地 之所以开设崇山分院 只是为了搜寻上家的修行之才 传承宗门罢了 你也不必害怕 平道爷而无信 身为修行之人 你应该很清楚心魔的可怕 赵雷点了点头 事关重大 我要先向梁王禀报 这是自然 站起身 赵雷告退 石头 你替我送赵道友 是 师父 两人离开后 龙帝的身影出现在大堂上 你怎么来了 随手一抛 一口黑色铜钟 飞落徐军明手中 这落魂钟已经不够用了 帮我祭练到大罗灵宝 接过来 简单看了眼后 也没拒绝 随着手法越来越精熟 天宫道境界越来越高 祭练大罗灵宝 比之前容易了很多 你不是不打算进入北方吗 怎么这次变了 我们崇山书院 本身就是一家宗门 开设分支 搜集弟子 也是应有之意 看到他脸上的笑容 龙顶明白过来 虽然不掌握地方军政之权 但佛门未必会容许 我们执掌经乡修行剑 佛门虽大 但道门也不弱 想要全战大堂 怎么可能 龙帝点了点头 你做主吧 我只负责守护崇山书院 化落 身影瞬间消失 时间匆匆而过 眨眼便是三年 三年里 四面八方木鸣来 拜访龙帝的修行者 络绎不绝 第零八七六章 大罗必急 龙帝讲道 上 师父 这零零城中好生热闹 身穿灰袍 卑卑常见的少年 左右打量着周围的 一切满面好奇 崇山书院武德真人 讲道之期将近 整个地仙界 修行武行道法的修士 大步云集于此 热闹一些也是正常的事情 虽然这么说 但观一叶之秋 但看周围最普通的平民脸上 都挂着笑容 而且具备几分修为 便可知崇山书院 治理地方的能力 传言崇山书院 以实事求是 格物置之 众圣平等为立派宗旨 致力于教化万民 如今看来果然如此 走在前面 身穿青袍的老道士心中想到 突然 他身前三丈外灵光波动 一个身穿电青色长裙 相貌美丽 雍容的气质中 透出慈悲之气的年轻女子 忽然出现 崇山弟子公孙九娘 拜见崇丰前辈 崇丰道人 大随北方 全真道两位大罗之一 另外一个 则是全真道掌门崇阳子 王崇阳 原来是肃心娘娘当面 随着太乙真君和龙弟 分别度过天节 成就大罗 崇山书院 在南向先前那样 隐于角落 崇山门下各大优秀弟子 也逐渐为人所知 尤其像公孙九娘这样 比很多二代弟子 入门还早的三代弟子 更是声名赫赫 九娘惶恐 还请前辈随晚辈来 师祖已经在我派 崇山大殿中等候 劳烦道友前面带路 前辈请 崇山大殿中 徐军民看着水镜中的 画面微笑道 九娘这孩子 倒是越发的成熟了 旁边 乔守兴 微笑着点了点头 对这位大弟子 他也是满意的很 论及修为 太乙惊献的境界 跟诸葛流云 雍容 叶天云 周青 傅清风 孤红 这些三代中 顶尖弟子 步相上下 徐军民摊开手掌 一尊赤红色的 三角铜炉 缠绕着滚滚火焰 朝桥守兴飞去 强盛的宝气灵光 瞬间吸引了 桥守兴的注意 大罗灵宝 此宝明 火云炉 是我用赤炼元铜炼成 三进制大罗下品灵宝 足够你用上一段时间了 正好弟子的造化神鼎 不够用了 多谢师父 徐军民笑了笑 桥守兴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 跟自己女儿一样 朱弟子中最为得宠 收起来吧 客人到了 桥守兴点头后 把火云炉收起 随着徐军民朝外面走去 远远便看到 大弟子公孙九娘 引着松丰道长和他的弟子过来 松丰道友远道来 徐军民不胜荣幸 徐道友客气了 冒昧来访 还望见谅 请 请 来到崇山大殿中 分兵主落座 喝过茶水后 怎么没看到贵师弟 龙道友 哦 他破镜后三年来 一直在稳定修为 闭关不出 只好我这位修为低微的师兄 出来替他招待宾客 原来如此 不过道友放心 七日后讲道之时 我师弟必然献身 徐军民笑道 如此便好 老道修行轻目之道 早就希望能聆听武德真人的五行妙道 若非诸事繁杂 难以脱身 恨不早就飞身来此 能得道友如此称赞 真是我那师弟的荣幸 松丰道人笑声说完后 略依陈吟 徐道友 我从北方而来 一路所见梁国境内 各郡 府 县 遍布崇山书院分院 道友可是打算 助梁国消息扫平乱世 取大随而代之 自从三年前 消息答应了徐军民的条件后 大批崇山弟子 进入梁国境内 建立起了九家上院 九十三家中院 近千家下院 成了梁国修行界中的霸主 道友误会了 我崇山书院 虽深入梁国 但只负责斩妖除魔 并不敢舍梁国争霸 不管是将来 梁国取代大随 还是大随 或者其他国家灭了梁国 都跟我们没关系 徐军民肯定道 原来如此 道是老道 我误会了 松丰道人心里松了口气 全真道早就算准了天下大事 是李氏取代杨氏 荣登九五至尊 所以一直在暗中支持瓦刚 李氏 有了全真道 这北方第一大派的支持 瓦港军南征北讨 彻底掌控了中原复兴之地 隐隐有退化真龙之势 把松丰道人的表情 看在眼中 徐军民心中暗笑 佛门遮蔽天机 让全天下所有人都以为 李密的瓦刚会取代大随 而实际的真龙天子 却是李渊 若非徐军民早就知道历史 又有青铜静在身 金鱼天机数数的话 只怕也会被蒙在鼓里 徐军民刚要开口转移话题 突然一道灵光出现在大殿中 灵光膨胀 化为宁采臣的身影 骑兵祖师 镇元大仙来访 现已到零零城外 知道了 我马上就去 弟子告退 光影消失后 徐军民起身 镇元大仙来访 我要轻身前去迎接 道友且在此稍坐 松丰道人起身 大仙辈分太高 我跟道友一起去迎接吧 也好 两人各带弟子 出了崇山大殿 下了中央风 刚要出去 宁采臣已经带着 身穿信皇道袍 左右清风 明月二童子随士 先锋道鼓的镇元子 飞升而来 徐道友 老道又来讨扰了 大仙哪里话 您可是我请都请不到的贵客 别说多来几次 要是住在这里 我才高兴来 哈哈 徐道友太客气了 哦 松丰道友也在 松丰拜见大仙 数百年不见 大仙风采依旧 可喜可贺 松丰道人执弟子里 上前拜见 当年他还是一个道童的时候 曾蒙镇元大仙 赐下一枚人生果 这才扎稳根基 后来也多次去 万寿山武庄观听道 镇元子的轻木道法 对他帮助甚大 不必客气 快起身 松丰道人站起身 刚要开口 便见司徒明月 引了一个身穿葛衣 手提龙头拐杖的老妇过来 原来是老母光临 徐军铭有诗远营 还望恕罪 离山老母打了个起手后 没曾想 徐道友这里如此热闹 道友所修飞舞刑法 怎么这次也到零零来了 镇元子笑问道 静吉思洞 便来看看 松丰拜见老母 松丰道人 虽然也是大罗修士 但被奋比离山老母 却差了不少 离山老母还礼后 还没等说话 司徒明月四弟子静云 引着黎江建宗 诸葛问飞了上来 诸葛问之后 乔首星五弟子孤月 带来了罗夫派掌门静臣子 静臣子之后 乔首星六弟子杨云禅 带来了云台先宗 御灵真人 七弟子秦寒厄 带来了楼关道 太上掌老夫云子 后面老军官 长空道人 紫阳派张玉阳 纷纷来喝 天下道门 只要有两位 大罗的顶尖宗门 都有一位 大罗修士登门来 当然 离江建宗 和罗夫派 纯粹离得近的不算 镇元子和离山老母 算是交好的道友 前后不过半个时辰 已经有十几位 大罗修士 云集于此 诸位道友能够 力领我崇山书院 实在是我崇山一脉的 无上荣光 还请各位道友 随平道致崇山大殿安坐 徐军明座主 带着众人来到大殿 分兵主落座 镇元子辈分最长 坐在左手第一位 离山老母次之 坐在了右手第一位 其后 众人按照程道长远 依次落座 乔首兴门下七位弟子 客串起了侍者 为诸位前辈端茶倒水 殷勤招待 一时间兵主尽欢 突然 一道浩大的灵光 从后方飞来 落地后 显出一位身穿白袍 身披荷场 头戴玉冠 相貌冷峻的少年 笼罩在身上的五色灵光 说明了他的身份 抱拳一礼 各位道友 力临崇山 魏平道贺 龙帝感激不尽 龙道友克遣 我到家又添了一位大罗 乃是可喜可贺之事 我等当然要亲身前来 诸葛问道 诸葛道友所言甚是 众人说话间 龙帝在徐军明左侧坐了下来 今日难得 不如我等论到一番如何 离山老母突然道 众人下意识地 看向龙帝和镇元子 这三人 一个是上古前辈 一个是地主 至于徐军明 虽然是崇山书院掌院 但太以惊心的修为 在一群大罗中 天然就低了一筹 客随主便 只要龙道友不反对 老道自然没问题 龙帝看了眼徐军明 后者点了点头 所谓论道 除了不算多的收获 最大的作用 便是能试探一个人道法 境界高低 正好 徐军明也想看一下 在场所有大罗的修为如何 龙帝生性冷漠 得到徐军明允许后 瞬间便进入正题 天地乾坤 化身五行 五行者 金木水火土 伴随着道道悬音 半亩庆云 从龙帝头顶百会学浮起 三朵斗大的青莲 从青云中浮现出来 中间青莲内五色灵光上冲 内中金木水火土武器化合 深邃而又神秘 仿佛蕴含着一座广大的世界 在五色灵光核心 一颗圆驼的五色道果 绽放锐气 左侧金莲中 一面天青色的铜镜 一口黑色铜镜 盘旋其中 右侧金莲 则拖着一面黑褐色的盾牌 一股浑厚沉冥的气势 从盾牌中散发开来 第0877章 大罗毕吉 龙帝讲道 中 在座修士 基本都是大罗 剩下的崇山弟子 主修造化道 而非五行道 所以 龙帝直接就开讲五行道 大罗境 才能领悟的道理 众道人一听 晦涩的道则 很快让他们集中起了 全部的精力 一朵又一朵半亩大小的庆云 出现在众人头顶之上 不同的道果 不同的法器 代表着不同的道法静静 但让徐军明惊讶 但又觉得 理所当然的是 镇原子始终老神在在 双目微和 面容甜淡 仿佛在听道 又仿佛未听 身上没有丝毫气势展露 头顶也没有半点庆云 很显然 龙帝的五行道虽然高深 但对这位帝仙之祖 还是差了很多 奇异的是 黎珊老母头顶 也没有半点意想 不过比起镇原子的安然 黎珊老母正经微作 身上散发着一股 玄妙之极的气息 显然已经进入悟道状态 传闻黎珊老母 乃是结教弟子武当圣武 不知是真是假 徐军明心道 除了这两位状态奇异 明显技高一筹外 让他惊讶的是 比其余大罗更强一筹的 居然是罗夫派掌门进尘子 半亩庆云上 拖着三朵赤帘 中心莲花上 一颗圆坨坨的赤红色稻果 绽放无穷神光 浓郁的火焰道运 从中散发出来 左侧莲花上 拖着一面离火箭 右侧莲花上 拖着一把火光缭绕的 长嘴铜壶 细景 古腹 溜间的古铜壶 浮雕万丫图 一股强悍的灵机 暗藏其中 大罗中品的灵宝 重大罗修士中 都有一两件 大罗下品灵宝半身 但拥有大罗中品灵宝的 除了云台仙中的 静灵真人外 还没看到谁有 当然 镇原子和离山老母 肯定不算在内 更重要的是 这把铜壶拥有六道禁法 堪称大罗中品灵宝中的极品 也是地仙界 能够容纳的极限 催动青铜镜 细细参悟 其中禁法 如此强盛的炳火灵机 还有明显上 清炼弃绝的味道 不知道 跟传说中的 天火弯压弧 有何关联 暗自摇头后 没再去管 洪荒世界自开辟到现在 经历了太初 太古 上古 中古 近古五个时代 亿万年岁月流转中 留下了无尽的秘密 它不过修行两千年 那里能够全知 随着龙帝 讲道越发的玄妙 众修士越发的沉醉其中 离山老母 虽然未献出 沁云莲花 但身上玄妙的气息 却越发的浑厚 只有镇原子 还是那副甜蛋的样子 这也可以理解 这位可是当年 听到紫霄宫 跟三清 街影 准提 昆鹏 血海老族 等同级的存在 真正的上古大能 如果不是地仙界 规则所限 即便只是分身 也是大罗金仙 甚至更强的存在 七日的时间 渐渐过去 龙帝突然收声 下方众大罗 同时皱起眉头 这种感觉就像是 守着一顿丰盛的午餐 结果只吃了半饱 就被人打断了 不上不下 自然难受 各位道友 七日时间已到 平道承诺 为天下修士 讲道之日 尽在眼前 不可再耽搁 龙帝道 楼关道夫丰子 深深意理 未曾想龙道 有五行道法境界 如此高深 平道收获良多 敏感五昧 他的话 道出了在产 所有大罗的心声 虽然龙帝的法力 只是大罗天仙 但对五行道的感悟 已经到了大罗中期 龙道有当寿 我等办师之礼 罗夫派近臣子 一依到底 态度恭敬 传道授业 便是老师 他们听了龙帝 七日道法 胜过三年苦修所悟 当然要以办师之礼偿还 各位道友客气 不必多礼 龙帝平静道 以龙道有的道横 最多三千年 便可进阶大罗真仙 郑元子微笑道 此言一出 众大罗脸色微变 不过他们都清楚 郑元子此言并非虚化 大罗境的修行 最难的不是法力 而是道横 悟性不够 机缘不足 千年难以寸进 也是正常的事情 但龙帝已经把五行道 领悟到大罗真仙境 只修法力的话 自然静静神速 另外 大罗真仙乃是 地仙界最强者 不管是镇元子 太上老君 如来佛等 都是这个境界 若是龙帝能 进阶大罗真仙 那崇山书院 在地仙界中 便能成为 与云台仙宗并立的道门 晴天俱主 就在这时 巧手心飞升而来 启禀师父 二师叔 以及各位前辈 讲道之妻已道 来自地仙界各处的修士 已经在金顶峰等待 还请二师叔 御址降临 龙帝点了点头 环视左右 各位可愿意跟我同居 如此盛事 当然不可错过 诸葛温大笑出声 众大罗纷纷附和 都愿意前往 如此 龙帝 徐军明 镇元子 离山老母在前 其余人在后 其父金顶峰 金顶峰 是崇山书院讲道之所 徐军明曾在这里 设下胡天法阵 催动到极致 可以使一风之地 化作亿万里虚空事件 只是听道的话 足以坐下数亿人 也幸亏 是他把金顶峰 祭练得足够神庙 当一行人 来到这里的时候发现 围绕着中间的讲道台 密密麻麻的听道人 延伸到数千万里之外 没想到 这么多人来此听道 紫阳派太上长老张玉阳 惊讶到 地仙界修士术 以万亿计 而五行道法修炼者最多 龙道友又是大罗修士 机会难得 当然 人人都想来此听道 诸葛问道 诸葛道友所言甚是 若不是地仙界广大 非原阳仙境以上修士 难以跨越的话 只怕今日来此的修士 还会更多 镜臣子附和道 看着一个又一个大罗修士 出现在讲道台上 周围等待的修士 瞬间激动起来 来了 来了 那就是武德真君 他渡劫的时候 我有幸远远看了一眼 绝对不会错 那是传说中的上古大能 镇元大仙吗 没想到他也来了 离山老母 那是离山老母 我曾经在他那里听过道 每一位大罗修士的出现 都能引得无数人惊呼 对于普通修士而言 站在世界顶端的大罗镜修士 就是他们毕生追求的目标 如今一看到 就仿佛追星族 看到了自己清目良久的明星 眼神火热无比 在山呼海啸般的鼓噪声中 众修士来到了讲道台上 讲道台是一座圆形的八卦台 中间是一座九丈高的灰红石门 这石门中内涵混原神门投影 专门拿来检测 崇山门下弟子的资质 仲大罗来到神门下就坐 龙帝 徐军明 镇元子 离山老母 坐在中央 其余大罗分裂两边 看到他们坐好 台下的喧哗声 渐渐平息下来 好不容易赶来 谁也不愿意错过 聆听一位大罗讲道的机会 评到太原武德真君 崇山书院三祖师 今成就大罗天仙 赶众声闻道艰辛 特意讲到三月 中间不得喧哗 为者赶出此地 最后一句 以狮子吼说出 浩荡的神威 传入亿万听道者耳中 无人不心声畏惧 龙帝屈指一弹 一口黑钟浮现在半空 动 黄钟大吕般的钟声 四散开来 这钟声中 仿佛有一种抚平人心的力量 让原本焦躁 压抑 期待 兴奋诸多情绪云集心头的众人 慢慢平复下来 震源子听在耳中 抬头看了眼那黑色铜钟 直指灵魂的力量 难怪有如此玄妙 可惜 还是太弱了些 如果能达到混元级数 摇了摇头 除非有修行星魂道法的混元修士 否则 只是一件灵宝的话 根本无法扭转乾坤 不提振源子的心理变化 龙帝已经开始讲道 辉红却玄妙的声音 即便隔着千万里 也能清晰入耳 渐渐的 所有人都沉入了龙帝的玄英庙里 一开始半个月 讲五行道法筑基 先天 金丹 元英 元神武进 中间一个月 讲元阳天仙 元阳真仙 元阳玄仙 和元阳金仙四境 最后一个半月 讲太乙天仙 太乙真仙 太乙玄仙 太乙金仙四境 并稍稍涉猎了一下大罗境 时间虽短 但站在大罗境的龙帝 真正做到了深入浅出 通俗一通 这就是高屋建林的优势 让所有来此听到的人 都感觉收获不菲 我等感谢老师讲道之恩 珊瑚海啸般的道谢声 震动整个金顶风 讲道已毙 今日平道有意在尔等当中 收罗良才 入我门下 若是有意者 可入我背后石门 凡是能通过石门考验 留在我身后者 可为内门弟子 若是能列作我西前 可为本门敌传弟子 龙帝伸手一指 讲道台瞬间膨胀 须余间变化作千丈之高 轰隆 石门打开 露出内中深邃无比 仿佛夜空般的虚无空间 已经败入其他门派的弟子 也就罢了 数量众多的散修们 可不愿意放弃如此机会 须知 这可是拥有两尊大罗坐镇的 崇山书院 地先界顶尖宗门 若是能加入门下 不仅能得到高深的修行功法 众多的修行资源 而且也不必再害怕 被宗派弟子欺压 好处多多 所以 在师门打开的刹那 无数修士仿佛飞蛾扑火般 直朝石门中飞去 第零八七八章 大罗必急 龙帝讲道 下 恍如天际繁星般的修士 飞入石门 但很快又被石门 弹出崇山书院 零零上院内洞天 按照崇山书院的标准 能度过两百重幻境考验 才能成为内门弟子 度过三百六十五重考验 才能成为敌传 所有的考验当中 星星第一 屹历第二 悟星第三 最后才是资质 心思狡诈 极贤度能 忘恩负义之辈 最先被淘汰 不管你修为多好 资质多高 心性不过关 一切修体 再接下来 投机取巧 年轻怕重之辈 其次被淘汰 修到本身就是一件辛苦之事 常年累月的闭关修行 是一项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 没有足够的毅力 绝难有所成就 悟星第三 法力好修 大道难悟 若是悟星不足 付出十分力 未必能有一成收获 与其苍老于深山绝合 枯萎在青灯道前 还不如长命百岁 得一世富贵逍遥 资质最后 资质重要 也不重要 如果你心性 毅力 悟性足够 资质不足 也可入门 崇山书院 有足够的丹药 助你修行 但如果有好资质的话 事半功倍 所以 按照这个考核标准 365重唤镜 每时每刻都在淘汰 大批修士 所有被淘汰的人 直接被混元神门 送出零零城外 能通过200重唤镜 考验者 出现在龙地等 大罗修士之后 看着左右一切 既激动又遗憾 激动自己有了依靠 可以列入大宗之下 遗憾自己 为何没有通过 全部考验 成为敌传 徐道友 贵派的考验 还真是严苛 淘汰了这么多人 还没有一个 可以列入敌传 镇原子道 敌传弟子 与本门修期相关 气韵相连 当然要慎之又慎 镇原子刚要继续 徒有所觉 下意识地 抄左侧看去 那里灵光汇聚 一个身影 逐渐清晰起来 此人身穿藏 青色长袍 头杂倒计 下河流着常然 双目炯炯有神 只看外表 大约四十岁左右 一身修为 只是太乙真仙 但身上却透着 一股沉稳的气质 看到此人 徐军明 龙弟眼睛一亮 有青铜镜在身的他们 能清晰地看到 此人头顶绵长的气韵 镇原子神识片刻后 微微点头 脸上露出嘉许之意 晚辈李淳风 拜见各位前辈 李淳风 徐军明心中一动 这个名字他可不陌生 不过他不知道 这个李淳风 是不是历史上 那个跟原天刚齐名 共同推演出名 传千古的 推背图的那李淳风 你可愿拜我为师 龙弟道 不管此 李淳风是不是毕李淳风 他通过了 混元神门 三百六十五重考验 又是太乙境的修为 便有拜入自己门下的资格 弟子愿意 李淳风点了点头 来灵灵城听到之前 他已经为自己算了一贯 拜师才是上上千 吴拜师虽然不至于陨落 但却无法窥视大罗秘境 龙弟满意地点了点头 从今日起 你便是我门下四弟子 多谢恩师收录门墙 去拜见你掌门师伯 李淳风拜见掌门师伯 徐军铭微笑着点了点头 右手一挥 树道流光飞入其手 这是本门迪传弟子 都有的储物葫芦 和随身动天 你收下吧 多谢掌门师伯 你可精善其门 顿甲之术 诧异地看了他一眼 点了点头 我这里有些研究 奇门顿甲的心得体会 你拿回去看看吧 一枚玉剑飞入李淳风手中 简单一看 脸上露出金融 神色肃穆的功身毅力 弟子多谢掌门师伯赐法 微笑点头后 且坐到你师父身后 等收徒是必 再统一录入本门弟子御蝶 赐下防身重宝 是 应了一声后 李淳风走到龙地身后 盘坐下来 恭喜 恭喜 龙道有收得家徒 崇山书院底蕴又强了一分 镇原子笑道 借大仙的急言 镇原子微微一笑后 屈指一弹 三粒闪烁浓郁灵光的丹药 飞到李淳风面前 这人参丹 是我以人参果为主才 配合999位服药 炼制而成的大罗下品灵丹 今日有原见你拜师 便赐点你吧 李淳风看向龙地 对师父允许后 才双手恭敬地接了过来 我不像大仙 炼丹之术并不金属 没有顶级的丹药刺你 说话间 一把荧光闪闪的长剑 出现在离山劳母手中 这把飞行剑 是我偶然所得 留在手里也用不上 便赐给你吧 一把上品仙宝级别的法剑 正适合现在李淳风使用 有了恩师的允许 他也没推辞 恭敬地收了下来 朱玉在前 其他来听到的大罗修士 也不好装聋作哑 纷纷拿了宝物赐下 不过基本都是丹药 偶尔会有灵草 灵财 少有仙宝 这一圈下来 李淳风盗得了不少宝贝 天道果不齐我 拜师才是真正的出路 李淳风之后 通过内门弟子考验的人 越来越多 但嫡传弟子迟迟没有出现 当作在龙地身后 九丈外的寄命弟子 数量超过三千后 终于又有灵光 在他身前绽放开来 渐渐的 一个全身素白 先腰盈盈一卧 蚝壁欲足 风胸长腿 国色天香 美到极致 也美到极致的女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毫无疑问 这是徐军明修道两千年 见过的最为美丽的女子 即便是以她的定力 再加上青铜镜辅助 看到此女 多有片刻的尸神 可见她身上魅力之强悍 原来是九尾白狐 怪不得有如此魅惑之力 镇原子叹道 言语中带着震龙发聩的雷音 让一众陷入美色中的大罗修士 瞬间清醒过来 传闻九尾白狐乃是 洪荒最强的神兽 今日一见果然非同凡响 静臣子叹道 老到惭愧 数万年修行 都难以抵挡此女魅力 浮沉紫面带愧色的摇了摇头 你叫什么名字 看着九尾白狐所画 怯生生的白衣女子 龙帝问道 启禀真人 小女子胡媚娘 胡媚娘 徐军明眉头微皱 胡媚娘不应该是个兔子吗 你想拜入我门下 胡媚娘摇了摇头 又快速点了点头 你这是何意 龙帝皱眉道 启禀祖师 晚辈已有师父 这次来听到 是师父受益而来 顺便让弟子拜过祖师 列入门墙 说着 从随身发带里 拿出了一根灵光战战 缠绕寒冰道运的羽毛 徐军明伸手一招 这是小华的黄语 这么说 你已经被小华收入门下了 胡媚娘连忙点了点头 弟子原是天荒山中的一头野妖 后来恩氏游历至此 见我有几分资质 便收入门下教导 前段十日 才刚刚划行成功 恩氏说 弟子虽成就原阳真仙 但缺乏历练 便把弟子带到林林郡后 让弟子自己来拜师入门 徐军明手持黄语 摇头失笑 这那里是考验弟子 分明是互独自的表现 三年时间 林林郡 以及南面的贵阳郡 早就被崇山书院大镇覆盖 别说是杀人害命的大妖 就是普通山匪路霸 也早就铲除了 有屁的危险 小华 出来吧 半空中寒光闪烁 一个身穿白色长裙 秀发高碗 神色冰冷的女子 出现在众人面前 师父 狐媚娘连忙飞了过去 笑着拍了拍她的脑袋后 徐皇飞身降下 徐皇拜见恩师 三师叔 以及各位前辈 这位崇山书院弟子 在座众人并不陌生 百年前 乌神妖国一战 一人打垮佛门八部天龙菩萨的壮举 让他名声大造 隐为崇山二代弟子中的第一人 不俗的美貌 外加清冷的气质 更是让冰皇仙子之名 广传天下 你这孩子 收徒就收徒吧 何必再送到这里来 虽然如此说 但徐军明脸上 并未露出责怪之意 带着你这小徒弟 去后面坐吧 等收徒完毕 在一起入入崇山敌传名录 弟子遵命 徐道友 此女乃是妖族 而且还是魅惑之术 冠绝天下的九尾狐族 收此女入门 是或非福啊 紫阳派太上长老张玉阳传音道 多谢张道友劝告 不过我崇山书院的宗旨 便是有教无类 不管妖族还是人族 只要遵奉我崇山书院律条 心存正道 便可入我崇山修行 此女虽为九尾白狐 但气质纯粹 原神成澈 显然从未滥杀无辜 而且 她还通过了崇山书院 嫡传弟子测试 如此优秀的弟子 平道不能视而不见 至于魅惑 若是心底无私 念中无欲 自然心无挂暗 九尾白狐可是狐中皇族 太极级别的先天神兽 修行资质 不比灵明是侯孙实弱 如此弟子 当然不能拒之门外 既然倒有坚持 平道也不便多说 望到有好生珍重才好 徐军明看了她一眼 点了点头 周围众人 除了镇原子和离山老母 虽然都欣赏狐媚娘的美色 但却人人透着一股疏离 九尾白狐苏打几 当年可是连伤咒王 都能魅惑的存在 这样的大麻烦 他们不想招惹 第0879章 九尾妖狐 太出先天 狐媚娘之后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才有第三个通过365重 考验的弟子出现 如果说 狐媚娘是美到极致 那这个就是丑到了极致 暴露在外的皮肤 皱皱巴巴 半紫半青 粗糙无比 双手双脚一大一小 大者青筋暴露 指甲尖利 小者蜷缩着 仿佛紧握的鸡爪 脸上更惨 阔口她鼻朝风儿 头发蓬乱 且参差不齐 如果说她还有什么优点的话 就是一双眼睛 黑色的瞳孔中 透着未经世事的懵懂和纯真 这是生命最原始的灵性 龙道友 徐道友 慈子可否让给平刀 郑元子忍不住道 大仙 慈子已入我崇山 徐军明微笑道 郑元子叹了口气 两位真是好福元 崇山书院由慈子 未来亿万年内 积业长青 徐军明和龙弟听在耳中 脸上也不由露出了兴奋的笑容 离山老母若有所思 其余大罗则有些不明所以 虽然他们知道 能通过崇山书院 敌传弟子考验者必然非凡 但这个不过三尺高 看起来不过四五岁 丑陋无比的小家伙 哪里值得镇元大仙开口抢夺 这位老仙诞生于上古 到现在什么样的天才没见过 能让他都想要收徒 这小儿定然是亿万中无一的绝世之才 大仙 这小儿有何奇异之处 罗浮派靖臣子问道 不可说 说了 对这孩子是霍飞福 镇元子转过头 没想到二位道友 也能看出端倪 刚才 龙弟和徐军明眼神中的兴奋 没忙过他 那种如获至宝的眼神 绝对窥破了这小儿的底细 我二人粗通忘弃之术 故而能看出 他的一两分端倪 如果只是粗通的话 可看不破这先天障碍 徐军明当然不能说 青铜镜的存在 笑了笑后 没有多说 看他们彼此交流 其余大罗面面相去 全无答案 纷纷朝那黑丑小儿看去 但任凭他们怎么看 都毫无结果 你可有姓名 徐军明用极尽温和的语气问道 小儿双腿双手 虽然一大一小 但站起来却很稳当 有几分笨拙和羞涩的 挠了挠挠袋后 我自出生后 就一直在世间游荡 没有姓名 划落 神色变得低落起来 眼神中透着一丝委屈 显然在游历的时候 没少因为冒丑被人嫌弃 甚至殴打过 若非他天生神异的话 只怕到不了这里 若是你愿意的话 我给你取个名字如何 真的 小家伙猛地抬起头 眼神惊亮 满是期待 当然 愿意 愿意 我愿意 徐军铭略一沉吟 你就随我姓徐吧 至于名字 就叫和首 徐和首 徐和首 多谢祖师赐名 徐军铭微笑汉手后 转过头 这孩子虽然根基雄厚 但话形有缺 带我替他补足缺陷 再随你修行吧 龙弟点了点头 徐军铭站起身 拱了拱手 大仙 各位 我先带这几位弟子 去祖师堂登记 就少赔了 虽然众人 很想知道 这黑丑小孩的底细 但看徐军铭 龙弟的样子 就知道 人家不会说 只得看着对方离开 看着远去的顿光 郑元子叹了口气 大仙 刚刚的孩子 可是青木精灵 离山老母传音道 不止如此 还是一尊先天神灵 好多年没见过 郑元子感叹道 太极先天神灵 看了他眼 郑元子目光深邃起来 太初 死 离山老母 倒吸一口凉气 太初先天神灵 那是洪荒世界上 古年代最顶级的资质 三清 女娲 福西 十二祖物 东皇太一 包括郑元子在内 都是这个级别 他终于明白 为何郑元子 会忍不住开口抢夺 这样的弟子培养好了 绝对是门派的晴天柱 草木精灵成长不易 不要外传 看着郑元子警告的眼神 离山老母心中一灵 连忙点头答应 这位老仙最喜爱草木精灵 只要碰到必收入门下教导 也见不得别人残害 如果遇到必然要教训一番 厉害了 直接斩杀 由不得他不敬畏 徐和手之后 重山书院仿佛用光了所有的运气 再也没有能通过 365重幻境考验的敌传弟子出现 不过那门弟子倒是不少 接近万人 从数十亿修士中 选出这些人 概率比重山书院南部领地要低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 重山书院南部领地 完全受他们掌控 但凡有优秀的弟子出现 就能到他们手中 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散修 多半是高不成低不就 真正的好苗子 早就个门各派收去了 就算遗漏一些 也不会多 能有敌传三人 内门近万 已经很不错了 把内门弟子的管理 交给乔首星 及其门下弟子 这些人虽然入了门 但还不能算真正的重山弟子 必须要经过多年培养 灌输重山书院的宗旨 绿条 准则 让他们真正归心后 才算合格 才会被政教处 安排到实际的岗位上 或成为老师 或进入天宫院 或职守一方 为重山书院的壮大 发光发热 讲完了道 说完了徒弟 众大罗约好云台 先会再见后 便各自告辞了 郑元子和离山老母 最后才离开 若是那小家伙 日后遇到困难 可让他到万寿山 寻我帮助 我替他多谢大仙 龙弟道 汉手一笑后 郑元子架起顿光 瞬间消失在远方 老母还有诗 离山老母淡淡一笑 我关重山书院 奉行有教无类之宗旨 颇似上古时代的结教 不知贵派 可是上清一脉的传承 重山书院的根本经典 脱胎于一部 上清大洞真经 离山老母 目光一闪 这是结教流传 最广的功法 虽然不是核心敌传 却也是结教一脉 可惜 我们只有成仙之前的部分 没有后续的原阳篇 太乙篇和大罗篇 为了道徒 我们师兄弟八人 便以此经为根基 举长不短 兼容并续 慢慢推演出了 重山书院如今的 根本经典 重山原阳真经 我们之所以立下 有教无类 众生平等的立派宗旨 也是得益于这段经历 只有兼容并包 且不断推陈初心 才能不断进步 应寻守旧的未来 只会愈加堕落 隆地斩钉截铁的话 震动着离山老母的神经 微微吸了口气 道有此言 真是阵龙发聩 老生受教了 离山老母打了个棋手 龙帝还礼后 龙道有 老生对重山一脉的 立派宗旨 行事准则 极为佩服 想在重山书院境内 游历一番 不置可否 自然可以 伸手一指旁边 随士的公孙九娘 就让这小女娃 随我一起吧 龙帝转过身 九娘 你陪老母 游览我重山书院辖地 不管是外面 还是我重山书院那洞天 只要老母想去 尽可前去 那七旋风呢 也一样 弟子明白了 多谢龙道友 龙帝汗首后 离山老母转过身 小女娃 咱们走吧 前辈卿 两人架起顿光 缓缓离去 看着远去的背影 龙帝目光闪烁 这离山老母 不会真是 结教无当圣母吧 徐军明的身影 逐渐凝实 他所修的法力 确实是上清法力 但结教法门 流传得太广了 你我都有修行 地先界中 以上清大洞真经 为根本的门派 不知多少 仅凭这一点 还无法认定他 就是无当圣母 龙帝漠然 片刻后 结教的镇教之宝 是诸仙四剑 还是清平剑 徐军明明白他的意思 宗派弟子 都有独特的标记 比如茅山南宗 丹田中 都有镇派质宝 九老仙兜神火印的投影 崇山书院 敌传弟子丹田 有青铜镜和混元神门 而内门弟子 只有混元神门 只要有这两宗质宝的 投影在 必然是崇山弟子 但刚才 他们用青铜镜 看过离山老母的丹田神宫 既无诸仙四剑 也没有清平剑 鱼谷等 结教至宝投影 如此一来 他们也难以判断了 算了 管他是不是无当圣母 若是能争取 便争取一二 到时也能壮大 我们崇山书院的声势 如果不行就算了 只是帝仙界的话 以我们现代的修为 自保有余 龙帝点了点头 那小子怎么样啊 徐军鸣眼神中 多了一抹兴奋 我让他在造化灵岛 吸纳造化灵器 和太初先天灵器 他虽然沾染了一道 先天造化 根本器 得以化形 但到底少了底蕴 根基不足 等他补足了根基 保准还你一个天上 金铜般的好弟子 龙帝摇了摇头 把他给老二吧 我们这些人里 除了化形不久的老六 就他还没弟子了 这可是极品先天灵药 何首乌化形的 太初先天神灵 你舍得 徐军鸣笑道 有什么舍不得的 又不是外人 而且 我那四个弟子 资质虽然不如他 但心性和毅力却不差 未来未必比他弱 徐军鸣点了点头 你同意就好 第零八八灵章 神威金刚菩萨 对了 镇原子窥破了 徐和首的底细 若是他 不会 镇原子出了名的 喜欢草木精灵 他不会把徐和首的底细 泄露出去 顿了一下 不过先前那么多 大罗修士在 肯定有所猜测 极品先天灵药的 诱惑性太大 有必要让徐和首 先避下风头 龙帝汉守后 到时候就让他 在重山世界中修炼吧 什么时候 尽无可尽了 再来地先见 徐军鸣也知道 这种方法最保险 极品先天灵药的诱惑性 太大了 随便几根根须 就比很多 大罗灵丹的药效强劲 一旦消息传开 只怕佛道两门之下 各大宗派都会忍不住 前来抢夺 诸事已毙 这里就交给你了 你呢 龙帝转头问道 我 自然是继续上路 他这次出来 原本的目的 是一路游历 而后到东盛神州 参加云台先会 凌凌郡的事 只是适逢其会而已 你小心些 这三年来 太阴鬼宗全无消息 多半不怀好意 都说 咬人的狗不叫 这老鬼还真是如此 不过 我倒是很期待 他在什么时候出手 正好将这颗 长在金楚地下的毒瘤 一举当平 我早就这么劝过你 龙帝横了他一眼 太阴老鬼 只是跳梁小丑 上不了台面 稳定我们 重删在金楚的根基 才是重点 事已至此 只能随你了 光芒一闪 龙帝的身影消失 这家伙一如既往 还是个外人 内热的闷骚性子 摇了摇头 架起顿光出了 崇山书院 林林城总院那洞天 自从崇山书院 扩散到京香 和岭南二十七郡 五万亿里的地狱后 原本的林林城上院 就变成了林林城总院 顿光停在一个院子的上方 摇摇下看 但见院子里 一个高壮的身影 正在辗转藤膜 一套拳脚打的 虎虎生风 异常威猛 旁边石榴树下 一个身穿虎皮裙 黄色短打的猴子 正敲扎二郎腿 一边喝着小酒 搓着花生米 一边看着 那高壮的身影打拳 偶尔还指点两句 毫不惬意 这胡孙 摇头一笑后 徐军明飞身而下 察觉到动静 孙石连忙爬了起来 师父 旁边练武的陈林 也连忙停下来 上前拜见 祖师 已经六岁的陈林 在孙石的清新教导下 心智已开 更重要的是 他的修为 也水涨船高 不过三年 已经达到五道五脏径 相当于 炼器元神境界 身高更是超过了三百丈 洛飞陈林 从血脉中 觉醒了聚灵神族 控制肉身的方法 这院子 早就放不下他了 去跟你娘告别 咱们该上路了 陈林眼睛一亮 猛然想起师父说过的 外出游历的事情 我这就去 说吧 衣服也没还 脚下灵光一闪 身影瞬间消失 因为他娘也是修士的关系 被徐军民安排入 崇山书院修行 如今已经不住这里 师父 接下来 我们还向北走 当然 不过 咱们在林林郡 耽搁了三年多 接下来的矫程 要加快些才好 陈林离开后不久 又回来了 神情有几分低落 显然跟母亲分开 还有些不舍 不过六岁的他 虽然修为 已经达到五脏境 但心性仍是孩童 离开林林城不久 便被沿途的风景 吸引了心神 把伤心抛到了脑后 一行三人 出了林林郡的范围 沿着关道北上京乡 嗯 徐军民心中一动 林台突然升起 一股被人窥视的感觉 偏偏又找不出 这感觉来自何方 安安为自己算了一挂 砍挂 凶兆啊 一连换了几个方向 除了掉头回去 可以安然无恙外 东 西和北三个方向 都是凶挂 虽然不知道 危险来自何方 但最大的可能 便是太阴鬼地出手了 想到这里 徐军民不动声色 朝孙时看了一眼 这猴子有趋吉避凶之能 看他目光闪动的样子 显然有所察觉 师父 不必多说 继续往前走就好 孙时了然 不动声色 师徒三人继续向前 此刻远在百万丈地底深处 太阴鬼域中央的太阴大殿里 鬼地拓跋风面前 放着一面三尺大小 边框浮雕精美 异兽文士的铜镜 清亮如水的镜面中 赫然正是徐军民 师徒三人 终于出来了 一丝锐芒从拓跋风 沿底闪现 自从三年前 被崇山书院夺了零零城 数万崇山上院 中院和下院 封锁了京香大地 彻底把太阴鬼宗 堵在地下后 他就明白 自己跟崇山派 再没有半分转环之地 来人 一道强横的英气飞入大殿 落地化作一尊 顶盔冠甲的大将 陛下有何吩咐 你吃我御令 让神风将军 带领他的神威军 密切监视徐军民行踪 大袖一挥 旁边铜镜飞入他的手中 这面 顿天镜 赞交给他用 万万不可暴露行踪 否则 我便把他贬下九幽 去吧 鬼将双手 捧着顿天镜和御令 恭敬地退了出去 拓跋风盘 坐在大殿深处 目录思索 虽然他自信 凭借太阴鬼域强大的 介域之力 可以抗衡龙帝和太乙真君 两位大罗天仙 但最后能不能顶住 他心里也没底 陈阴片刻 从法带中 拿出一面金黄色的令牌 双手掐了几个 硬绝一拍 浓郁的佛光 从令牌中散发开来 渐渐地 一个身穿黄色袈裟 大耳垂肩 身材枯瘦的老僧 出现在佛光中 一股强大的威压散发开来 难无阿弥陀佛 拓跋施主 可是想好了 若是我投靠你们佛门 能得何种功果 沈威金刚菩萨 护卫十八层地狱佛国 镇压恶鬼 地位仅在老僧之下 我乃大罗修士 加入佛门 难道还得不到一尊 佛的果位 施主这向往 佛 菩萨 尊者 罗汉 金刚等 只是私职 而非全是 佛之所以是佛 是因为诸佛行善事 得善果 有大功德 故而成佛 绝非因为修为 老纳 观世音 文书 普贤等 最为大罗修士 可也只是菩萨而已 拓跋风摇了摇头 我听不懂这么多大道理 想让我入佛门 可以 拿一尊佛果来换 看着油盐 不尽的拓跋风 地藏王菩萨眉头 也不由微微皱了起来 如果不是度化一头 大罗级的老鬼 功德甚大的话 他早就掉头离开了 阿弥陀佛 拓跋施主 停 我不想听你再啰嗦 什么时候 佛门同意了我的条件 地藏王菩萨再来吧 只觉变换 一道强大的封印 重新把令牌封起 滚滚阴气袭来 残余的佛光 变成了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很快就被殷勤灭灭 远在十八层地狱最深处 无尽黑暗中 耸立着一片浩瀚的金色汪洋 每一滴水 都是佛光凝炼 一朵朵金色莲花 飘荡在汪洋之上 密密麻麻 延伸到视线的尽头 不下一碗 每一朵莲花上 都盘坐着一个奇形怪状的生灵 原本凶恶的他们 此刻宝箱庄严的宋独佛号 宣讲真经 灰红的佛音铲 唱充斥着每一寸空间 在无尽汪洋中间 是一座仿佛太古巨山般的千叶金莲 一个身缠金色袈裟 手持九环膝杖的老僧 端坐骑上 头顶一颗考老大的金色宝珠 绽放万千神灰 远远看去 如同大日一般 突然 老僧睁开双目 强横的气息一傻而逝 使心妄想 现在的佛门 早就不是上古时代 大鱼小鱼两三只的时候 伴随着三千红乘客 加入佛门 佛国早就一个萝卜一个坑 被占满了 发展到现在 佛门各种制度早已圆满 像太阴鬼帝 这种半路出家的大罗天仙 根本别想得到佛国 最多就是一杂号菩萨 如果他是大罗玄仙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 给一个杂号佛 可惜他不是 微微摇头后 地藏王没再管 一个大罗天仙而已 现在佛门不缺 师父 前面就是江陵城了吧 遥望着北方 隐隐露出一线的城池 徐军铭点了点头 借助青铜镜 可以清晰地看到 城池上方 那形如蛟龙的万丈紫气 这是典型的王朝气域 但消息只是梁王 并未称帝 故而这紫气只是蛟 而飞龙 师祖 师父 你们看 陈灵大呼小叫 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个位于路边的村店 出现在眼中 孙时脸色一沉 上去就是一巴掌 吃吃吃 就知道吃 为师路上 斩妖除魔赚来的银子 都被你吃空了 陈灵捂着脑袋 满脸无辜 师父 你吃的可不比我少 我是师父 吃的多是应该的 这不公平 陈灵小声嘟囔 你说什么 我说到了前面 给师父多买几只鸡吃 孙时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还差不多 把两人的交流看在眼里 徐军铭无奈摇头 他怎么也没想到 孙时教出来的徒弟 居然是这样 贪嘴 爱吃 混不吝 想当初刚见面的时候 陈灵多老是憨厚的 一个的孩子 第0881章 适逢其会 徐军铭没打算干涉孙时 陈灵师徒 每个弟子 交徒弟的习惯都不一样 只要本性不坏 他就听之认之了 师徒三人迈不进了村店 因为此地已经临近江陵城 锅里面南来北往的客商 行人极多 足有一亩地的大院子里 一半停满了马车 剩下的三十多张桌子 几乎坐满了 看到师徒三人进来 不少人投来好奇的目光 一个身材高大的道士 一个身高近丈的巨汉 还有一个身穿虎屁裙的兽猴子 这个组合确实怪异得很 店小二虽有些害怕 但仍然走了过来 畏惧地看了眼孙时后 走到徐军铭边上 道爷 打肩还是住店 打肩 您几位这边请 带着师徒三人 来到一张空桌坐下 简陋的八仙桌 擦得倒是很干净 几位道爷想吃点什么 有肉吗 孙时道 有 鸡鸭鱼肉都有 尖还有刚在杀的肥猪 大锅煮了 保证好吃 先上肉 把这张桌子给我摆满了 说完 啪的一下 一定十两的银子 出现在桌上 不够还有 店小二眼睛瞬间亮了起来 也不害怕了 上去就把银子拿了起来 客观 要久吗 我们这里有上好的女儿红 沉酿的烧刀子 酒就不要了 不上肉 孙时挥了挥手 什么酒也没有他 自己酿造的活酒可口 店小二硬了一声后 下去了 时间不长 一个大铜盆里 盛着煮的酥烂的猪肉 端了上来 虽然没加多少佐量 但帝先借浓郁灵气中 养出来的肥猪 只用葱姜和盐去煮 也香得很 剁碎的香菜和葱花 撒在上面香气越发浓郁 两尺直径的木盆 把桌子占去小半 很快三只烧鸡 三只挂炉烤鸭 清蒸的大炉鱼 红烧的草鱼 猪肝 猪肺 猪大肠 猪肚切了两大盘 不一会 把整个八仙桌塞得满满当当 三位客观 您看这些够吗 一个穿着青色长袍的中年人 殷勤地笑着 这些肉 也就够我们师徒几个 塞塞牙缝 再去做下来 银子少不了你的 孙石又拿出十两银子 放到了桌子上 好嘞 您稍待 我这就去吩咐 有钱能食鬼推磨 中年人拿着银子 脚步都快了几分 还有多少银子 孙石一笑 刚才那十两是 最后的压箱前 徐军民看在眼里 微微摇头 这一路过来 一路替人砍挂算命 斩妖除魔 清除山匪陆霸 对来的银两 都被这师徒两个 吃进了肚子里 那今天就少吃点吧 嘿嘿 师父放心 今天这顿饭 二十两足够了 你又想给人算命 徐军民闻贤歌之雅意 混口饭吃 看他懒辈的样子 徐军民也没再多说 一路来经历了几次后 他已经习惯了 看着陈琳眼巴巴的样子 徐军民拿起筷子 随意吃了几口 行了 你们吃吧 他不像陈琳和孙时 有那么重的口腹之欲 而且修道多年 什么好吃的 都已经吃过了 对这些鸡鸭鱼肉 并没有太大兴趣 听他如此说 孙时和陈琳师徒二人 如同脱缰野马 也不用筷子 一人一只烧鸡抱着啃 一口酒一口肉 吃得好不快活 店家的酒肉 不断添上来 空掉的盘子 流水般端下去 时间不长 整个村店里的食客 都看了过来 指指点点 闲言碎语不断 不过师徒三人 已经习惯被人围观 倒也吃得旁若无人 公子 这一人一猴 还真是能吃 我们半顿饭的功夫 他们已经吃了几十人的饭量 说话的人 身材矮壮 面身横肉 十分凶恶 但一身气血 却浑厚的惊人 虽然极力隐藏 但仍然难掩航武之气 在他旁边 则是一个身穿白色长袍 头戴轮巾 气势华贵的年轻人 三位必非常人 走 我们过去认识认识 公子 出门在外 还是小心些得好 一个身材瘦高 身穿轻袍的中年人 拦住了年轻男子的去路 王先生勿忧 我观三位面相不像恶人 说着大步走了过去 中年人无奈 只得跟旁边的矮壮汉子 连忙追了上去 三位请了 在下唐城 行商到此 看三位作风豪迈 不拘小节 甚为钦佩 不知可否与三位同桌而食 孙时 陈琳看了他一眼 齐齐朝徐军明看了过来 店家 再加张桌子 不用麻烦 唐城转过身 唐车 把我们的桌子抬过来 跟在身后的矮壮汉子 点了点头 一个人轻易而举的 把放慢酒肉的桌子抬过来 跟徐军明师徒的桌子 并在了一起 还未请教三位高姓大名 唐城拱手道 他们是我的徒弟和徒孙 至于姓名 知道了对你没什么好处 徐军明道 唐城微微皱了皱眉 也没生气 三位也是修炼之人 若不如此 哪能吃得下如此多酒肉 徐军明道 孙时和陈琳只管喝酒吃肉 并不大话 如今天下战乱平平 地方不静 我背心伤多 需要些护卫 若是三位有侠的话 在下愿意出高价雇佣三位 我们要价高 只怕你顾不起 孙时插言道 唐城一笑 面露自信 万两白银 我也拿得出 元阳鲜料我这里也有 神兵利器我这里不缺 如花美眷我也不吝啬 孙时淡淡一笑 眼底露出一丝嘲讽 便是天庭玉地 西方佛祖 在我师徒面前 也断然没有这等自信 真是胡吹大气 就凭你们也道德了灵霄 见得了佛祖 身材矮壮的唐澈讥讽道 孙时衡没怒挑 刚要开口 被徐军明拦了下来 我们这餐饭花费文英百两 公子可愿意为我师徒付账 这又何难 直接从腰间的钱袋里 拿出了一丁金子 我想这些钱已经足够了 徐军明笑着点了点头 多谢公子 我们走吧 孙时和陈林点后后 身影瞬间消失 公子 这三个家伙宽我们 唐澈怒道 唐澄皱着眉头 感应片刻后 转过头 王先生 可察觉到 这三人是如何离去 被称为王先生的 轻袍中年人摇了摇头 并未察觉分毫 以你的修为都察觉不到 那这三人 岂不是太乙境的大能 三人中至少有一人为太乙境 中年人肯定道 公子快看 唐澄的惊呼 让两人瞬间转头过去 但见 不知何时 放在桌子上的金钉 已经变成了两张黄符 唐澄下意识地拿起来 熟悉的声音 瞬间在耳边响起 百年之后 你有绝户之灾 身死加灭 此二符 亦藏于家中 亦随身携带 可助你度过大灾 遇难成降 浩墙的灵符 只怕超越了太乙级数 轻袍中年人 感应片刻后 惊呼出声 殿下 快把灵符收起 这乃无价之宝 一时情急 竟说漏了嘴 不过此时 他也顾不上了 这两张大罗灵符 实在太珍贵 唐澄也不傻 收起两张灵符 留下足够这顿饭的银子 我们立即离开 三人转身出了村殿 催动法宝 很快消失在远方 村殿上方半空中 一层空间屏障掩护下 师徒三人看着远去的背影 师父 那个叫唐澄的家伙 身上好重的龙器 此人不叫唐澄 而是叫李建成 他是关中唐王李渊的使子 徐军民也没想到 在这里能碰到李建成 如此说来 这李渊有称帝之望 只是 儿子就有如此重的 黄道龙器护身 那做爹的当然更多 徐军民点了点头 师父怎么给了他 两张胡天灵符 此子百年后 有性命之威 这两张胡天灵符 可以就他合家性命 顺便也偿还了 这一餐的因果 李建成的才干并不比李世民差多少 在性情上 更是比主导玄武门之变 杀凶是地 灭人满门的李世民 人厚得多 既然碰到了 便给他两张灵符 至于最后能不能逃过杀身之劫 就看他的造化了 这小子赚大了 孙石道 我们走吧 前面就是江陵城了 师徒三人只取江陵 作为南方楚国的国度 金楚的核心 江陵城的规模 比陵陵城打了三四倍 千里长 百丈高的城墙 仿佛一座巍峨的上古巨山 匍匐在长江边 西侧空恶意万里 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浓郁的水汽包裹下 让这里成了 水属道法的修行圣地 除了新来的崇山书院 大大小小数百家宗门 屹立在江陵城内 徐军铭师徒三人入城不久 一对顶盔冠甲的威武军士 在一员大将的带领下 奔驰而来 驱散了周围的民众 大将翻身下马 抢到徐军铭师徒三人面前 翻身败道 御前侍卫大将军 曹爽拜见崇山真人 进城的时候 徐军铭并未掩藏身形 自然被人认了出来 第0882章 江陵城 华阳宫 起来吧 可是梁王让你来的 正是 梁王得知真人御旨降临江陵城 大喜过望 当即便令小江来此 迎接真人法驾 治华阳宫 梁王协列为大臣 设宴款待真人 知道了 劳烦你前面带路 真人请 曹爽让麾下士卒 让出了三匹马 不过徐军铭三位并未成齐 华阳宫是梁王消息的皇宫 位于江陵城中心 他原本是西梁旧宫 随朝统一南方陈朝时 毁于战火 消息反随城王后 重建了华阳宫 至今也不过十多年而已 威俄华丽的宫殿 徐军铭见了多次 也不觉得华阳宫有什么稀奇 不过在他穿过城门 穿过宽阔的青石广场后 一大批梁国军臣 已经在台阶前列队迎接 站在最前面的 则是一个身材高大 身产九龙袍 头戴帝王勉 腰坠青龙配 气质威严而华贵的中年男子 看到他 走在后面的陈灵 莫名觉得有几分清静 突然肩膀被拍了两下 转过头一看 是师父 清澈的眼神中 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 让陈灵原本有些浮躁的心绪 很快平静下来 真人终于来了 这三年 可是把萧熙想得好苦 萧熙主动迎了上来 言辞恳见 清静无比 不知道的 还以为徐军铭是他亲爹 梁王客气了 真人远来 我已在崇弦殿舍下宴席 为真人接风洗尘 徐军铭也没拒绝 在消息殷勤接待下 一行众人来到崇弦殿 辉弘的大殿中 摆放整齐的长桌上 陈列着少见的真修 徐军铭坐在了左手第一位 地位仅次于中间的梁王消息 来 让我等共同举杯 敬真人一杯 梁国君臣同时举起酒杯 徐军铭也没推辞 众人一眼尽后 真人 这次来到江陵城 定然要多盘缓些时日 梁王盛情 敏感五妹 只是 徐军铭还要去东盛神州 参加云台仙会 只怕不能久留 只恨消息资质低下 在修行上难有成就 否则 定然也要像真人这样 遨游天下 与周天仙神聚会 消息叹道 梁王乃九五至尊 执掌天下全柄 岂是我等山野散人 可比真人过千了 权势再大 百年之后 终究也只是一盘黄土 那比得上真人与天地同寿 与日月同宿 若是梁王舍得人王之位 平道也能让梁王享有万寿 徐军铭淡然道 难道本王现在不可 修仙了道 需要尽心修行 梁王陛下日理万机 哪里抽得出时间误道 据本王所知 真人崇山书院 麾下土地人口 并不比朕的梁国少 为何真人身为长院 执掌大权 却丝毫不受影响 看着目光炯炯的消息 徐军铭淡然道 本尊虽为长院 却从未过问俗世 一应数物 自有门下弟子料理 梁王若是效仿 平道定不吝啬传授 消息打了个哈哈 把话饶了过去 开玩笑 修仙了道 追求长生 只是权势的附属品 和调味剂 若是失去了权势 这些还有什么意义 在消息的趋役逢营 以及徐军铭的功让下 一顿饭 也算是兵煮尽欢 吃过了宴席 消息安排师徒三人 住在了专门接待贵宾的行宫 夜幕降临 华阳宫大部陷入了黑暗 除了顶盔灌甲的御灵军 少有人行走 前清殿是华阳宫的核心 也是消息主要的下榻之所 身穿滚龙袍的他 今夜没有去后宫翻牌子 把所有的内饰全都赶了出去 盘膝坐在龙床上 静静等候 午夜时分 一丝黑色的鬼气 从地下飞了出来 飘飘荡荡 逐渐化作太阴鬼地的身影 消息连忙上前 躬身失礼 参见恩主 我还以为 你攀上了崇山书院的高知 就把我给忘了 属下不敢 当年若非恩主 属下早就 死在巴林郡的漏像中 哪有今日凉亡的高位 你知道就好 徐军鸣就在你的宫中 是 属下把他安排在行宫 同层的 还有他一个弟子 一个徒孙 做得不错 明日 洞庭胡龙王敖冲 会邀请他赴宴 到时 你务必带他一块钱去 属下遵命 恭敬地应了一声后 恩主 属下身上鬼谷解药不多了 恩主 能否再赐下一些 我来的匆忙身上带的不多 这十二碗你先用着 等明日斩杀了徐军鸣 我再赐你更多 说着 一枚青花瓷瓶 朝他飞了过来 多谢恩主 双手接过 切记我的交代 是 鬼气崩散 拓跋风的身影缓缓消失 直到整个大殿中 再无半分鬼气 消息才缓缓直起身 看着手中的瓷瓶 一缕浓重的力气 出现在眼底 深深地吸了口气后 神色逐渐平复下来 来人 一个身穿紧袍的太监 连忙推门走了进来 陛下有何吩咐 把丽妃 真妃 武贵人都带来 遵旨 等等 教主准备转身离去的太监 朕的内裤中 是不是还有一块天心石 正是 你持朕手欲 把它取出来 顺便带上红光草 以及上个月刚入窟的太乙灵水 送到徐真人手中 就说 这是朕敢念崇山书院 为楚国斩妖除魔 维护地方安宁 所送去的礼物 虽然他不知道 为什么 向来吝啬的楚王 为什么会这么大方 但久在宫中的老太监 很清楚 什么该问 什么不该问 恭敬地应了一声后 恭着身退出门外 崇山书院 太阴鬼踪 浓烈的恨意 伴随着一声冷哼在大殿中回荡 师父 我看那消息 虽然表面恭敬 但眼角眉梢透着力气 孙石道 被我们夺走了治下两个郡 崇山书院 有深入他统治的每一寸土地 像我们这种掌控之外的力量 任何一个君主都不会喜欢 不过 那消息面带鬼气 看样子跟太阴鬼宗有些联系 孙石点头道 好像是鬼道中罕见的青丝鬼谷 也只有这种古道中少见的太乙仙谷 才能控制住消息 这位异国主君 这么看来 太阴鬼宗虽然折服了三年 但一直隐藏在楚国背后 徐军明点了点头 不出意外 咱们一路上受到的监控 便是那位老鬼在幕后主使 师父 对方处心几虑 显然不打算放过我们 将临城中太过危险 咱们是否先退出去 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必担心 太阴鬼宗就像隐藏在暗中的毒蛇 若是不除去 对我崇山书院始终是一个危险 孙石了然 所以师父才以身犯险 把他从太阴鬼谷中引出来 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我更想让他先对我出手 有了借口 才好彻底铲除太阴鬼谷 否则 师出无名 容易受人劫责 尤其是佛门 太阴鬼谷的介遇之力虽强 但徐军明还有办法对付 但斩杀一个大罗修士的影响太大 师出有名的话 能减少很多麻烦 咚咚 敲门声突然响起 谁 徐真人可在 砸家管于 奉陛下之命 为真人送宝来了 等等 徐军明双手翻飞 几个法印解去房间的禁止 进来吧 支呀 伴随着嘶哑的摩他声 消息身边的太监 推门走了进来 在他后面 还跟着三个小太监 每个小太监手里 都端着一个托盘 上面盖着红布 显然不是凡物 陛下坐前 并比太监管于 参见徐真人 公公深夜来访 可有要事 陛下说 崇山书院为楚国斩妖除魔 保一方安宁 功劳莫大 特意让砸家 从内裤中选了三样礼物 给真人带来 以示陛下感激之意 一挥手 三个小太监 连忙走到前面 掀开最左边的红布 一个高一尺左右的 长颈青花瓷瓶 出现在眼前 管于拿起瓷瓶 简单晃了晃 一股仿佛 海潮澎湃的声音 从中声响起 瓷宝名幻 汉海灵水 万水之精 太乙极品 一滴便可演化千里之湖 妙用无穷 请真人评鉴 把瓷瓶递给徐军名后 管于走到左边 掀开上面的红布 露出一枚玉盒 屈指一弹 一抹灵光飞入玉盒后 瞬间变得透明起来 可以清晰看到 其中生着一株 长着细长叶片 淡银色的灵草 此草名为红光草 是炼制太乙级别疗伤药的主要 最后掀开中间红布 一块放在木盒里的淡金色石头 出现在徐军名眼前 天星石 徐军名惊讶道 真人好眼光 正是天星石 此乃纯阳大罗灵财 若是真人能寻的良将 可用此时 炼出一件大罗灵宝 此三宝是我家大王 送予真人的礼物 还请真人收下 挥手示意 孙氏把宝物接过来后 替我谢谢陛下 管于点头后 恭敬道 咱家还要回去 向陛下赴命 就不打扰真人了 告辞 公公慢走 第零八八三章 极品先天灵药 何首屋 目送管云离去后 徐军名大秀一挥 重新封锁了房间 师父 这楚王还真是大方 天星石可是大罗灵彩 徐军名接过来看了一眼 只怕这礼物 没那么好拿 师父之意是 礼下愚人必有所求 就是不知所求何来 徐军名目光变得深邃起来 打发孙石去休息后 徐军名回到崇山居 天星石暂且放到一边 把灵水倒入造化灵池 把红光草种到造化灵岛上 抬头看着悬浮再造化灵岛上方 他取名造化仙岛的灵岛 脚步一脉 眼前景色大变 岛屿中央 一株柏杖高里数 长势旺盛 周围萦绕着浑厚的后天混沌气 气象最为惊人 正是被徐军名挪进造化仙岛的 极品先天灵根黄钟里 千年的时间 他已经长到了百丈 在黄钟里右边不远 是一座白亩大小 高十几丈的灌木丛 生机旺盛的灌木下 连接着黑色的根状物 浓郁的药气冲销而起 催动青铜镜 可以清晰地看到 一个丑陋的小家伙 盘坐其中 在他背后一道 黑白滑光散发出 强横的阴阳道运 他就是上次龙帝讲到 被收入门下的徐和手 一株极品先天灵药 和手屋 跟黄钟里不相伯仲的存在 周身缠绕着强横的 后天混沌器 气象不凡 除了它们 周围还有七星紫餐 太上玲珑草 遥光仙草等 十几种极品后天灵根 以及包括九彩盘桃树 在内的上品后天灵根 只有上品后天灵根 才能经受得住 后天混沌器的洗礼 所以整座造化仙岛上 只有极品先后天 和上品先后天的灵根 加起来有130株左右 大半都得自乾坤道人的 无极山乾坤洞 屈指一弹 拳头打下的黑色 同中衍生出来 洞 玄妙的钟声散开 醒来 正沉浸在修炼中的徐和首 瞬间睁开双目 一个纵深 庞大的和首屋 瞬间变成 四五岁左右 双手双脚长短各异 他鼻秃嘴 丑陋异常的孩童 徐和首拜见师伯 上次我跟你说的 你考虑的如何 弟子考虑过了 一切遵从师伯吩咐 徐军明满意地点了点头 跟我来吧 师伯捎代 徐和首身上光滑一闪 极品先天灵药 和首屋本体 再次出现 徐军明面前 只剩下一道 太出先天 阴阳根本气 拖着一团灵光 这灵光 便是徐和首的真灵 伸手一招 左掌拖着 来到造化灵池盼 除了造化灵导 后天造化清莲 菩提精莲 先天白莲 阴阳和欢莲 三品红莲等灵药 还有两尊造化灵胎在此 一尊是曾经衍生 灵明石侯 孙悟空的太籍 先天灵胎 一尊是曾经化生 徐军明 太乙真君 徐飞和孙时的 太史籍 先天灵胎 虽然现在来看 太史籍灵胎 已经步入 徐军明法眼 但若是拿来培养弟子 仍然是难得的无上神物 毕竟太史籍先天神灵 虽然在先天神灵中 等级最低 但那也是先天神灵 先天就有神通半生 别人花费数百年 都不一定成仙 而它只需要几年时间 最多不过十几年 便能顺利成就 元阳仙境 就算将来 进阶太乙 也比普通生灵 容易百倍 这是先天资质的差异 后天难以弥补 当然 太极级别的先天灵胎 更为神妙 孙时这个得了 灵灵石猴灵魂 勉强算半个太极 先天神灵的家伙 不过几百年的时间 就比得上群众 林正英 诸葛卧龙等 两千多年的苦修 若非先天资质强大 它怎么可能提升得如此快 要知道身为徐军明弟子 大家得到的资源都差不多 努力程度也不差 能够分出差距的 就只剩下资质了 用太初先天灵气 养了这么久 本来准备留给我自己用的 现在便宜你小子 左手一挥 阴阳灵光 拖着徐和首的真灵 飞入太极先天灵胎 伸手一指 一道灵光随后没入 我传你阴阳真经 好好修炼 化行之后 自然就见到你师父了 谢师伯 滚滚灵气飞入灵石 声音很快沉寂下来 虽然有徐军明 先前打下的基础 但徐和首想要化行 还要一段时间 审视片刻后 便在旁边凉亭里盘坐下来 打开放在石桌上的浴盒 内中放着一根翠绿色的柳枝 它最核心的藏宝库中 曾经有四样东西 黑种已经化为极品 先天灵根黄钟礼 柱绒残血和巨芒残血 都已经在它时间回溯的伟力下 化为真正的祖乌精血 唯独这柳枝 最后一道封印 始终难以参悟 虽然他对空间道 和封印道的参悟 已经进阶大罗境界 但仍然难以完全参悟 仿佛冥冥冥中 有一股强大的意志 阻碍着他继续前进 参悟办上 仍然难以寸境后 徐军明无奈放弃了 他推算一番 好似只有自己进阶大罗 才能真正把这道境制破开 看到最核心的东西 大罗境界 微微摇头 如果他只是练气的话 现在早就可以进阶大罗了 但五道双修 想要破镜 难度可不是一加一等于二 而是大于十 一晚上的时间很快过去 第二天一早 便有宫中内侍 敲响了徐军明师徒的房门 许这人 陛下让我代嫌师徒 去紫方园用早膳 有劳公共前面带路 紫方园是华阳宫内的一处园林 山石草木 花草鱼虫 经过精心的布置 风景堪称绝美 一处灵湖的壮阔梁亭中 消息快步迎了上来 真人 昨晚可休息好了 多谢梁王款待 平道师徒休息得很好 另外 还要多谢梁王赐宝 平道感激不尽 哈哈 真人满意就好 崇山书院为我梁国百姓 斩妖除魔 维护一方平安 镇身为一国主君 理应顺应天下名义 好好感谢道长 梁王太客气了 真人请 请 分兵主落座后 我梁国不比崇山高门大派 灵物不多 简单准备了一些 还望真人不要嫌弃 梁王过谦了 我崇山书院 可拿不出这太乙灵国来代客 哈哈 真人慢用 那平道便确之不公了 刚吃了几口 便有一个内侍飞升而来 起奏陛下 洞庭湖龙军大太子 敖笑来访 快请 时间不长 一个身穿锦袍 身材高大 气宇轩昂 有太乙 真仙修为的青年 昂首阔步地走了进来 炯炯有神的目光 从陈灵 孙时和徐军明 身上扫过后 抱拳一礼 敖笑拜见梁王陛下 崇山真人 徐军明点头致意后 并未多说 太子免礼 来人给太子添一副网筷 多谢陛下 敖笑落座后 太子不在洞庭那府 怎么有闲暇斗 华阳宫啊 我父王闻听崇山真人 在陛下这里驻留 特意让我来请真人 到龙宫一续 以表养墓之意 原来是为了真人 迎着二人的目光 徐军明淡然道 龙军的消息 还真是灵通 平到昨日下午 才到江陵城 今日早上 龙军便得知了 二人目光一闪 消息道 百年前真人一战 逼平白虎族老祖白鹰 声明传遍天下 而今 崇山书院三祖武德真人 太以真君同为大罗 真人身为崇山长教 地位尊崇 试问当今天下 谁人不想结交真人 故而留意 真人行踪的势力极多 镇和洞庭龙军 也只是其中之二而已 陛下所言甚是 自从崇山派 开辟京南分支以来 我洞庭湖一脉 便一直关注 这才能在真人 进入江陵城后 及时得知 还望真人 勿要嫌弃我等冒昧 驾临洞庭水府 以为我父王养物之意 结交之心 敖笑深深一躬 态度放得很低 徐军明淡淡一笑 既然龙军诚意邀请 平道也不忍拒绝 多谢真人 敖笑欢喜道 不知何时启程 若是真人愿意 现在就可以出发 现在不行 我可不能辜负了 梁王陛下的美食 拿起桌上的灵果 咬了一口 一切听凭真人决定 只要在五十之前便可 如此 平道就放心了 悠闲地吃完了早餐 在萧喜和敖笑的陪同下 游览了华阳公和江陵城后 朝洞庭湖飞去 江陵城与洞庭湖相隔约八百里 在小千世界 这是一个不短的距离 但在地仙界 称得上近在咫尺 不过片刻 伴随着浓郁之极的水汽 一片茫茫大水 出现在眼前 地仙界的洞庭湖 号称天下九毒 纵横八千万里 碧波荡漾 居于水底的洞庭龙军 虽然比不上四海龙王 却也是太乙玄仙级的大能 在敖笑的带领下 徐军铭师徒三人 很快便深入水底 来到了水晶宫 早已得到消息的洞庭龙军敖冲 此刻正带着一群龙子 龙女 虾兵蟹将 出水晶宫 无礼迎接 第零八八四章 灭太阴 斩鬼地 上 小龙洞庭湖龙军敖冲 见过崇山真人 看徐军铭飞来 敖冲急步上前 一依到底 神态甚为恭敬 淡淡一笑 龙军不必多礼 请请 真人御旨驾铭 实在是我洞庭狐龙族的 无上荣光 还请真人随小龙 至龙宫就坐 龙军请 真人先请 在敖冲带领下 徐军铭师徒三人 在周围龙子龙孙的瞩目下 穿过水晶牌坊 踏着珊瑚石阶 来到了一座 辉煌华丽的大殿 在师徒三人 踏进去的刹那 周围风起云涌 景色顿变 无尽的黑色雾气 取代了先前华丽的宫殿 不变东西 分不清南北 周围竟是鬼哭狼嚎之声 仿佛片刻间 便坠入了九幽地狱 猖狂的笑声中 一个身穿黑色滚龙袍 头戴平天官 目露威严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半空 徐军铭 你可认识我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当然认识太阴老鬼 大胆 拓跋风怒喝一声 见了本地 还不跪下 狂暴的压力倾斜而出 但让他惊讶的是 徐军铭 以及旁边的两个弟子 仿佛空无一物 任凭他如何催动法力 都没有半点效果 是不是很惊讶 你真以为 你从零零郡开始 暗中监视频道 频道会毫无所觉 拓跋风神色 逐渐阴沉下来 本尊的顿天境 是大罗领宝 你怎么可能察觉 定然是有人告密 跟频道接触的那些人 都有你下的鬼谷 除非他们不要命了 否则 怎么敢提醒频道 至于你所说的 大罗领宝 区区一见领宝 就想瞒过我 拓跋风眼神 逐渐犀利 杀鸡肆意 就算瞒不过你 本地今日先宰了你 再灭你重山书院 就凭你 还不够格 而且你以后也没机会了 拓跋风脸色微变 没有多问 心中一动 周围的阵法瞬间转动 呼啸得阴风鬼气 仿佛狂风巨浪 轰隆一声 把徐军明师徒三人 拍成了渣子 分身 拓跋风瞬间明白过来 但他不明白的是 对方如何瞒得过他的眼睛 不好 心中紧照升起 伸手一招 一面黑色大伞 缓缓飞入手中 怀抱饱伞 身形飞坠 直朝大地中飞去 在水晶宫外 借子空间中 徐军明头顶 青铜镜高悬 旁边孙石和陈林安坐左右 既然明白是陷阱 徐军明当然不会 糊里糊涂地闯进去 故而便催动青铜镜 师徒三人分身进入 有了青铜镜的遮掩 拓跋风当然看不穿 师父 他怎么跑了 没道理人家都打上门了 咱们还无动于衷 孙石目光一亮 眼神火热起来 大罗级别的斗法 你还插不上手 别去添乱了 留在这里 把洞庭龙宫给我铲平了 东边那位呢 消息气数不到 暂且留着他 一旦灭了消息 楚国毕生战乱 如果崇山书院 取而代之也就罢了 偏偏他无意继续向北扩张 既然如此 还是不动得好 而且就算他不动手 消息也活不了多少年 唐朝南下之日 便是他殉命之时 到时再报仇也不迟 交代完了孙石 把洞庭龙宫交给他后 身形非坠 很快消失在大地中 百万丈之下 无尽阴气包裹中 是一个简状的灰黑色洞天法剑 从外表看 大小仅有万丈 但内中却蕴含一座三亿里的阴土石剑 借子那须迷 不外如是 世界之外 拓跋风带着百万鬼君 严阵以待 在他们的对面 是身穿白袍 尖披荷场的龙帝 以及身穿大红道袍 仰躺在一朵白云之上 醉眼朦胧的太乙真君 而等真要跟我太阴鬼宗 不死不休 拓跋风立声道 这家伙 脑子是不是坏掉了 都兵戎相见了 还问这种蠢话 太乙真君道 龙帝冰冷的目光中 溢满沙鸡 你来 还是我来 我来吧 好歹五爷比你先突破 这些年借助混元神门 虽未进阶 但法力却浑厚了十几倍 不过 本尊怎么还没到 我已经来了 随着说话声 徐君明飞升而来 那我可就动手了 太乙真君搓了搓手 眼神中透着期待 徐君明 龙帝 太乙真君 本作有太阴洞天在手 你们奈何不得我 而且 本作已经投入佛门 如今是如来 清风的神威金刚菩萨 你们想挑起 崇山与佛门的大战吗 拓跋风立声道 佛门如果真会 为了你这种货色 与我崇山书院为敌 那他们距离灭亡 也不远了 动手 徐君明一声令下 龙帝背后 五色光滑冲天起 浩荡的大五行神光 仿佛一道五色神山 带着毁天灭地的威力 轰然打落下来 现在的大五行神光 便是金木水火土 五座大千世界 单一一座 都堪比大罗中品领宝 五座联合 五行相生的威力 更是惊天动地 拓跋风看在眼里 脸色大变 他之前怎么也没想到 这五色神光的威力 居然如此强横 快退入太阴鬼剑 说吧 转身就跑 他身后修为达到 太义境的鬼将 顿速飞快 一看不好也跑了 剩下圆阳境的鬼将 以及未成仙的鬼族们 可就惨了 龙帝的大五行神光 因为威力太强 法力不够 无法完全掌控 造成速度偏慢 那也是对同境界而言 在圆阳境修饰眼中 仍旧快到了极致 凌空一刷 百万鬼兵瞬间消失 惊人的大五行神光 仿佛太古神山 带着庞大的威势 重重撞在太阴鬼界上 煞世间光滑暴涨 强悍的冲击波 仿佛山红爆发 朝四面八方飞去 震耳欲聋的雷鸣 升阵百万里 徐军鸣身手一指 一座伟岸的神门 带着雄魂霸道的大威能 瞬间震住了 所有飞向上方的冲击波 百万丈大地深处 虽然深邃 但仍然能够撼动地表 若是不管不顾 造成地龙翻身 京乡之地 只怕要血流飘落 即便如此 方圆百万里内的大地 仍然颤动起来 虽然幅度不大 但即便是普通百姓 也能察觉到地下的震动 至于五十敏锐的修饰 就更清楚了 开始了吗 端坐在华阳宫中的消息 心中一震 腾一下站了起来 神色复杂 眼神中透着惶恐 怎么回事 整个江陵城的修饰沸腾了 纷纷朝地下顿去 看热闹是人的天性 修饰也不例外 此刻 百万丈地底深处 太阴鬼界被大五行神光 打得横飞数千丈 周围阴气激荡不休 仿若风暴过境一般 与太阴鬼界神魂相连的拓跋风 能够清晰地感应到 那五色神光的强大 若非自己有这座三万亿里的 阴土世界为平一 只凭大罗天仙之身的话 一个照面就被对方打成积粪 这五色神光 到底是何等宝物 居然有如此神威 就在他震撼莫名的时候 一股心惊肉跳之感 从灵台升起 仿佛刀悬于井上 下一刻就会殉命一般 怎么回事 连忙催动 顿天静朝外面看去 但见那红衣胖子 太以真君不知何时 手中出现了一把青铜断剑 这断剑颇具古风 纹饰简单 毫无出奇之处 但看到他的那一刻 心中警照得到了极致 顾不得隐藏 挥手间 一把古旧的黑色大伞 冲天起 幽冥阴魔伞 拓跋风只觉变幻 以太阴鬼界之力 催动这把大罗灵宝 黑散光芒暴涨 化作浓稠无比的黑色云雾 把整个太阴鬼界 笼罩其中 大罗众品领宝 可惜 还是差远了 徐军明摇了摇头 伴随着太以真君法力输入 淡淡的清光 从青铜断剑上泛起 同时 一股惊天动地的 风锐之气 冲天起 幸亏徐军明的 混元神门阵 封了数百万里的苍穹 要不然这风锐之气散开 非要震动 整个地仙界不可 战 输入八成法力的 太以真君 凌空一挥 青铜断剑光芒暴涨 一道淡紫色的神灰 超脱了时间 空间 更超脱了天地 以快得惊人的速度 在所有人都没有 反应过来的刹那 一闪而逝 那快到极致 角角如日月的神光 每到极致 也犀利到了极致 太阴鬼界当中 拓跋风神色呆滞 仿佛不相信 眼前的一切 那可能 一道细微的裂缝 出现在他的脸上 下一刻 正负鬼体 从中间裂为两半 喷 身体炸开 浓厚之际的阴气 四散飞洒 咔咔咔 仿佛玻璃碎裂的声音 弥漫在太阴鬼界 上方的黑雾 快速淡去 两半裂开的黑伞 坠落下来 同时 整个太阴鬼界 从中间裂开 其中压抑的阴气 仿佛高压争锅 从裂缝处 汹涌而出 徐军明 记起混元神门 一道浩瀚的神光 洒下 把撕裂的太阴鬼界 收入深门中的 虚无空间 以前有拓跋风 这个世界之主在的时候 他还奈何不了 太阴鬼界 如今拓跋风陨落 太阴鬼界破碎 便任他失位了 第0885章 灭太阴 斩鬼地 下 奶奶的 这把剑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八成法力 只是催动了他第一层禁止 就破碎了太阴鬼界 斩杀了拓跋风 太义真君看着手中断剑 眼神火热 你要是不想享受 用一次叫被抽干的感觉 就少用他 龙弟冷声道 感受到几乎快要见底的丹田 太义真君 眼神中的火热瞬间淡去 宝贝虽好 但对现在的他而言 有些强大的过头了 不舍得看了几眼后 抛给徐军明 拿走拿走 惹得午夜心里直痒痒 收起青铜断剑 走吧 那么大的动静 惹来的窥是太多 我还不想把 崇山书院的家底 全部暴露出来 龙弟点了点头 背后雾土神光一闪 被刚才青铜断剑 展开的土层 瞬间合拢 更经神光闪烁 残留的剑气 全部被收走 走吧 三人面前裂开一条空间通道 迈进去后 瞬间消失 就在三人离开后片刻 一道强大的佛光 突兀地出现在这片空旷的 地下空间 佛光落地 变作一个身穿黄色袈裟 手持九环膝杖 头顶宝珠的老僧 正是地藏王菩萨 消失了 自从他接到拓跋风的求救 便快速赶来 没想到他人还没到 太阴鬼界已经消失不见 推算拓跋风的命数 已经完全消失 这代表着他已经完全陨落 这么短的时间 就能斩杀有太阴鬼界 唯一靠的拓跋风 崇山书院的实力 比想象中还要强得多 强横的神石横扫 毫无所得后 便退走了 下一刻 一个身穿红色宫装 绣发高婉 气质华贵的中年女子 出现在这里 刚刚那佛光是地藏王 难道出手灭掉太阴鬼宗的是他 想了想后 又摇了摇头 佛门的贼徒 一向标榜慈悲为怀 对敌都是降服杜化为先 最后才考虑彻底斩杀 看那佛光的强盛 也不像是杜化的样子 宫装女子摇了摇头 查看半上没什么收获后 也走了 两人之后 来的人一波又一波 不过一两日的时间 太阴鬼界被灭 鬼帝拓跋风被斩杀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地仙界 数千年了 这是地仙界陨落的 第一位大罗级别修士 对天下的震动可想而知 但更令人震撼的是 动手之人是崇山书院 消息不知道从哪里传出 但所有人都认同这个判断 毕竟过去三年里 崇山书院夺去了太阴鬼宗 享有的京香之地 势力范围被夺 换成谁也不会善罢甘休 同时也让人对崇山书院的实力 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太阴鬼地拓跋风 可是老牌大罗 又有太阴鬼界为依托 当初全真道松丰道人 和崇阳子两人联手 都没能拔除太阴鬼宗 斩杀拓跋风 不得不退出京香之地 可见这老鬼实力之高深 如今 崇山书院也是两位大罗 而且刚刚成就不久 便有斩杀拓跋风的能力 着实让人难以相信 但更让人震惊的是 从大战开始到结束 用了不到两刻钟 这代表双方的斗法 几乎是一面倒 难道崇山书院 还有第三位大罗 不可能 就算三位大罗天仙 也没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横扫太阴鬼宗 除非是大罗中期的高手 也有可能崇山书院中有重宝 众仙议论纷纷 猜测重重 之前认识 有几分交情的诸葛问 靖臣子 浮云子等人 纷纷飞溅传书来求证 把这些给他们回过去吧 徐军明道 孙石点了点头 结果服输退了下去 看来 这次我们弄出的动静不小 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来问 太乙真君喝了口酒后道 威慑一番 对我们有利 龙帝冷声道 徐军明认同地点了点头 经过了这次大战 将来礼堂背后有佛门支撑 也不会轻举妄动 左手一挥 一柄黑色大伞 飞入太乙真君手里 一面灵光四射的铜镜 飞入龙帝手中 这两件正是他们 从拓跋风那里得来的战利品 两件大罗灵宝 幽明阴魔伞 是拓跋风本命仙宝 两道静制 顿天镜更强一些 有三道静制 顿天镜经我重练 如今多了一重静制 幽明伞是鬼刀法器 我只修补了一番 并未重练 看了眼太乙真君 反正你也是 拿在镇压太乙精传 足够了 那你要多给我练一炉 大罗人黄丹 要不然心里不平衡 滚 徐军明拒绝得干净利落 他还什么都没得到呢 好处都落进他们手里了 还不知足 不给就不给 发什么火 太乙真君懒辈地 嘟荡了一句 太乙鬼界的阴徒 你打算怎么处理 龙帝问道 先把三分之一给熬天 剩下的 等老二出世后再说吧 他的乾坤图 是顶尖的上品 先天灵宝 能转化阴阳 眼生无几 否则如此庞大的阴土世界 融入重山世界 只会造成阴阳失衡 人鬼颠倒 徐军明到 龙帝点头后 随手一挥 一个法带 飞入徐军明手中 打开一看 东西不少啊 谁给的 梁王消息 拓跋风被我们斩杀后 这家伙吓破了胆 不仅送来了大笔财物 还把西平郡交给了我们 西平郡是贵阳郡南部的一个郡 名义上属于楚国 实际上则是一些豪门大族和蛮族控制 当然 对重山书院而言 他们只是一群土鸡娃狗 但兮可平 如此倒是剩了我们不少麻烦 太义真军道 三郡之地 也不算小了 先消化一番 而后向西战陵 史安郡 便与蒲国交界了 徐军明道 蒲国是一个战地八千万里的小国 位于隋朝与南汉的交界之地 也是重山书院打算占据的地方 龙帝点了点头 你们都回去吧 我也该继续北上了 太义真军 龙帝汉守候 迈步离去了 出了江陵城向北约五百里 便是浩浩荡荡的杨子江 这座南瞻步周 仅次于通天河的大河 绵延数百个大小国家 纵横上百万里 宽达数万里的江面 一面水光 远远看去 既已让人置身于大海之上 师父 我们过江往北走 孙石道 不 我们坐船顺流而下 欣赏这杨子江两岸的风光 徐军明伸手一指 无尽木气凝聚而来 不过片刻 一条乌棚小船 已然凝聚成形 走 说吧 脚步一脉 一昧飘飞 灵须欲风 很快便落在船头之上 师父 这么小的船 能放得下我吗 陈林有些担忧 他现在的身形 已经长到数百丈 沉重万分 这小船上去 还不瞬间给压沉了 傻小子 你师祖精通练气 虽然刚刚只是顺手而为 但这船也不是凡物 翻了个跟头 孙石已然落在了船头 陈林也不再犹豫 连忙跟了上去 落在船中的刹那 只觉眼前一花 在外面看来 不过三尺宽的乌棚船 居然内运百丈空间 脚下更是稳稳当当 任凭他如何用力 也感觉不到半点晃动 傻小子 如何 孙石笑道 师祖果然好神通 看着不远处的背影 陈林满脸佩服 走 跟师父修炼去 带着他走进乌棚船船舱 陈林发现 这里又是一重天地 周围花红柳绿 远处青山矮矮 一轮红日挂在半空 风景之美 仿佛世外桃源一般 师父 这是 你师祖施展的一点小手段 等你进阶太一镜 就能看穿了 好了 不说这些 把大道拳 再给我打一遍 是 陈林摆开架势 练了起来 大道拳 虽然是扎根基的拳法 但配合改变重力的法宝 可以一直拿来断体 而且武道之休 万丈高楼平地起 再复杂的招式 也是从最简单开始 大道拳练好了 未来再联系高深的战绩 事半功倍 在孙石教徒的时候 徐军明悠闲地坐在船头 右手伸开 轻竹杖浮现出来 很快竹杖前段 长出一段鱼线 落入江中 徐军明盘坐在船尾 法力一催 乌棚船破开水浪 快速朝下游驶去 对修士而言 时间总是奢侈的 短短三日一晃而过 一直坐在船尾的徐军明 一条鱼也没钓上来 不是他技术不行 而是一时兴起 打算来个江泰公钓鱼 当然两手空空 心中一动 出来吧 江水滚动 不久后 一个身穿紫袍 气质滑贵而美丽的龙女 带着两个夜叉 从水中浮现出来 长江龙宫三公主凹兵 拜见崇山真人 我与你们 长江龙宫肃无交往 你来干什么 我父王素来仰慕真人先言 只是一只无缘前往 零零拜访 身以为憾 今日忽闻寻将夜叉 发现真人行踪 喜不自胜 当即令小女子 前来请真人至宫中一叙 我父王已经摆下宴席 备好后礼 已被真人御旨 敖冰宫尽道 淡淡一笑 一抬手 掌中 鱼端消失 同样的话 我也在江陵城听过 若非平道还有几分警惕之心 现在只怕被人当了点心 第零八八六章 随末大战 瓦刚群雄 敖冰神情一紧 连忙躬身失礼 真人容炳 洞庭湖龙族 虽然出自我长江龙族一脉 但那已经是三万年前的事情 双方早无往来 更不知 他们居然如此大胆 敢勾结太阴鬼宗 阴谋陷害真人 万幸真人早有察觉 替我长江龙族 除去这一大海 你们倒是 把自己摘得很干净 徐军鸣淡然道 凹冰额头上的汗都下来了 挟着灭掉太阴鬼宗的余威 由不得他不害怕 你的副兄呢 怎么让你一个小女子 来评到这里分说 副兄都在龙公公后真人驾龄 未曾来此 原来如此 缓缓站起身 你回去告诉他们 洞庭湖之事 评到可以既往不救 但从今日开始 那八百万里湖泊 便跟你们长江龙族再无瓜葛 洞庭湖中水灵气极为浓郁 可以给崇山书院 专修水法的弟子做别斧 小龙遵命 你可以走了 敖冰从发带里 拿出一枚玉瓶地了过去 真人 这是我长江龙族 珍藏的月华珍水 还请真人笑呢 月华珍水 是九天月华之力 结合魁水精华 凝裂而成的大罗下品灵水 极为珍贵 就算长江龙族占据百万里 杨子江 水气浓郁无比 想要凝炼成瓶中这些 也需要数万年的时间 替我谢谢你的父王 小龙定然把真人的话 带给父王 徐军明点了点头后 大秀一挥 乌鹏船瞬间消失 敖冰瞳孔微缩 不管他用神识 还是龙族先天神通 都没发现 半点灵气波动的痕迹 崇山真君 果然修为高绝 催动法力 沉入江中 化作千丈白龙之躯 向前方游动了 十几万里后 不远处出现了一片 巨大的峡湾 白龙突出一口龙气 虚无处光芒一闪 现出一个巨大的牌坊 白龙飞进去后 一座浩大的水晶宫 出现在眼前 收敛法力变作人参 三公主 拜见三公主 周围巡逻低士族 看到他纷纷驻足行礼 点头示意后 直入水晶宫珊湖大殿 这里 长江龙王敖放 正焦急地等待着 看到女儿进来 连忙应了上去 崇山真人没来 敖兵摇了摇头 三妹 崇山真人怎么说 大太子敖林连忙问道 崇山真人既往不救 但要走了洞庭湖 不允许我们长江龙族再插手 真的 敖兵点了点头 月华灵水给了 给了 真人已经收下 听到这里 敖放 敖林 以及一众龙子 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收下就好 收下就好 敖放心中庆幸 终于不用担心 崇山书院 在迁怒他长江龙族了 虽然少了一个洞庭湖 但对于长江龙族而言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损失 而且 洞庭龙王敖冲向来狂妄 死了他也不心疼 敖兵看着 谈官相亲的父兄 心底失望起来 他们现在已经被 衣食无忧的生活 腐蚀了心智 得过且过 早就没有了 上古时代龙族征战天下 雄霸洪荒的精气神 不能继续留在这里了 否则 我早晚也会变得跟他们一样 师父 我们不走杨子江了 江北的一座小镇上 师徒三人吃饱喝足后 孙时问道 不料 我们顺着这里向北走 三日时间 徐军明已经坐够了船 失去新鲜感的他 还是觉得脚踏大地 欣赏周围多边的景色 和风土人情 更适合自己 孙时 陈林也无所谓 他们也不怎么喜欢水 富过贩资 师徒三人上路了 这里 已经是永安郡的地界 人口稠密 民生富足 官道两侧村庄众多 完全不像先前在江南 山连山 水连水 但比起江南的安宁 这里越往北走 越发的混乱 战山为王的土匪 随处可见 徐军明一路走来 只是一个永安郡 就清理了部下千伙 数以百万计 戈阳郡 汝南郡等更多 当然 除了少部分 最大恶极的汉匪 大部分只是官逼民 反而已 多数都被他送到 天外神山世界 按照崇山书院的 绿条处置了 师父 您看 其实不用孙时指 他也看到了 前方天空中 飘荡着一片 血红色的煞气 这煞气广及万里 直冲消汗 烈烈杀伐 淡淡气血 隔着百万里 都能感觉到其中 金戈铁马 兵将厮杀 吼声如雷的战阵之声 看着煞气的规模 怕不下千万大军厮杀 孙时道 走 我们去看看 战阵杀伐的煞气 万法屁易 就算太乙先 也不敢直冲军阵 否则被煞气一冲 轻则法力散乱 重则被煞气侵入心神 走火入魔 所以 周围很多围观者 都远在百万里之外 但徐军明不一样 他是五道双修 不想单纯练气势那样 害怕煞气 而且他还有青铜镜 可以庇佑心神 心中一动 重重空间 币杀张开 把孙时和陈灵 护住后 师徒三人向前飞去 来到十万里之内后 徐军明便停了下来 不是他不能继续靠近 而是在这里 已经看得足够清楚 但见 在脚下巨大的平原上 身穿黑甲 打着赤旗的随军 正与身穿黄甲 打着黑旗的士兵 厮杀在一起 一路走来 见过多次的师徒三人知道 那些黄甲黑旗的士兵 就是大名鼎鼎的瓦港军 很明显 瓦港军人数众多 足足七八百万 铺开后 数万里的黄甲大军 把不过一两百万的随军 包围在中间 不过明显 随军更加训练有素 虽然人数少 却能够抵挡瓦港大军的攻势 但后路被断的随军 败亡也只是时间早晚的事 师父 那就是李密 顺着孙时手指的方向看去 一个小山坡上 一杆高打百仗的黑色大旗 昂然屹立 黑旗上用黄字 写着大大的李字 李字旗下 一个身穿黄色甲皱 头戴燕灵盔 背后红披风 下河续着短然 身高八尺 左手按剑 身姿魁梅的中年人 被精锐大军拱卫在中间 通过青铜镜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头顶 长达三千丈的紫色龙器 这龙器已经长出了五爪 龙尾和龙头 只欠缺两只龙角 就能够真正圆满 比起消息的黄道龙器 强了数倍不止 在瓦岗军中 能有如此浓烈黄道龙器的 除了敌让就是李密 但李字旗下 明显不可能是敌让 此人就是李密 没想到 将来取代隋朝的人 长这个样子 孙时审氏片刻厚道 徐军明目光一闪 现在整个大隋 修行界都以为 继承隋朝的会是李密 实际上 只有少数人明白 李戴阳的天命中 李并非李密 而是李渊 简单地审视了一下李密 徐军明转移了目光 他应该就是魏征了 看着站在李密左侧的黑脸汉子 其头顶气韵蒸腾 画成一头有着黑色长毛 身体如羊 头生独角的神兽 徐军明对这神兽再熟悉不过 龙帝的坐骑 便是这样一头谢志 谢志代表公正言明 一般头顶有如此气韵的臣子 都是刚正不阿之辈 瓦岗军中有如此气韵的 就只有魏征了 除了站在李密左侧的魏征 在其右侧 还有一个身穿白甲 身高九尺 手提巨公的大汉 浓烈的气血 挣腾而起 在其头顶三尺之上 化作一只血色大雕 居然有上位武将的实力 倒是非同凡俗 屈指一算 明白了此人身份 白衣神社王伯当 原来是他 瓦岗五虎将 秦琼 程耀金 罗成都投降了唐朝 只有丹雄信和王伯当例外 丹雄信是因为 与李世民有杀凶之仇 而王伯当 完全是因为对李密的忠诚 宁愿战死 也不愿意投降李唐 这种违背良情责目而欺的举动 在后世看来是愚衷 但在徐军明看来 这种品格反而更宝贵 不是谁都能宁死不详 很快他又在瓦岗大军中 找到了一个身穿黄色战甲 身高九尺 手持长枪的大将 诸将中 就以他的气韵最为浓烈 幻化为麒麟之状 贵不可言 徐世记 又看了一圈没发现 程耀金 至于隋军这边 有三人的修为最强 气韵最浓厚 当先一个身穿黑色战甲 手持铁枪 骑在一头高大的红色战马上 阴笋般的双目 死死盯着战场 气势威严凝重 在其背后 则是一杆赤红色的百张大旗 上述一个大大的张字 张须驼 师父 此人面线沙文 多半要隐命在此 孙石道 有青铜镜在手 可以很容易观察别人气韵 此刻 张须驼头顶的赤色巨虎 已经开始有了幻散之兆 一个人的气韵崩散 便是死亡的开始 你觉得此人如何 徐军明问道 看他修为 武道以至下位上将 看样子 也不像是宗派出身 能在如此年纪 便有这番武道修为 可见其心性 毅力 悟性 资质无意不是上家 徐军明点了点头 张须驼确实是难得的武道奇才